第一章 海蛇分身 你快点 我老公要回来了 被他看到就惨了 我也想快点完事啊 但这里水太多了 根本探不到底 哪里多了 鱼池里水太少 海扇会死的 给你一千块钱 让你帮我 把翡翠手肘捞起来 你收了钱 要是捞不到东西 那可不行 老板娘 你放心吧 我萧某人接了你的活 就算累死 也会让你满意的 呸 人小鬼大 总感觉你话里有话 萧行云暗暗撇嘴 自己哪里小了 早就十八岁零几 十个月了 这家海鲜酒楼后 厨小院里 有一个十块家 防水不累器的地面鱼池 里面养着很多海扇 萧行云二十多岁 模样英俊 身体壮硕 由于练过几年八级全功夫 体型非常匀称 此时他穿着裤衩 光着膀子 露出一身健子肉 在鱼池里小心地摸索着 海扇是一种脾气暴躁的家伙 受到惊吓 就更凶了 只要感觉受到了威胁 张口就咬 萧行云古铜色的手臂上 已经留下几个牙齿印子 隐隐带着血痕 海扇 为了这一千块的酬劳 萧行云忍了 老板娘刘继分 今年二十七八岁 祖籍东北 身材火爆 模样漂亮 与丈夫在海滨小城开了这家海鲜酒楼 在几个招牌菜的带动下 生意非常火爆 他此时极为焦急 在鱼池边走来走去 时不时抬起手腕 看看手表上的时间 好几次差点绊到连接氧气泵的电线插牌 那插牌就放在鱼池边缘一角 如果掉进鱼池里面 萧行云和海扇 瞬间就会变成熟人 这个翡翠手镯 是他花了九万八买的 比他的手腕大了一码型号 刚才点海扇喂食的时候 手镯不小心掉了进去 买翡翠手镯的时候 老公本就不同意 如果知道 他丢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肯定会先甩他两个耳光 骂他守不住东西 正因如此 他才如此焦急 甚至不敢让酒楼里的员工帮忙 想在老公回来之前 把翡翠手镯找回来 恰巧萧行云过来送海鲜 刘继分给他转了一千块钱 和他达成了这个委托任务 萧行云本以为这一千块钱很容易赚 谁知道池子不大 里面的海扇却这么多 而且各个凶残暴躁 正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 面前有一条体型巨大的海扇 模样有些奇怪 浮在水面 像蛇一样 扭曲着身子 歪着脑袋 似乎想对自己发起攻击 这一瞬间 萧行云和他对上了眼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突然 脑子里像闪过一道闪电 惊恐地发现 这特么不是像蛇 压根就是一条蛇 卧槽 这里面怎么混有一条海蛇 萧行云吓得惨叫一声 脑子一片空白 出于本能反应 下意识地伸手 抓住了那只正想攻击自己的海蛇脖子 就要往池子外面扔 老板娘刘继分更怕蛇 看清楚萧行云手里的东西 尖叫一声 转身就想逃跑 结果脚下却绊住了电线 连接着氧气泵的插牌 瞬间落进池子里 萧行云手里 抓着外表酷似海山的海蛇 正要往外扔 电流已经把他笼罩 身体僵直颤抖 扑通一声 直杠档地摔在鱼池边缘 滋滋啦啦 池子里 所有的海扇 都随着电流而跳舞 老子刚满18岁 零二十几个月 还没来得及发挥特长 就这么挂了吗 萧行云死死地抓着那条 已经咬在自己手腕上的海蛇 无力地抽搐几下 陷入了昏迷 啪的一声 院子里的灯灭了 氧气泵也停止了工作 虽然晚了几秒 但总算跳闸了 救命啊 有人出电了 刘继芬这才缓过神 从地上爬起来 扯着嗓子呼救 断电后 萧行云趴在池子边缘 身体自然放松 手里的海蛇又落进水里 刘继芬喊了几嗓子 见没有人过来 生怕电闸再被人推上 于是他鼓起勇气 以最快的时间 把萧行云从池子边缘拖了出来 萧行云一米八的大个子 他哪拖得动 刚拖出池子 两人就摔成一团 触电的后遗症很严重 全身疼得要死 迷迷糊糊不想睁开眼睛 隐隐约约记得 自己触电之后 还被海蛇咬了一口 众所周知 几乎所有的海蛇都有剧毒 刚才那条灰色海蛇 像是吉林海蛇 和橄榄海蛇的混血后代 外表像极了海扇 但不管是吉林海蛇 还是橄榄海蛇 都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剧毒海蛇 作为他们的混血后代 毒性只会更强 剧毒海蛇分身 我这回死定了 可惜不能亲自吃鞋 便宜我那些喜欢打包的狐烹狗友了 如果能重来 我要 萧行云想了一堆遗言 和未完成的心愿 结果半天也没死 感觉思绪好混乱 脑袋疼痛欲裂 周边都是水 以及翻肚皮的海扇 自己在水里有着好拥挤 咦 不对啊 老子明明压着刘继分装死 哪里来的水 而且这视角也不对啊 自己好像回到鱼池里了 茫然四股 萧行云发现 自己正负在水面 以朦胧的视线 看到很多翻肚皮的海扇 往下看 脑袋就钻进水里了 但视线毫无阻碍 可以看到 水里有几个生命极为顽强的海扇 刚才过了殿 此刻还能半死不活地翻滚 老板娘刘继分的冰种 飘花翡翠手镯 安静地躺在鱼池角落里 发出翡翠特有的金银光泽 最后再扭着脖子看自己 特么的 自己怎么变成了那条海蛇 这根本不科学 而且更奇怪的是 萧行云还能感觉到 另外一个自己的存在 另外一个自己 摔倒在刘继分身边 快来人啊 救命啊 老板娘刘继分继续呼救 后厨的铁门被人推开 一名胖厨师冲进小院 惊愕地看着院子里的混乱画面 愣在了那里 好半天才转过身 支支吾吾地说道 啊 对不起 老板娘你们继续 我什么也没看到 小张 你乱说什么啊 快把这个送货的小哥拉起来 他在鱼匙里帮我捞东西 触电昏迷了 我救他的时候 不小心摔在一起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突然停电了 胖厨师松了一口气 幸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如果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老板换不换老板娘不好说 但自己肯定要换工作了 胖厨师刚把萧行云拉到一边 老板娘刘继分的手机响了 他狼狈地坐起来 来不及多喘几口气 就接通了电话 老板娘 不好了 老板出车祸了 正在医院抢救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在哪个医院 我这就过去 刘继分再也顾不得打捞手镯 更顾不上萧行云 爬起来就往外面跑 胖厨师愣了一下 也跟着跑出院子打听情况 只留下萧行云一个人躺在鱼池边 无人过问 卧槽 无情 你们好歹 帮我打个120 叫辆救护车啊 池子里的海蛇 看到人走完了 急得暴躁起来 一条半死不活的海扇 翻滚着撞在他身上 海蛇扭头就是一口 咬在海扇的身上 出于本能 牙齿中的毒液 瞬间注入海扇的身体 海扇身体失控 挣扎两下子 很快就翻起了肚皮 没有了动静 好多 不仅海蛇分身浮现这个念头 连倒在地上躺尸的萧行云本体 也吓得睁开了眼睛 萧行云又惊又惧 寻思自己也被海蛇咬了一口 怎么没事 难不成当时海蛇和自己一样 也被垫麻了 没办法注入毒液 肯定是这样的 他胡思乱想着 把衣服穿好 忍着心中的不适 把海蛇分身装进自己来时 携带的活水箱 随后 把鱼齿角落里的翡翠手镯 捞了出来 不管过程如何 总算完成了老板娘的委托 这笔钱赚得凶险 他现在急着把这条海蛇分身 放回大海 老板娘也不在酒楼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才把这个翡翠手镯 放在摩托三轮的座箱里 日后有空再给他 海蛇分身对大海的渴望极为强烈 驱使着肖行云 以最快的速度 骑着摩托三轮 冲向海边 肖行云避开了游客密集的沙滩 来到一处稍稍偏僻的礁石滩 这里人烟稀少 偶尔会有钓鱼老 在这里基调 或者在礁石中间的缝隙里 冒险传调 把海蛇分身扔进海里之后 焦躁情绪瞬间得到缓解 还没来得及体会 海蛇分身在水里畅游的舒爽 就看到不远处的海里 漂浮着一具女人尸体 那尸体没穿衣物 随着海浪起伏 不 好像还活着 还时不时地挣扎两下子 肖行云立即操纵着海蛇分身 冲向那个年轻女人 准备探一探她的情况 看看可有救援的可能 第二章 从海里捞上来一个美女 第二章 从海里捞上来一个美女 这条海蛇游得很快 不用肖行云操纵 凭借本能 很快就游到那个女人附近 正在退潮 加上大风 海浪很高 女人应该会游泳 只是水浪太大 一直把她往海里捡 挣扎也是徒劳 她身上的衣物 应该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 被水浪冲掉了 借助海蛇的视角 肖行云看到 这个女人极为漂亮 身材极好 吊打九成九以上的模特 不知道她在海里泡了多久 肌肤银白如雪 随着波涛起伏 时不时挥动一下手臂 很显然 她早已历劫 没有力气再向岸边游 来不及多想 肖行云跑到摩托三轮前 拿起车斗里的备用救生圈 跳进海里 肖行云自幼在海边长大 她一家子都是渔民 水性极好 但在海里救人 必须戴上救生圈 不然就算有九条命 也不够用的 等她游到女人附近时 看到她已经快昏迷 再来晚一会 她就会被大浪卷进海底 美女 你要坚持住 肖行云冲过去 把救生圈套在她的身上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 肖行云也不敢乱想 拖着救生圈 把她往岸边拉 那女人趴在救生圈上 虚弱地看了肖行云一眼 精神一松 就彻底昏迷过去 肖行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她拖上岸 用心肺复苏法 和人工呼吸法 对她实施抢救 这时候 她也没有多想 也没有过多关注 她的绝美容颜 和傲人身材 只感觉岸上去很软 肖行云觉得 自己是个君子 但别人就不好说了 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会跑过来偷看她 而自己就不一样了 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心肺复苏 岸岸岸 送气送气 随着女人一阵咳嗽 吐出几口海口 这才悠悠醒来 谢雨晴睁开眼睛之后 看到一个英俊男子在旁边 正给自己做心肺复苏 她的手很温暖 也很有力 只是暗的范围有点过见 但在生死面前 这都是小事 谢雨晴微微害羞 隐约记得昏迷前的危险情况 很快就想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她轻柔且虚弱地说道 谢谢你 救了我 能给我披件衣服吗 她虚弱地连胳膊都动不了 想掩盖一下 都难比登天 我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啊 算了 我把我的衣服给你穿吧 我家就在不远处的渔村 穿条裤衩子 也能撑到家 萧行云刚才救人之前 把衣服扔在了海边 一条沙滩裤 一件黑色絮 她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 衣服扔给了谢雨晴 你自己能穿吗 萧行云问道 谢雨晴扫一眼萧行云窘迫的身体 强忍着羞涩 说道 暂时没有力气穿 你能帮我穿吗 反正 她想说 反正早就被你看光了 该暗的也都暗了 再帮自己穿上衣服 也没啥了 一事不凡二主 好人做到底 她认定萧行云了 可以啊 我这个人 最喜欢助人为乐了 萧行云瞬间答应下来 半蹲在谢雨晴身边 帮她把衣服套上 谢雨晴全程沉默 抿着嘴 不敢发出声音 本就长得跟包了皮的肉包子一样 再发出声音 她觉得面前的男子 就算是正人君子 也会犯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萧行云泪出一头汗 顺势坐在她身边 没法再乱跑了 不然容易让这个陌生女人误会 总算穿好了 萧行云把额头的汗水抹去 同时松了一口气 拿这样的场面考验男人 哪个男人能经得起考验啊 她在说话的同时 只能分出一部分注意力 控制海中的海蛇分身 去捕捉小鱼小虾 充当食物 只有这样 才能压制住胡思乱想 谢谢你 我叫谢雨晴 自己开小钓鱼艇出来钓鱼 操作失误撞在了礁石上 摔进了海里 被海浪卷到这里 差点就淹死了 她恢复一些力气 坐在萧行云身边 简单解释一下 自己落水的原因 船吊 撞胶 那为啥没穿衣服 萧行云虽然有了一定的猜测 但还是问了一句 谢雨晴认真地解释道 我在自己的钓鱼艇上 穿的连衣裙本就宽松 落水之后 几个浪子拍过来 衣服就被卷走了 这个解释 也算合理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是从游艇上 摔下来的最久模特呢 你别乱猜 我猜不是那种女人呢 你打我手机 肯定关机了 因为随船落水了 不用打了 我相信还不成吗 不 你必须打 打过之后 就算关机 我不卡换新手机的时候 也能收到你的拨打提醒短信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 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报案 以身相许的那种吗 萧行云眼睛一亮 来了精神 谢雨晴白太眼 什么以身相许 你乱想什么呢 做牛做马的那种 嗯 也行啊 萧行云扫一眼 谢雨晴的傲人身材 觉得做牛做马 也不是不能接受 谢雨晴这才发现 自己刚才的话 有点奇异 他有点羞涩心慌 忙转一话题 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萧行云拨打之后 果然提示关机了 对他的话 已经相信八九分 随后 萧行云也报上自己的名字 同时按照他的要求 拨打他朋友的手机号码 报上准确地址后 会有人过来接他 半个小时后 一男一女 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 心急火燎地赶过来 把谢雨晴接走了 谢雨晴上车之后 还降下车窗 冲萧行云挥手道别 说一定会报答他的 萧行云看着车子 消失在海边的小路上 心中茫然若失 这么漂亮的女人 自己这辈子 都没机会再接触了吧 此时 周边陆续有钓鱼老出现 坐在附近的礁石上垂钓 而萧行云安置好 海里的海蛇分身之后 骑着摩托三轮回家 摩托三轮上 还有一块给活水箱遮阳的布条 二宝快点回家 王老虎三兄弟 到你家里打你家人 第三章不服就干 谁怕谁啊 第三章不服就干 谁怕谁啊 什么 王老虎三兄弟 到我家里打我家人 因为啥呀 听说你们两家的鱼网 在海里缠在一起了 王老虎嫌你爸赔偿的太少 这才到你家里打人 索要更高的赔偿 草特么的 简直欺人太甚 萧行云一听就急了 王老虎兄弟三人 是村里的恶霸 他们整天吃喝嫖赌 欺压村民 不干人事 也是借机声势 像碰瓷一样 只为赚取高额赔偿 类似的事情 已经发生多次 大家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 平时村里人都忍着他们 不敢反抗 稍有顶撞 王老虎三兄弟 就会上门闹事 打人之后 还会敲诈对方一笔钱财 村里的习惯 除了打死打残 一般都不报警 由村里的宗族长辈调解 这也加剧了 王老虎三兄弟的嚣张程度 因为这一任村之书 是王老虎的大伯 同时也是村里的宗族长辈 话语全很重 摩托三轮飞一般的 冲到自己家门口 那里早就围了一群人 同时传出乱糟糟的打骂声 萧富贵 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 你缠坏了我的两条年网 居然只想赔我两千块 打发叫花子的吧 老子早就告诉你了 至少赔我两万块 少一分 老子就打断你 和你儿子的腿 在王老虎骂人的时候 还夹杂着打人的声音 萧行云冲进院子 看到父亲萧富贵 和大哥萧行冲倒在地上 王老虎三兄弟 围着他们踢打 母亲倒在一边 满脸是血 想要过去帮忙 却被王老虎的媳妇 骑在身上 揪住头发 劈头盖脸的往脸上抽 看到这一幕 萧行云的眼睛瞬间红了 一股暴虐的情绪 在心底浮现 像一条被激怒的毒蛇 抄起地上的一块砖头 悄无声息地冲向 最为强壮的王老虎 在王老虎反应过来之前 飞起一脚 踹在他的后心上 一下子把他踹出三四米远 摔了的大跟头 腿也刻在尖锐的台阶石脚 哎哟 卧槽 二宝你个狗日的 居然敢打老子 老二老三 给我弄死他 王老虎疼得差点背过气 蜷缩在地上叫骂 一时半会却站不起来 但萧行云一击得重 也没有停手 手里的砖头拍向 最近的王家老三 这是偷袭 老三大意了 没有闪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觉得鼻子一酸 眼泪鼻涕混合着鲜血 怎么摔在地上的 他都不知道 只是捂着脸惨 不 老子的门牙掉了两个 鼻子也歪了 老二帮我报仇 弄死他 说实话 唯一还有战斗力的 王老二有点猛 他第一次发现 萧富贵的小儿子这么猛 平时见到 自家三兄弟的时候 这个后生仔 一向笑嘻嘻地 让烟问候 此时哪来的胆子 赶下这么狠的手 王老二心里处了 但手上却没停 一拳砸在了 萧行云的下巴上 萧行云偏身闪开了 差点脱手 王老二怒骂着 扑过去 压在萧行云身上 拳头如雨点一般落下 赛莲木 敢打我们兄弟 今天必须废了你 萧行云一手护脸 另一只手紧握砖头 疯狂地还击 管你们是谁呢 敢打我家人 老子先弄死你们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谁这么关着你 不服就干 谁怕谁啊 萧行云体内的兽性 不知被那条海蛇 分身引出来的 还是被王老虎三兄弟 逼出来的 他知道 今天这是没法善了 如果不把王老虎三兄弟打服 倒霉的肯定是自己一家子 围观的村民 目瞪口呆 眼睁睁地看着萧行云突然出现 干倒了王老虎三兄弟 他们这才发现 一向穷凶极恶的这伙人 也不过如此吗 嗯 当然 现在萧行云吃了亏 被镖匪体壮的王老二压着打 不过 他们渐渐发现不对劲 为什么都是王老二的惨叫声 仔细一瞧 这才看清楚 王老二打萧行云两拳 萧行云在避开要害的同时 手中的砖头 砸得王老二满头是血 而萧行云身子一宁 像毒蛇一样翻腾扭动 竟然反过来压在王老二身上 手中的砖头 对着王老二的脸一阵乱砸 直砸得王老鬼哭狼嚎 胳膊挡了几下子 随后就抬不起来了 敢欺负我们一家子 我先弄死你们 一换三 老子血赚不亏 哎呦 大哥 救命啊 这小子疯了 想要杀我啊 老大王老虎心中又惊又惧 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抄起一根木头晾衣杆 一蹶一拐地冲向萧行云 老子弄死你这个惊喜 说着 一棍子抡向萧行云的脑袋 萧行云反应极快 像蛇一样 就地翻滚 避开这一棍子 半蹲在地上 手里的砖头 对着王老虎的脸上砸去 砰的一声 砸得王老虎硬生倒地 满脸是血 全身一抽一抽的 不知道死活 这下子 可把围观的村民吓坏了 哎呦 这下子要闹出人命了 没想到 平时二宝笑嘻嘻的 打起架来 这么凶狠啊 王老虎三兄弟 遭报应了吧 活该 萧行云抹去嘴角的血字 站了起来 扫一眼王老虎三兄弟的惨状 面无表情 事情还没完 因为王老虎带着婆娘来的 刚才还看到 他打自己的母亲 此时王老虎的婆娘已经吓傻了 早就放开萧行云的母亲 退后两步 瑟莉内人的喊道 你 你想干嘛 村里的规矩 男人和男人打 不能打女人的 萧行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 冷冷说道 平时我也不打女人 但你特么打我妈 老子弄死你 都是轻的 花音刚落 就揪住他的头发 对着他的脸 噼里啪啦抽了十几巴掌 把他抽成了猪头 在他哭天喊地之前 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把他踹倒在地 凶狠的威胁道 别哭 忍着 不然我会把你往死里打 王老虎的婆娘倒在地上 嘴巴张德相的瓢似的 正准备嚎啕大哭 听到萧行云的威胁 瞬间绷住 一抽一抽的 没敢哭出声 正在这时 突听村之书的声音 从院子外面传来 咋回事啊 都是一个村的乡亲 打得闹闹的像什么话 按照村里的规矩 这事就这么算了 各养个伤 谁也别报警 对了 与网的赔偿问题 你们私下商量 别让大家看笑话 围观的村民 听到这熟悉的 偏袒王老虎一家的套词 鸦雀无声 表情怪异 甚至有人差点憋不住笑 直勾勾地盯着村之书 走进院子 因为今天王老虎一家 吃了大亏 村之书这么说 无意中偏袒了 萧行云一家 第四章 太残暴了 第四章太残暴了 村之书王建国 一向偏袒这几个侄子 村里人都知道 在姓萧的家门口 他都懒得掩饰 因为村里姓萧的人家 本就不多 而萧富贵又老是芭蕉 平时被人欺负了 也不敢反抗 这样的人 在农村谁都能踩一脚 反正也不敢吱声 而姓王的人 在村里却很多 蛮横惯了 总想压其他姓氏一头 其他姓氏的人不服 也只能忍着 所以走到院子外面的时候 村之书王建国 就说了刚才那番话 意思很明确 让萧行云一家子 自认倒霉 自己养伤 再老老实实地赔钱 只是走到院子里一看 顿时愣住了 一向以恶霸著称的三个侄子 像死狗一样 倒在地上 满身是血 哼哼唧唧的 连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最严重的是大侄子王老虎 在痛苦喊叫的同时 身体还不受控制地抽搐几下 王老虎的婆娘也挨了打 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咧着大嘴 眼泪汪汪的 却不敢哭出声 王建国眉头一皱 连村里的女人都打 太不讲究了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而萧富贵一家子 也躺在地上三个 同样哼哼唧唧 似乎伤得不轻 唯一站着的是 是萧富贵的小儿子萧行云 乳名二宝 平时见人就笑 见人就让燕的小伙子 竟然一脸煞气 带着嘲讽的笑意 正盯着自己 这种表情 让村之书王建国有些心计 被他的眼神盯着 就像那年在海里打鱼 不小心落水 被一群海蛇包围了似的 王建国目光闪烁 心虚地避开萧行云的眼神 冲围观的村民发火 哎呦 咋打得这么严重 你们这些围观的废柴 就不知道拉开他们吗 别怪我说难听的 你们这些人 光想着看热闹 就没有一点良知吗 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真替你们感到羞愧 赶紧给村里的诊所医生打电话 让他过来看看地上的人 可有生命危险 要是闹出人命 咱们村里可兜不住 我肯定让警察过来 该抓抓 该盼盼 围观的人目瞪口呆 村之书不敢骂凶残的萧家老二 竟然骂自己这些围观的人 太特么无耻了 萧行云心中的暴躁情绪渐渐消退 这才感觉到全身都是疼的 至今脑子仍是猛的 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如此凶残 甚至真的想要对方的命 在打斗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野兽般的厮杀念头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太残暴了 想来想去 觉得应该是海蛇分身 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情绪 自己这个贱人 就笑嘻嘻的阳光大男孩 绝对不可能这么凶残 村里的医生很快就过来了 一番忙碌救治 萧行云的父亲和哥哥 先醒了过来 他们只是皮外伤 脑袋上挨了几拳 身上挨了几脚 肋骨上有点伤 但问题不大 气急之下才晕过去的 他们醒来之后 看到王老虎三兄弟 像死狗一样 倒在地上惨嚎 比自己一家人还惨 有些意外 等看到几乎完好的萧行云时 隐约明白点什么 这娃从小不喜欢读书 整天在学校里打架闹事 还经常偷家里的钱去学功夫 看来还是有点用处的 母亲陈秀之脸上都是血 看着很严重 其实是鼻子流出来的血 涂到了脸上 身上的伤反而最轻 母亲一睁眼 没看清周围情况 便惊恐焦急地喊道 二宝 快跑 他们下手狠着呢 要把咱们一家子 往死里打呀 妈 别怕 咱们打赢了 萧行云说着 把母亲扶着坐起 指向王老虎一家人的位置 啊 咱们打赢了 你一个人打他们全部 母亲看了看 王老虎一家人的惨状 又看了看自家人 恍然若梦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的 我一个人就能打倒他们全部 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 王老虎兄弟几个了 好好 还是二宝有出息 早知道你这么能打 以前你偷钱学功夫的时候 我就在抽屉里 多放几百块钱了 原来母亲知道这事啊 还以为当年偷钱的事情 神不知鬼不觉呢 另一边 王老虎一家人的伤势 也查检出来了 他们三兄弟的牙齿 都掉了几颗 看着很惨 但都没有致命伤 王老虎的婆娘 只是脸肿 牙齿松动等问题 伤势更轻 当然 王老虎被砖头砸中了脸 鼻鼓断裂了 脑震荡也少不了 这是刚才他抽出的主要原因 但王老虎也硬气 清醒之后 也不打算报警 对着肖兴云放了一句狠话 二宝 你等着 今天这事咱们没完 不弄思念 我们兄弟以后就给你信 随后 就让人 把自己送到了县城医院检查治疗 他觉得脑袋又疼又晕 还想呕吐 肯定伤得不轻 呵呵 跟我信 老子可不认 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惊喜 看着狼狈离开的王家兄弟几人 王建国偏袒自家侄子的话说早了 此时也没脸再改口 只好黑着一张脸 趁着混乱 悄悄溜走了 围观的人 也渐渐散开 不过 也有和他们一家亲近的村民 好心的提醒几句 二宝 以后你要小心王老虎几兄弟的报复 他们心狠手辣 听说以前真在海上杀过人 幸好再过两天 今年的休于期到了 在下次开海之前 希望你们两家能够化解矛盾 不然以后出海打鱼 真的很危险 听到大家都这么说 萧行云才担心起家人的安全 他自己倒不害怕 谢谢大家的提醒 我们一家子会注意的 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萧行云关上大门 看到父亲萧富贵用颤抖的手 点燃一根香烟 愁眉苦脸 唉声叹气 哎 早知道会遇到这样的倒霉事 今天就不出海打鱼了 缠上了王老虎的两张年王子 他竟然找我要两万块的赔偿 太黑心了 到市场上买两张百米长的新年王 也不过几百块钱 我当时开船 要是再小心一点 多观察一下海面 也不会发生这事 都怪我 哥哥萧行军 愤怒地说道 爸 你别自责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王老虎那些人 看到我们的拖网渔船过来了 故意拦在我们前面的 不管我们怎么躲 都会缠住他们的年王 母亲陈秀之同样担忧 我们都知道 是王老虎兄弟几个找事 想勒索我们两万块 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今天二宝把他们打跑了 但以后在海上打鱼遇到他们 又该怎么办 一家子愁眉苦脸 显然被王老虎的威胁言语 吓到了 萧行云表面上劝道 你们别愁 等他们出院了 我去找王老虎几兄弟聊聊 化解恩怨 心中却在想 化解他妹 等过了众人的怀疑期 我把他们三兄弟彻底化掉 永远也找不到的那种 啊 你把他们兄弟几个 打得这么惨 能化解吗 相信我 肯定可以的 萧行云笑容灿烂 笑得像一个好人 萧行云希望王老虎一家人 最近安分一点 死的时候 也能少点痛苦 不然 他可控制不住海蛇分身的暴躁杀意 海蛇嘛 没人性的 内心狠毒一点 也很合理吧 第五章 海边钓鱼 第五章海边钓鱼 今天发生太多事 天黑之后 萧行云一家人 随便吃了点东西 便各怀心事的睡觉休息 萧行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自己竟然得到一条海蛇分身 简直太离谱了 白天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没时间细想 现在仔细一想 这种奇遇的几率 比中彩票投奖 还稀罕一万倍啊 想中彩票投奖 只要找主任 当然 也可以把所有排列组合买一遍 但拥有一条海蛇分身的事情 却闻所未闻 好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 利用海蛇分身 可以帮自己做点什么事情呢 帮自己寻找大海里的鱼群 你这条海蛇的体型 在沿海水域还能自保 如果到了近海或者远海 随便遇到一条鲨鱼或者鲸鱼 都有可能沦为食物 它的毒性虽然很强 但体型太小 还不到一米 如果能够再长大一些 长到几十米或者一百多米的样子 那就安全多 萧行云在心里胡思乱想着 打开手机 用智能识图功能 搜索白天拍到的那条海蛇分身照片 只搜到一些相似的海蛇照片 没有任何一种海蛇和它一模一样 这是一条变异海蛇 或者是未曾发现的海蛇新种类 它怎么混进了海扇里面 是不小心混入的 还是别人故意放进去的 这家酒楼最著名的几个招牌菜 主要食材都是海扇 所以才会高价收购野生海扇 那一池子野生海扇 有很多渔民送来的 萧行云白天过去的时候 就送了三条一斤多重的海扇 想要调查那条海蛇 怎么混进来的 恐怕很难 再加上海鲜酒楼的老板遭遇车祸 仍在医院抢救 这里面的事情 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萧行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天亮的时候 他被一阵强烈的饥饿感唤醒的 不是本体饥饿 是海里的那条海蛇 分身饿了 昨天吃了那么多小鱼小虾 当时撑得都油不动了 咋这么快就饿了 消化速度也太快了吧 海蛇的视力不好 只能看到十几米外的影像 但是他的感知感官变不全身 萧行云这个海蛇分身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特别是尾巴 就像是第二个视觉系统 可以清晰地感知 周围方圆上百米的区域 甚至更远的区域 一条小石斑鱼 躲在石头后面 正准备伏击一只路过的鸣虾 却不知道自己的踪迹 已经被远处的海蛇锁定 海蛇游动的时候 悄无声息 看上去丝滑顺爽 当小石斑鱼咬住那只鸣虾 正准备享受今天的早餐时 却觉得光线一暗 一张大嘴已经咬在自己脑袋上 黑暗降临 小石斑鱼拼命挣扎 可是转瞬之间就全身麻痹 任由海蛇摆布 海蛇咬住小石斑鱼的脑袋 脑袋和身体随之膨胀 以惊人的速度 把这条比他身体粗两三倍的石斑鱼 吞进腹中 微宝的感觉 让海蛇分身 不像刚才那么暴躁 萧行云也松了一口气 萧行云一心二用 海蛇分身寻找下一个猎物时 他起床洗漱 院子里 大哥萧行君正在活动身体 昨天挨打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疼痛 可是睡了一夜之后 却觉得身上哪里都是疼的 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尽 大哥 别硬撑 等会吃完早饭 带上爸妈 一起去县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了 别花那冤枉钱了 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 就是肋骨那里疼 最多有点炼 但肯定没断 萧行云暗暗叹口气 拿大哥没办法 他和父母一样 极为节俭 什么钱都舍不得花 母亲正在烧饭 父亲消负贵负着腰 皱着眉头从厕所里出来 倔强的不喊一句疼 似乎听到了他们哥俩 在院子里的谈话 说道 不用去医院 今天还要把拖网整理一下 上面馋的都是年网细线 一天也不一定能够清理完 母亲在厨房里说道 哎 明天就是休余期了 最后两天 却不能出海打鱼 这天气出海 说不定跑一天 就赚两三千 打鱼全看运气 能赚多少 谁也说不准 有时候一往下去 能赚三五万 有时候在海上折腾一天 也只能赚三五百 猛然听上去 似乎觉得渔民很赚钱 但是一年365天 去掉休余期 去掉台风暴雨天气 适合出海打鱼的时间 只有一百多天 一家几口人 全指望一艘十几米小渔船的收入 去掉渔船的折损费 维修费 加油费 一年能赚二十多万 就偷着乐吧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 一家四口人 每人收入只有五六万 扣除生活费 红白喜事 到手只会更少 等以后萧行君娶了媳妇 那就是五个人分这笔收入 如果萧行云娶了媳妇 那就是六个人分 如果兄弟轴里之间有了矛盾 那就得分家 新买一艘二十米左右的渔船 全套设备制办下来 至少小百万 萧行云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 也不再多说什么 早饭后 萧行云主动把昨天卖海鲜的钱 转给了母亲 既然今天没活 那我去钓鱼了 萧行云说着 就把鱼具搬到三轮摩托车上 母亲收拾着桌子上的碗筷 随口嘟囔一句 有活也没见你干多少 算了 懒得管你 注意安全 中午要是不回来吃饭 记得打个电话 知道了 萧行云说着 骑着摩托三轮 驶出了自家院子 村里几乎没有闲人 出海打鱼的人天 不亮就出去了 只有一些老人 或者不适合出海的妇人 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 或聊天 或做手工 平时见到萧行云 这些人很少主动打招呼 今天却不一样 二宝 听说你昨天把王老虎三兄弟 打得都住院了 真厉害 二宝 又去钓鱼啊 今天天气这么好 咋不开船出海打鱼啊 你不是考过驾驶证了吗 二宝 你行不行啊 钓鱼这么久 也没见你钓过几条值钱的大鱼 你邻居王哲 钓过一条野生大黄鱼 卖了两万多块钱呢 萧行云笑嘻嘻地回应几句 不管好话歹话都不生气 以前没钓上来值钱的大鱼 那是运气不好 绝不是技术不好 现在有了海蛇分身 运气也该爆棚了吧 萧行云所在的沙浦村 离海很近 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海边 避开游客最喜欢去的沙滩 以及海鲜贩子聚集的小码头 来到一处稍稍偏僻的防波堤 这里人少 只有十几个钓鱼了 海边钓鱼 海蛇分身就藏在附近的礁石缝隙里 身体上的鳞片颜色和周围的礁石类似 自带隐身效果 萧行云把鱼钩甩进海里 控制着海蛇分身把附近的鱼赶过来 如果赶不过来 再主动把鱼钩挪到有余的地方 这操作贼溜 这时候 邻居王哲带着鱼聚过来了 二宝你也来钓鱼啊 上次空眷 不是发誓在钓鱼就是小狗吗 王王 萧行云就回他两个字 现在说狠话没用 想要打脸 需要用事实说话 王哲大笑 不依不饶 哈哈 够狠 不过你真没有钓鱼天赋 再怎么努力也不行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听歌一句劝 换个爱好吧 小鸡鸡 你人挺好 可惜就是长了一张嘴 别喊我外号 我特么不小 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 你这是造谣 不幸咱们再比一次 我感觉最近又长大了 王哲急了 男人吗 这是绝不能忍 全身上下 只有嘴硬 你 吊鱼的时候 我懒得搭理你 王哲气坏了 决定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打败萧行云 让他闭嘴 这时候 萧行云的海蛇 分身把十几条黄翅鱼 赶到了鱼沟附近 鱼尔用的是沙残 是黄翅鱼的最爱食物之一 特殊的辛香味 他们哪能受得了啊 跑在最前面的一条黄翅鱼 望了背后 还有一条海蛇虎视眈眈 出于本能 瞬间把鱼尔吞了下去 第六章 老子又中鱼了 第六章 老子又中鱼了 萧行云 现在有两个视角 一个是海蛇视角 看到黄翅鱼吞了鱼尔 想要离开 却发现嘴上挂了一个东西 非常碍事 想要甩开 另一个视频 是本体视角 看到浮飘轻点几下 猛然沉了下去 沉了两三秒 才拉向一边 黄翅鱼发现 甩不开嘴里的钩子 开始使用蛮力 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哪里逃 你给我上来吧 萧行云两个视角 相互印证 知道已经稳了 用力扬肝 羞羞 没想到 这条黄翅鱼的力气还挺大 一股怪力传来 萧行云稳住之后 就没有多少劲了 保持节奏 迅速收线 水里的黄翅鱼 基本上放弃了反抗 很快就被萧行云拉出水面 王哲愕然 他还没有下钩 就看到萧行云中鱼了 心里不算是不可能的 二宝 这么快就中鱼了 还是一条大黄翅 今天走狗屎运了吧 要不要我帮你抄鱼 好啊 辛苦你了 萧行云也不给他客气 两人虽然经常互损 甚至偶尔会打一架 但毕竟是邻居 又是同龄人 属于狐朋狗友的关系 经常在一起喝酒 王哲拿起抄网 从鱼头方向 迎了上去 把这条大黄翅鱼 抄进网里 最少一斤半 这么大的野生黄翅鱼 非常少见 小点黄翅鱼 鱼贩子的收购价 一斤四十元左右 你这条 一斤最少得五六十元 黄翅鱼 一上手 王哲就估算出重量 酸溜溜的说道 这就是又怕兄弟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的表现之一 钓不着鱼的时候 会安慰你 偶尔也会嘲笑你 但你真钓着大鱼了 心里又酸溜溜的 恨不得你 当场被大鱼切线 萧行云把鱼扔进活水箱 哈哈 我经常往酒楼送海鲜 一斤半的黄翅口感最好 五六十元一斤收购 我都懒得搭理他们 如果送到酒楼 这么大的黄翅 最少一百元一斤 到了休余期 可能更贵 卧槽 真能卖出这么高的价 我被鱼贩子坑死了 王哲差点拍断大腿 他以前钓到的黄翅鱼 大多都被鱼贩子 以四十元一斤的价格收走了 萧行云重新上尔 把鱼钩扔进海里 随口安慰道 三四两种的小黄翅鱼 鱼贩子四十元左右一斤收购 也算合理 人家也要赚钱的吗 海鲜的价格也太乱了 一个地方一个价 我们这些渔民太苦了 捞找好鱼 大钱也被这些鱼贩子赚走 对了 你用的几号鱼钩 千佑的二号钩 本是随便试探一下鱼口 没想到这么快就中鱼了 太小了吧 平时我在这里钓鱼 最少用三号钩 要钓就钓大鱼 小鱼没意思 刚说到这里 就见萧行云的浮飘狂点几下子 瞬间消失不见了 好像又中鱼了 萧行云很快阳干 手上传来沉甸甸的感觉 只是稍稍用力 溜了几下 那条黄翅鱼就放弃了抵抗 这条比较小 半斤左右 萧行云看到鱼口咬得很正 根本不用超网 直接提了上来 王哲撇嘴道 钓这种小鱼没意思 一点也不刺激 更没有挑战感 你看我 直接用三号钩 如果钓上来一条大石斑 瞬间就能秒杀你 你牛逼 你清高 你了不起 哈哈 老子又中鱼了 在王哲惊恶的目光中 萧行云只用了十来分钟 就连续甩上来五条黄翅鱼 有大有小 就好像抄了黄翅鱼的老窝 一直想钓大鱼的王哲 浮飘半天没有动静 坐的位置都快长草了 你用的什么鱼啊 沙残 我他妈今天忘了买沙残 只买了一斤多活下 要不 你借我几条沙残 也让我开开张 你不是只想钓大鱼吗 忍不住了吧 沙残随便用 不过你要是钓不着 可别怪我 萧行云说着 把第六条黄翅鱼钓上来 鱼下的几条黄翅鱼 开始慌乱的逃散 游着游着 自己的小伙伴 有一大半都不见了 谁不害怕 连北达腰子 还能见到尸体呢 小伙伴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太恐怖了 惊恐之下 海蛇分身 也没办法把他们留在这里 转眼之间 鱼下的几条黄翅鱼 便逃离这片区域 此时 王哲才换好二号鱼钩 上了一条沙残鱼尔 扔到萧行云 刚才下沟的附近 嘿嘿 我就在旁边蹭蹭 不耽误 你钓鱼的 王哲舔着脸笑道 大海又不是我家的 你想在哪里钓都行 再说了 小黄是我钓烦了 我想钓大鱼了 萧行云说着 换上了更大的三号钩 抛向更远的一侧 反正那片区域没鱼了 随便他蹭 蹭进去也没事 王哲傻眼了 这是到哪样呢 嫌弃自己了 不过王哲脸皮厚 无所谓 萧行云不钓 自己一个人钓更爽 要是知道这片区域没鱼了 不知道王哲会咋想 萧行云的海蛇分身 早就通过感知水流动静 发现附近礁石底下的洞穴里 藏着一条大石斑鱼 六七斤重 萧行云的三号钩 串了一条沙残 直接扔到石斑鱼附近 拖现晃动 鱼尔从石斑鱼面前划过 可这条石斑鱼 像睡着了一样 看都不看 更别说张嘴吃饵了 来回试探几次 鱼尔在石斑鱼面前晃动 他就是不开口 难道石斑鱼不喜欢吃沙残 不可能啊 以前也用沙残钓 上来几条石斑鱼的 算了 再试一次 他要是不吃 我就换活下 刚想到这里 突然从礁石后面 窜出来一条河豚 一口把鱼尔吞进肚子 海蛇分身躲在一个安全的 礁石缝隙里 可以清楚地看到 鱼尔附近的所有情况 画面同步传输到 萧行云的本体 他看到浮飘 一下子沉进水里 不见了踪影 特么的 河豚吃狗也太猛了吧 但这玩意太小了 不值钱啊 萧行云心里抱怨着 提杆收线 刚开始发力 却感觉手中一清 鱼线被河豚切了 河豚的外号叫切线鱼 这个外号和王哲的外号一样 可不是浪得虚名 都是经过大量事实验证的 小河豚 切线了 是遇到大鱼了 还是挂底了 王哲在旁边幸灾乐祸的 都不是切得这么丝滑 萧行云说着重新绑了一个三号鱼钩 不过这一次 他换了活虾当鱼饵 把钩抛到了那条石斑鱼附近 活虾蹦跋得很欢事 在石斑鱼面前表演一套 嫂子摇 摇啊摇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缩在洞里的石斑鱼 终于探出了脑袋 对这条活泼可爱的小嫂子 哦不 对这条小活虾 露出一丝兴趣 正在这时 那条河豚又回来了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静直冲向活虾鱼饵 本来还犹豫不定 充满谨慎的石斑鱼 发现有竞争者 一下子急了 张口吞掉了 静在咫尺的活虾鱼饵 抢在河豚前面 吃掉了小嫂子 第七章 你人还怪好脸 第七章 你人还怪好脸 萧行云很兴奋 看着浮飘 从水面消失不见 就开始提杆收线 好久没钓到这么大的石斑鱼了 这种久违的沉淀手感 让他瞬间激动起来 中了 萧行云一边溜鱼收线 一边戏弄王哲 手机却在这时候响了 萧行云稳住石斑鱼的第一波反抗 抽空扫了一眼 放在活水箱旁边的手机屏幕 竟然是谢雨晴打来的 这下子 萧行云比钓到大石斑还兴奋 昨天存了谢雨晴的手机号码 没想到 他真打过来了 也没指望他以身相许 更没指望 他做牛做马 说几句真诚的感谢话 再随便发个三五千的红包 这事就算过去了 大家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生活习惯差距太大 或许能当个普通朋友 想追求这种附加千金 那可太难了 也就昨天那种特殊情况 能够让两人合情合理的亲密接触 萧行云正犹豫 先把这条鱼钓上来 还是先接电话 却感觉到一阵猛烈的拉扯感之后 挣扎消失了 想往上拉 纹丝不动 松开一些 却没有任何挣扎的反应 哈 挂底了 王哲幸灾乐祸的问道 萧行云通过海蛇分身 已经看到了水里的情况 表情轻松的笑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大鱼只是钻洞里了 王哲也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只给出钓鱼老 都懂得处理方案 那你弹线事实可能把鱼弹出来 不急 先让鱼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萧行云让海蛇分身 盯着水底的那条石斑鱼 刚好趁着时间接个电话 躲进洞穴里 瑟瑟发抖的石斑鱼 你人还怪好脸 神特么的缓解情绪 王哲差点被他气得情绪失控 不过转念一想 又不是自己的鱼 瞎操什么心啊 萧行云已经接通了电话 美女你好啊 身体没事了吧 谢谢关心 我没事了 刚才你在干什么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钓鱼呢 刚好有一条大鱼咬沟 还没拉上来 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啊 现在鱼呢 跑了吗 谢雨晴也是一个资深钓鱼爱好者 听到这事比萧行云还急呢 没跑 可能钻洞里了 等会我弹线 看看可能把它弹出来 这样就好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我加你微信了 你通过一下子 我有事和你在微信上说 好的 等一下就操作 拜拜 萧行云已经急不可耐的挂断电话 因为海蛇分身已经看到 那条上沟的石斑鱼 已经从洞穴里探出半个身子 正试探着逃跑 什么附加千金 什么富白貌美大长腿 在这一刻 都没有那条石斑鱼 更有吸引力 果然 刚丢下手机 鱼竿再次传来那种 让男人狩猎基因觉醒的挣扎拉扯感 这就是钓鱼老最为怀念的感觉 石斑鱼还想顾忌重施 钻回洞穴 但萧行云却不给他机会了 抬杆摇轮 腹部稳稳的顶住鱼竿 用了将近二十分钟 才一点一点的 把这条石斑鱼拉出水面 石斑鱼在水里力气很大 但只要把它拉出水面 它就没劲了 王哲基督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叫嚷道 卧槽 竟然是老虎斑 至少七八斤重 你小子运气太好了 嘿嘿 还行吧 萧行云把这条老虎斑 扔进活水箱之后 再也压制不住嘚瑟之意 拿起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发在钓鱼裙 老虎斑 发完照片之后 萧行云这才通过 谢雨晴的好友申请 她的昵称是 雨过天晴 备注好姓名之后 这才查看她的朋友圈 这是真正的附加千金 朋友圈里的动态 不是豪宅 就是名车游艇 偶尔还有慈善拍卖会之类的场面 关键是她 似乎没有炫耀的成分 只是记录生活日常 你的生活我的梦 太有钱了 萧行云羡慕之余 把刚拍的老虎斑照片发了过去 刚才就是这条老虎斑 大约七八斤重 总共耗费了二十分钟左右 才把她吊上来 谢雨晴不知道在忙什么 暂时没回信息 在此过程中 钓鱼群里已经炸锅 都是萧行云的消息提醒 就算在这个钓鱼群 老虎斑也是稀罕物 不但价格贵 更是高超钓鱼技术的象征 萧家二郎 我老婆得了一种怪病 全身臊痒 每天只能在床上活动 只有鲜活的老虎斑能救她 这样吧 你先告诉我垂掉位置 我帮你钓鱼 你再带着老虎斑到我家里 帮我老婆治病 告诉我准确位置 我想回家找妈妈 这个群里的钓鱼佬 他们的无耻程度 已经超出萧行云的想象 为了打听这个钓鱼点的位置 无所不用其极 萧行云懒得回复他们 上了活虾鱼饵之后 继续钓鱼 和你在一起钓鱼 老子的气韵都被你吸干了 不完了 我换个地方掉 王哲收了鱼杆 带着所有装备 骂骂咧咧的走了 萧行云乐得清静 钓鱼佬妈 越孤独越强大 在海蛇分身的帮助下 又钓上来几条黄翅鱼 和一条青斑 这时候 手机又响了 是海鲜酒楼的老板娘 刘继分打来的 小萧啊 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回酒楼了 你把翡翠手镯 给我送来吧 海鲜酒楼的老板娘 声音有些疲惫 轻微的沙哑感 让她比平时更加感性 萧行云先看一下时间 感觉快吃中午饭了 这才回答道 好啊 等一下就给你送过去 对了 我上午钓了一些鲜活的野生鱼 你看有需要的吗 可以 挂了电话 你把鱼货照片 从微信上发过来 好脸 萧行云说完 挂断电话 把照片发给了刘继分 刘继分精神一阵 惊讶到 哇 不错呀 有老虎斑和青斑 还有十几条黄翅鱼 石斑与我全收了 黄翅鱼半斤以下的不要 半斤以上的全收 价格你放心 比那些鱼贩子高多了 谢谢老板娘 咱们这么熟了 你的良心那么大 我肯定相信你 你最好说的 只是良心 你看看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这么小好没的 第八章 再给你们一次 重组语言的机会 第八章 再给你们一次 重组语言的机会 沙浦村离海滨县城 只有十几公里 萧行云骑着摩托三轮 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 原来海滨县是个小镇 经过一段时间的旅游开发 和房地产开发 就莫名其妙成了县 当地的渔民 大多还是在自己的村子建房子 因为离海近 方便出海打鱼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村里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女方就看不上自建房 不管平时住不住 必须从县城买一套商品房 才考虑结婚 于是海滨县的房价 从最初的两千多元一平方 涨到今天的一万元一平方 萧行云的父母 平时省吃俭用 就是因为给两个儿子 在县城里买了两套房子 平时还房贷 压力山大 快到城边的时候 萧行云发现 摩托三轮快没油了 只好拐到附近的加油站 萧行云把摩托三轮停稳后 问道 92号汽油什么价 加油工是个40多岁的妇女 不耐烦地说道 八元一升 油箱盖子快点打开 别耽误事 现在的油价咋这么贵 萧行云随口抱怨一句 已经把油箱盖打开 这个中年妇女 不知道是亲起来了 还是更年七到了 一下子爆发了 油价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我们尤其很难的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吧 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你特么有病吧 老子是消费者 调侃一下 价格怎么了 你吼个毛线 对不起先生 李大姐家里出了点事 心情不好 她不是有意的 旁边冲过来一个年轻点的工作人员 一边对萧行云道歉 一边把中年女人拉走了 懒得跟他计较 赶紧加油吧 萧行云急着送鱼呢 不想把事情闹大 综身150的油箱是13 加到90块钱 油箱就满了 付钱走人 很快就到达一品鲜酒楼 刘继分正忙着招呼客人 其实酒楼有前台收银人员 也有一个大堂经理 他不用出面忙活的 可能只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老板娘 忙着呢 萧行云抱着火水箱 进入饭店大厅 刘继分迎过去 露出一丝期待 小萧来了呀 你先把翡翠手镯给我 咱们等一下再看海鲜 萧行云放下火水箱 从口袋里掏出翡翠手镯 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 诺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对对 就是这个 老板娘说着 重新带回手腕上 为了捞这个手镯 我差点被垫死 还有 海扇池里 怎么混了一条毒蛇 这是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我也不知道 那池子海扇 有很多渔民和海鲜贩子送来的 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出面收购的 他在昏迷着呢 想问也没有办法 车祸这么严重 交警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交警说 对方大货车刹车失灵 负全部责任 我老公太倒霉了 等红灯的时候 这辆大货车 竟然从后面直接撞了上去 随行员工开着装满食材的小货车 在我老公的汽车前面 我老公的本田 当场就撞别了 医生说 就算我老公能保住命 也是终身瘫痪 甚至是植物人 听到这个消息 萧行云也不好意思 在追究海扇池里 混入海蛇的事情了 至于被垫的事情 看老板娘兄大无脑的样子 一时半会也掰扯不清 再说 他也不是故意的 在事情发生之后 曾努力施救 把自己从鱼池里拖了出来 可谓恩重如山 就算当时两座山变形了 也不能抹出他的功绩 又是海蛇 又是车祸 我总感觉这是太巧了 你要当心一些 如果感觉哪里不对劲 尽早报警 出于好心 萧行云提醒了一句 啊 我和我老公 一直安分守己地做生意 也没得罪人吧 就算得罪人 也不可能把我们往死里搞吧 可能是我想多了 没有最好 你别介意 好了 看看我今天钓的鱼吧 萧行云说着 打开了活水箱 由于配有氧气泵 活水箱里的鱼 一个个都很精神 老板娘已经看过鱼货的照片 也没有废话 直接让员工过来称重 老虎搬七斤三两 按现在的市场价收购 给你二百元一斤 轻搬三斤五两 美金八十元 半斤以下的黄翅鱼 一斤四十元左右 半斤以上的黄翅鱼 一斤六十元 那条一斤多的贵了些 美金一百出头的样子 放在一起称重 总共九斤 给你按美金七十元的均价 你看怎么样 萧行云点点头 这个均价很好 比自己想象中更高一点 说明老板娘还是讲交情的 也不枉自己 为他出生入死的捞手镯 行 就按你说的价格算钱吧 萧行云爽快答应道 老虎搬一千四百六十元 青搬二百八十元 黄翅鱼六百三十元 总共两千三百七十元 老规矩 给你微信转账 注意查收一下 转账的时候 刘继分给他凑了一个整 赚了两千四百元 打捞手镯的一千块钱 在萧行云下水之前 就转账支付过了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大气 萧行云秒收 嘴里的客气话也是不能少的 刘继分笑道 以后有好的海鲜 记得先联系我 我不会亏待你的 对了 最近我店里急缺野生海扇 高于市场价收购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有货 可以直接给我送过来 后厨小院里的野生海扇全 被垫死了 是啊 全死了 一条没剩 现在几个最赚钱的招牌菜 缺少关键食材 可把我筹坏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如果再逮着野生海扇 全给你送过来 说完 萧行云抱着活水箱 离开一瓶仙酒楼 现在活水箱里 只剩下三条小黄翅鱼 每条只有三两多的样子 卖不掉算了 带回去自己吃 萧行云肚子饿得咕咕叫 虽然上午钓鱼收入两千多块 依然舍不得在附近的饭店 胡吃海喝 他经常说 父母和哥哥吝啬抠门 不舍得花钱 其实他也一样 刚好 母亲打来电话 让萧行云回家吃午饭 萧行云应了一声 骑上摩托三轮 返回沙普村 刚进院子停好车 父亲宵富贵 就过来打开活水箱 看到里面三条小黄翅鱼 嘴巴差点气歪 你跑出去一上午 就钓到三条小黄翅 加起来最多一斤 卖不到五十块钱 二宝 你这样不行啊 还不如跟我们一起修补鱼网 到了修鱼期 就到附近的海鲜罐头厂 或者造船厂找份零工 一个月至少也有三四千块钱 大哥萧行军也凑过来 看到萧行云的可怜鱼货 好心劝道 二宝 咱爸说的对 别钓鱼了 跟我进场打工吧 厂里我有熟人 只要肯加班 保你每月都能赚五千以上 萧行云亮出微信上的收款界面 萧章笑道 我再给你们一次重组语言的机会 看看这是什么 第九章 礁石滩钓十九宫 第九章礁石滩钓十九宫萧富贵和萧行军 看到手机上的转账界面 顿时惊呆了 什么 上午你赚了两千四百元 真的假的 你钓了多少鱼 能卖这么多钱 平时我们一家几口打鱼 运气好 一天也只能赚两三千块钱 也不怪他们不相信 因为萧行云以前钓鱼的战绩太差了 还时不时的空手而归 他们的惊呼声 把母亲陈秀之也引了过来 二宝 你钓鱼不是喜欢拍照片吗 你把上午鱼货的照片给我们看看 我们就相信你 母亲说道 诺 这是鱼货照片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你们应该知道 我这个人最诚实了 萧行云说着 打开手机相册 让他们查看 一家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嘴里嘖嘖撑起 你竟然钓到了七八斤重的黄皮老虎班 怪不得能赚这么多钱 光这一条老虎班 就值一千多了 青斑和黄翅也不错 加起来确实有两千多块钱 二宝今天的运气不错 吃饭的时候 咱们可以喝点小酒 庆祝一下 萧行云总算扬眉吐气一次了 不过吃饭的时候 他没有喝酒 我酒量太差 吃完午饭 还要骑摩托三轮出去钓鱼 查出酒驾 那就惨了 他不喝酒 父亲和哥哥也不劝 毕竟交警确实经常到渔村周边的路口查车 虽然以查外地车为主 但如果本地人碰上了查车 也只能自认倒霉 开了一瓶丹凤高亮酒 萧富贵和萧行军分着喝完了 常在海里打鱼的人 有喝酒驱寒的习惯 萧行云的饭量越来越大 像海蛇分身一样 消化也快 不到固定吃饭时间就饿得不行 连干三碗米饭 消灭几个炒菜 这才一抹嘴 转身变走 要注意安全 萧行云骑着摩托三轮赶往海边 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海蛇分身找到几条海扇 所以他才这么急着去钓鱼 这里是礁石滩 离昨天谢雨晴溺水的区域很近 萧行云到达海边 勘测下沟的地方 结果却不太理想 那几条海扇离岸边太远 想去掉它们 除非租条小船 不过这里的礁石太密集了 租条小船 也有可能撞交帆船 像昨天的谢雨晴那样 控制着海蛇分身 想把那些海扇赶过来 结果它们很凶 竟敢反抗 甚至主动攻击海蛇分身 海蛇分身的暴脾气 哪能容忍啊 一口咬在那条海扇脖子上 毒液注入它的身体 瞬间秒杀 好家伙 海蛇咬死的海扇 萧行云也不敢卖啊 如果顾客吃了 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 该怎么解释啊 虽说蛇毒遇到高温之后 会自动分解 但谁也不敢保证 能够彻底分解 除了事 谁都担待不起 再说 人家一品仙的老板娘 只收火海扇 死海扇他不收 算了 给你吃吧 我钓其他鱼 萧行云默默叹气 通过海蛇的感知能力 发现附近有很多石酒公 这鱼的价格也不低 炖汤尤其鲜美 直接换六号钩 用沙残做饵料 先试试鱼口怎么样 正准备抛肝 手机微信提示 影响了几下 萧行云拿出来一看 是谢雨情发来的 不好意思 上午一直在忙 忘了给你说正事 明天中午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饭 一是向你表达 救命之恩的感谢 二是还你衣服 地点暂时定在县里的 浪淘沙酒楼 明天上午 我会再和你确认 具体包厢号 谢雨情一连发了 三条语音消息 萧行云想了想 觉得感谢什么的 都无所谓 自己那一套 衣服得拿回来 毕竟是母亲给自己买的 花了一百多块钱呢 好啊 那就明天中午见了 萧行云回了一条语音 答应下来 明天见 谢雨情回了一个 可爱的表情图片 顺便看了一下钓鱼群 自己的消息很多 已经被其他聊天记录冲掉了 不过 还有二十多个群友不死心 向他申请添加好友 询问钓老虎般的具体位置 萧行云盖部理会 不是他自私 这是很多钓友的习惯 不是关系好的朋友 分享这些钓鱼点 不但没有好处 还会惹来一堆麻烦 你钓到大鱼了 陌生的钓友问地址 你告诉他了 他一路询问 一路折腾 总共找到地方了 可是他掉了一天 毛线都没掉上来 脾气不好的 可能当场就骂你不是个东西 告诉他假地址 浪费一天的时间 如果遇到脾气好点的 也有可能在群里阴阳怪气 说你虚伪 嘴里面一句真话 得嘞 浪费这么多时间 告诉人家地址 结果 却落得里外不是人 萧行云放下手机 根据海蛇分身传来的信息 把钩抛到几条 稍大一些的石九宫附近 石九宫又名是狗鱼 有的地方也叫石翁鱼 模样丑陋 背上有毒刺 如果被他扎到 往往痛不欲生 石九宫 听村里的老人说 他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 五年的鱼鳞 只能长到半斤左右 所以在海边 能够钓到半斤以上的石九宫 就算是大鱼了 萧行云听说 有人钓到一斤多的石九宫 但他没见到过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吹牛 鲜活的石九宫 三两只半斤的体型 市场每斤七八十元左右 如果半斤以上 每斤一百多元 海鲜的价格 一直是变化浮动的 时间不同 地方不同 价格也不同 所以价格只是一个参考范围 不用太计较 就像野生大黄鱼 七斤以上的重量 现在的价格六千多一斤 而几十年前 大黄鱼的最低价格 只需要七分 鱼民卖不掉 自己又吃不完 只能用来喂鸭子喂猪 这时候 萧行云的鱼竿猛然一顿 浮飘一下子就从水面消失 他精神一阵 用力扬肝 正准备摇轮收线 却感觉手中一清 切线了 卧槽 这里的十九弓崖口 也太锋利了吧 萧行云当时就火了 子线用的是三的碳线都秒切 还有天理吗 幸好只是用单钩试试鱼口 还没换串钩 不然就更肉疼了 萧行云控制着海蛇分身 游了过来 想看清水底下的情况 结果 却看到两条大河豚 正在自己刚才下沟的地方游荡呢 破案了 真相只有一个 刚才秒切自己子线的罪魁祸首 可能是这两条大河豚 心仇就恨 顿时涌上心头 萧行云决定不钓十九弓 也要先把这两条河豚钓上来 不用穿钩了 直接换上三钩组 这是专门钩河豚的钩组 上鱼率非常高 此刻 萧行云身后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胖子 身上携带全套的钓鱼装备 语气不善地喊道 你特么换个地方钓 你现在坐的位置 是我的专属钓位 眼瞎了是不 萧行云愕然 转头瞪着这个陌生的大胖子 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 上来就骂人 第十章 别 这只是一点小误会 第十章别 这只是一点小误会 这里是海边的礁石滩 每天钓鱼的时候 谁先来就是谁的 什么时候有专属钓位了 钓个鱼 还这么大火气 一句人话都不会说 绝对欠仇 萧行云那脾气和海蛇越来越像 暴躁着呢 你他妈谁啊 乃是你的专属钓位 这是大海 不是你家的黑坑 你屁股底下的石头上面 刻着我的名字呢 这些天鹅一直在这里钓鱼 你说是不是我的专属钓位 萧行云站了起来 看到所做的地方 确实刻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名字 你叫贺强 听着有点耳熟啊 不过那又怎样 这个位置 今天归我了 不服你咬我啊 说着 萧行云把鱼竿收起 放到一边 大步走到贺强面前 一米八的强壮体型 在高高胖胖的贺强面前 丝毫不落下风 嘿 色莲墨 敢在老子面前嚣张 我弄死你 贺强大怒 扔掉手中的装备 一拳打向萧行云的面颊 他这一拳又快又准 像是练过的 但是萧行云的反应像蛇一样 越来越灵敏 轻轻侧头 就避开了这一拳 手臂借势猛靠 同时腿在他身后一半 传统功夫中的铁扇靠 被他不经意间用出 扑通 贺强这么重的体型 瞬间摔在地上 疼得他叉了气 哼哼半天都没起来 传统功夫中 有很多招式都能一招致敌 萧行云上学的时候 没好好学习文化课 但是偷家里的钱学习功夫 那可是认真的 等贺强缓过一口气的时候 萧行云才踩在他的胸口 劈头盖脸 抽了两巴掌 说吧 为什么主动挑逝 萧行云目光凶残 像毒蛇一样 盯着贺强的眼睛 贺强眼神闪躲 又恨又怕 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 我没有挑逝 只是看你占了我的位置 我恼怒之下 说了几句难听的话 啪啪 又是两巴掌 把贺强的脸都抽中了 不说实话是吧 趁这回没有人 你说我要是把你 萧行云说着 目光扫过礁石杂乱的大海 别别 这只是一点小误会 不至于闹出人命 贺强被萧行云的凶残眼神吓坏了 被他盯着 就像被一条毒蛇盯着一样 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说的话 后果自负 萧行云说着 掐住他的脖子 试了一下手感 自从得到海蛇分身 不但反应速度变快很多 力量也神奇地增加很多 贺强这样的大胖子 掐着他的脖子 都能轻松地揪起来 不 别把我扔海里 我说 我说还不成吗 贺强吓坏了 疯狂地挣扎 但是他一向自负力大如牛 但在此时 却挣不开萧行云的手掌 萧行云已经把贺强 拖到海边的一块礁石上 只要往下面一扔 就能扔进海里 这块礁石里海面 至少三四米高 如果扔下去 先不说浪子有多大 就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礁石 就足以要了贺强的命 此时萧行云也不说话 只是目光阴森地盯着贺强 等着他的解释 似乎解释不清楚 萧行云随时都会把贺强扔下去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那种 这种表情 萧行云不知道有多可怕 但贺强这种三十多岁的老混子 都吓得快尿裤子了 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是王老虎让我过来找你麻烦的 他知道我练过伞打 也在大城市混过 说 只要教训你一顿 就给我五千块钱 那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还在钓鱼的位置 提前刻上名字 我是西港村的人 本就喜欢钓鱼 每个钓鱼的地方都写了几个名字 看谁不顺眼就找对方麻烦 也是巧了 刚到这里就看到 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就想完成王老虎的委托 妖兽啊 你这人真是坏透了 滚远点 以后再见你欺负别人 我就欺负你 萧行云说着 把他扔到一边 这笔账 先记在王老虎的身上 贺强这种人 等打听清楚他的底细 再决定怎么收拾他 贺强沉默了 自己这种恶霸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 简直不把自己当人啊 刚才动手的时候 自己怎么输的 都没看明白 输得太憋屈了 肯定是自己大意了 等有机会 一定再找萧行云打一次 凭自己的实战能力 不可能输的 不过 他今天真是来钓鱼的 搓了搓被打肿的脸 收拾钓具 坐到离萧行云十几米的位置 开始钓鱼 此时 萧行云已经绑好了 专门钓河豚的串钩 串钩的形状像船毛一样 在串钩上不用挂耳料 它的作用 只是起到物理强弓的外挂作用 在串钩上面几厘米的地方 还有一个大钩 这个钩上挂满虾肉耳料 它才是吸引 河豚过来的关键 只要河豚吃虾肉鱼耳 浮飘往下一沉 就可以抬肝 不管它吃了多少耳 吞不吞耳勾 都无所谓 只要往上一抬肝 这些毛型串钩 就能把它勾住 其实在串钩上挂咸紫肉更合适 只是萧行云没有提前准备 只能用虾肉临时替代一下 借助海蛇分身的视角 萧行云把钩子扔到河豚附近 离它们只有十几厘米 也不用怎么拖动 一只肥瘦的河豚主动冲了过来 它也不知道饿了多少 一丝戒背心都没有 张口就咬大钩上面的虾肉鱼耳 萧行云看到浮飘一沉 立即抬肝 沉甸甸甸的手感 传来了剧烈的挣扎 但是海蛇分身的视角 看得很清楚 下面的毛型串钩 已经挂住了这条大河豚的肚皮 挂得极为结实 萧行云根本不惯着它 用力抬肝 直接把它飞了上来 一条两斤左右的刺臀 稳稳上岸 被萧行云扔进了活水箱 如果是脊梁的小河豚 人见人烦 吊上来也只能扔回海里 但是超过一斤 价格就比较可观了 我本想勾使九宫 是你们自己做死 那可怪不得我 萧行云说着 扫一眼鱼耳 几乎没有损耗 什么都不用动 扔回原处 那里还有一条体型类似的河豚 正在寻找萧诗的爱人 当挂满虾肉的鱼钩 出现在河豚的面前时 他化悲愤为食量 扑上去就啃 并没有从萧诗的爱人那里 得到任何历史经验教训 萧行云用同样的手法 把这条河豚钓上来 从他嘴里 发现刚才被切的鱼钩 这个千佑六号钩 但买几毛钱一个呢 必须掏出来 而萧行云那里 却连上两条大河豚 大河豚 难不成这里有很多河豚 要不 我也换穿钩钓河豚 说干就干 他立即抬杆 绑上了专门钓河豚的串钩 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上面的大钩挂满鱼耳 却见萧行云把串钩 换回了小点的鱼钩 当然 也不算小 千佑六号钩 准备清理礁石堆里 半斤左右的十九弓 贺强傻眼了 不知道萧行云闹哪样 换来换去的 也不知道他想勾什么 老子不信这个鞋 也要勾上来两条大河豚 在气势上压过你 贺强心里憋着一口气 想在萧行云这里讨回面子 第十一章 爆干了 第十一章爆干了 贺强憋着一肚子气 换了串钩 想掉河豚 结果自己的浮飘 还是半天没动静 反而萧行云那边 已经连续调上来 十几条半斤左右的十九弓 十九弓无恙丑 背上还有毒刺 但味道极为鲜美 价格也不便宜 卧槽 连续调上来 十几条半斤左右的十九弓辽 运气太逆天了 以现在的鱼价 至少能赚千把快 贺强献目的眼珠子都红了 他没想到 萧行云不但打架厉害 还是个钓鱼高手 本着偷学本事的心态 贺强干脆不看自己的浮飘了 扭着脖子 一直悄悄观望萧行云 看他怎么钓鱼 只见萧行云东 抛一杆子 吸抛一杆子 看似没有章法 但是却犹如神柱 几乎都是刚把鱼钩扔进水里 就抬杆 抬杆就上鱼 半斤左右的十九弓 几乎不用怎么溜鱼 向征信的抬杆收线 就能把他们勾上来 连用超网的几率都不高 简直神一样的钓鱼技能 这小子不可能在水底下 长了一双眼睛吧 直哪吊啊 太特么离谱了 贺强越想越不适滋味 掏出一包软中华 凑到萧星云面前 给他让了一根 老弟啊 刚才是我不对 再次向你道歉 以后我保证再也不找你麻烦了 来 抽根滑子 咱们讲和 恩怨一笔勾销 行啊 能讲和最好 不然你找我麻烦 我还得抽你 萧星云接了烟 并没有让他点燃 只是夹在耳朵上 萧星云抽烟 但是烟影不大 再说 刚狠狠收拾过贺强 鬼知道他在烟里 做没做手脚 出门在外 小心尾上 贺强心中愤恨 表面上却只能善笑道 哼 肯定讲和 那啥你这片鱼口很好啊 打窝了吗 海钓打什么窝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哇 又中鱼了 萧星云说着 再次抬杆 拉上来一条半斤左右的十九弓 贺强听傻了 有手就行 萧星云嘲笑自己无能 嘲笑自己没手吗 简直欺人太甚 今天自己一定要多钓几条大鱼 让他刮目相看 正在这时 突然听到自己的钓鱼位置 传来一阵异响 转头一看 顿时焦急万分地跑过去 妖兽啊 怎么这时候咬勾了 老子忘了固定钓杆 卧槽 我的钓杆啊 一阵经典的地方国粹 夹杂着贺强肉痛的声音 他的钓杆被一条大鱼拖进了海里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天地良心 这是和萧星云的海蛇分身无关 只是贺强的运气不好 附近的钓鱼老 看到这个场面 顿时发出奇怪的惊呼声 充满了幸灾乐祸 哦 鱼杆被鱼拖走了 这家伙也太倒霉了 哈哈 离开居然不拴房尸手绳 这货的心也太大了吧 可惜了 好像是打一瓦的杆子 一万多块呢 贺强骂骂咧咧 拨打电话 找专业水鬼 打捞钓鱼杆 在附近的海域 请水鬼打捞钓鱼杆 一般百元起步 不管捞没捞到 跑一趟就得给钱 捞到之后 根据打捞难易情况 则需要支付两三百元 一般的便宜鱼杆 丢就丢了 但这种上万的鱼杆 被鱼拖进海里之后 很多人都会肉疼 想试一试运气 万一打捞上来了 这小几百的打捞费 就不值一提了 萧行云不为所动 继续狂钓十九弓 上鱼速度 把附近十几个钓鱼老 都吸引过来 后生仔 你这上鱼速度太快了吧 用的什么够 什么二 什么干 基钓还用浮漂啊 你看得清楚吗 钓十九弓用根钓法不香吗 这帮人围过来 问的问题五花八门 萧行云稍稍分神 就被一条十九弓钻进石头缝里 不仅仅是钻洞 同时也挂底了 无奈之下 只好切线 重新换了一个鱼钩 小小 最近钓鱼技术见证啊 我坐在你旁边 没问题吧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拿着鱼锯 已经坐在萧行云身边 老人头发花白 却精神绝朔 满面红光 眼神明亮而深邃 仿佛能洞察人心 身材瘦高 举手投足间 都充满了奇特的力量 萧行云对老人非常客气 笑道 哟 是赵老爷子啊 您随意 大海是国家的 只要有位置 坐哪都成 话是这么说 如果是个陌生人 一声不响地坐在他身边钓鱼 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如果说几句客气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吗 像贺强那样的 上来就骂人 除了挨打 没有别的结果 最最重要的是 赵老爷子名为赵长空 祖籍河北 擅长八级拳和行义拳 在县城开了一家武馆 萧行云的那点功夫底子 就是在赵老爷子的武馆里学到的 当然 负责传授学员功夫的教练 只是赵老爷子的徒弟 只教一些基本功和皮毛知识 真正的看家本事 萧行云这种弟子 是没资格学习的 萧行云的打斗本事 一半是在武馆学来的 另一半是街头打架练出来的 萧行云和赵长空在武馆的时候 只算是面熟 见面能够打个招呼 真正熟悉起来 却是在萧行云离开武馆 在海边钓鱼的时候 赵老爷子抽根滑子 萧行云把刚才贺强让给自己的烟 递给了赵长空 赵长空接过烟 放在鼻子前嗅了一口 笑道 小萧最近生活水准上去了吗 改抽阮中滑了 萧行云诚实地解释道 我没有烟烟 偶尔买包灰狼就不错了 哪里抽得起阮中滑啊 这个是别人给的 两人说说笑笑 继续钓鱼 萧行云鱼口不断 赵长空跟着他抛肝 鱼钩落点相距很近 竟然也钓上来不少十九弓 萧行云用的六号钩 专挑大鱼钓 而赵长空则没有讲究 大小都要 只要上鱼 他就高兴 又种鱼了 萧行云习惯性地抬肝 却没有抬起来 一股距离传来 差点把它拉进海里 卧槽 这是什么鱼 好大的剑 谢力伦传来不堪重负的 嘴嘴声 整个鱼竿变成了弓形 萧行云双手握肝 顶在小腹上 想要稳住这条鱼的第一波反击 根本来不及用海蛇分身查看 这是一条什么鱼 就听 咔嚓一声 手里的鱼竿断成几节 附近围观的人 出于本能 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哈哈 爆肝了 用两百多块的光威肝子 还想钓这么大的鱼 逮梦了 笑声最大的人 就是贺强 萧行云如刀子一般的目光 落在贺强的脸上 贺强的笑声戛然而止 像只被人掐住脖子的鸭子 第十二章 大海卢 第十二章 大海卢贺强被萧行云瞪了一眼 第一感觉就是 挤背发麻 心中恐惧 随后却生起了愤怒和憋屈感 自己这样的嚣张恶霸 村里人都不敢惹 怎么会怕萧行云这样的小屁孩 太丢脸了 不行 以后一定找他再打一架 只有打赢他 才能驱除内心的恐惧和憋屈 萧行云没有再打贺强的意思 只是拍着大腿 早知道如此 老子就吃重资买一条好点的鱼竿了 小肖 你感觉是啥鱼 石斑鱼 赵长空好奇地问道 不清楚啊 挣扎得太猛了 还没来得及体验手感 鱼竿就爆了 萧行云回答着 已经命令海蛇 分身顺着鱼竿的拖动痕迹 寻找那条逃掉的大鱼 很快 海蛇分身就找到了那条大鱼 认出来是一条海卢鱼 看体型大约有二十多斤 因为鱼线和鱼竿缠在礁石上 正在退潮 那些礁石已经渐渐露出水面 萧行云仔细观察位置 寻找可以通过的路线 在海蛇分身的帮助下 萧行云很快就设计出一条 颇为安全的路线 可以到达海卢被缠绕的水中暗礁 不用游泳 但是身上的衣服 肯定是到骑胸的位置 赵老爷子 你帮我看一下东西 我到海里看看 可能把断掉的杆子捞上来 说不定上面的大鱼还没跑呢 萧行云说着 就把手机放在活水箱旁边 让赵长空帮忙看着 赵长空劝道 小萧 你别冲动 断掉的鱼竿又不值钱 上面的鱼说不定早跑了 下海冒险不值得 哎 来了一水鬼 你可以花钱 请他帮忙打捞 贺强叫的水鬼过来了 简单了解一下情况 确认价格之后 正准备下水打捞鱼竿 如果杆子没断 萧行云说不定就找水鬼帮忙打捞 但是杆子断了 二十多斤的大海卢还在沟上 水鬼下去 也拉不动这样的大鱼 稍不留神 大海卢就会跑掉 所以萧行云没考虑找水鬼帮忙 说道 不用找水鬼 我也不有水 踩着暗胶 到里面看看 最多往水里走二十多米 看不到就回来 那行 你自己小心点 赵老爷子只是简单的劝了两句 大家都是成年人 做出什么决定 自己都要负责 萧行云穿上钓鱼专用救生衣 其实就是一个简易救生衣 可以提供少许福利 聊胜于无 带着抓鱼手套 等会抓着鱼线和海卢较劲 没有手套可不行 脚上穿着防滑鞋 这一点最为重要 不然滑腻的胶石 他可不敢踩 更怕光脚踩中海胆 泥猛鱼之类的 萧行云按照计划中的路线 缓缓下水时 水鬼穿上潜水装备 刚好经过他身边 萧老爹 你要打捞什么东西 我帮你捞 给你算便宜一点 你这么下水 太危险了 谢谢关心 我的断杆就在前面 我不去深水区 就在胶石滩附近溜达一下 趁着退潮 顺便摸几个螃蟹 那好吧 水鬼不再劝说 从另外一个礁石少的路线 钻进海水里 萧行云到达缠绕断杆的地方 海水刚到他的胸口 救生医给他提供一些福利 走着很轻松 断掉的鱼杆就在面前 但是主线缠在礁石上了 只能避气扶身下蹲 摸到没被缠绕的主线 轻轻一拉 如鱼瞬间警觉 开始挣扎 萧行云站起来 把鱼线缠绕在手套上 一点一点往自己身边拉 这条海卢二十多斤 力气很大 挣扎的时候 把萧行云拉得东倒西歪 海蛇分身游了过去 张开大嘴 对着海卢就咬 这迷之动作 把正在挣扎的海卢搞猛了 出于本能反应 觉得这个细细长长的大家伙很危险 吓得掉头就跑 冲向萧行云的方向 这一瞬间 萧行云极为轻松 连续缠绕鱼线 很快就把这条海卢拉 到面前三米处 啪哒 啪哒 海卢仍在奋力挣扎 拍打水面 见起一朵朵浪花 站在岸上观望的钓鱼老 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条大鱼仍在沟上 本想看萧行云的笑话 没想到 笑话竟然是自己 卧槽 那条大鱼竟然还没有脱钩 看着像海卢 至少有二十斤 小萧以前经常空倦 今天运气爆棚啊 不但钓了几十条十九弓 还钓到这条大海卢 断钓的鱼端钱 早就回来了 现在的海卢 二三十元一斤 这条很大 鱼贩子一般一价收购 给他四十元一斤 也有可能 在众人羡慕 极度恨的议论中 萧行云一手抓住了海卢鱼的头 另一只手抱住他的尾巴 有惊无险的上岸了 二十多斤的海卢鱼 在水里的力气极大 像牛犊子一样 能把萧行云拉得东倒西歪 但是抱上岸之后 他就老实了 几乎放弃了挣扎 哈哈 运气不错 把他抓上来了 赵老爷子 帮我拍几张照片 萧行云抱着这条大海卢 换了几个姿势 让人帮自己拍照片 大海卢 钓上大鱼不显摆 犹如锦衣夜行 全身不得近 赵长空絮絮叨叨地抱怨道 你小子 真够拼的 行了 拍了好多张 够你炫耀的了 还有 你的活水箱都满了 位置让给我吧 我的鱼箱还空着呢 行 你坐我原来的位置吧 退潮水浑了 鱼就不容易张口 就算鱼干没断 我也要离开了 萧行云换好衣服 用手机对着活水箱里的 鱼货拍了几张照片 这才一起发到钓鱼群 今天运气不太好 鱼单爆了 只钓了这么一点鱼 就准备回家了 萧行云发完照片之后 还反尔赛地配了两句文案 差点把群里的钓鱼老酸死 小萧越来越不是东西了 钓了这么多鱼 居然还有脸说自己运气不好 你嘛 老子今天仍是空拒 我该说点啥 萧家二郎 你有两条狼金砖 往我家里了 我现在给你送过去 告诉我地址 我打回机过去 钓鱼群里的群友们 再次疯狂 不管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都在萧行云 甚至私发消息 天下钓友是一家 为了打听钓鱼地点 所用的套路极为相似 有人献计老婆 有人献计好烟 有人献计好酒 刚才连续萧行云几次的人 所说的狼金砖 是指七匹狼金砖中之 一千块钱一条 萧行云装完逼就跑 根本不回复群里的消息 骑着三轮车路过码头时 被几个鱼贩子拦住了 萧老弟 刚才你在钓鱼群里 发的鱼货照片吧 卖不卖 我高价收购 萧行云看了看天色 不想往城里跑了 于是打开水箱盖 让这几个鱼贩子看鱼 你们先开价吧 如果价格合适 就卖给你们 如果价格太低 我就卖给城里的饭店 萧行云说道 别看这几个鱼贩子很热情 一个个恨不得把鱼都抢走 但真开价的时候 却很吝啬 甚至联手压价 第十三章 黑心的鱼贩子 第十三章 黑心的鱼贩子 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鱼贩子 扫了一眼活水箱里的鱼货 眼中闪过一丝 狡猾精灵的光芒 这条大海卢不值钱 越大越不好卖 口感还不如三五斤的呢 现在普通海卢的市场 价二十元一斤 我也不押你价 也给你按二十元一斤算 这两条河豚更不值钱了 身上有毒 不好处理 卖不掉的话 只能砸在我自己手里 算了 我吃点亏 就当交个朋友 还是按二十元一斤的价格收购 和海卢一起称重 至于这些十九宫 体型还算凑合 什么半斤的 什么三四两的 都放在一起称 给你按四十元一斤收购 听到这个鱼贩子的报价 萧行云差点气笑 好久没和这些码头的鱼贩子 打交道了 没想到 他们比以前更黑了 自己家里有渔船 捕获普通鱼类 直接卖给这些码头的鱼贩子 一些稀少的珍贵海鲜 交给自己 卖给那些有实力 有幸运的酒楼饭店 从高中毕业至今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当地的海鲜价格 早被他摸得门清 码头收购价是多少 酒楼饭店收购是多少 海鲜市场的零售价 又是多少 眼前这伙奸商 开出的价格 连码头收购价都不如 你们开价真高 但我不想卖了 咱们可以再谈谈 几个鱼贩子急了 互相识眼色 想要坏人重新开价 没啥好谈 萧航云发动三轮摩托 一抿油门 嗡的一声 冲出鱼贩子的包围 美金再给你加五块钱 我们真不赚钱 这些鱼贩子 看到到嘴里的鸭子又飞走了 即得追了二三十米 看到萧星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才骂骂咧咧的停下 腰兽啊 都开这么高的价格了 还不卖给我们 脑壳有病 死不接 也不说一声多少钱才肯卖 我们也要赚钱的 不赚钱 全家吃沙子 算了算了 你们两个别骂了 刚才你们开的价格 也确实太离谱了 那小子我有点印象 家里有条小渔船 可能知道海鲜行情价格的 哇靠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没想到 你们开价这么低啊 我都没机会插嘴 萧星云看天色不早了 本不想往县城跑 不过被两才的 鱼贩子报价气着了 在半路上 就给一瓶仙酒楼的老板娘 留几分打电话 老板娘 大海卢和半斤左右的 十九宫要不要 都是活的 要 我要啊 老板娘一听 是鲜活的十九宫和大海卢 当然愿意收购 不知道为什么 平时有来往的海鲜贩子 自从他老公发生车祸之后 就不来店里都收野生海鲜了 现在店里的野生海鲜存货 用一点少一点 别说用量最大的野生海扇 连野生石斑鱼 十九宫之类的东西 都开始稀罕了 挂断电话 萧星云暗松一口气 如果一品鲜的老板娘不收 那还得给其他海鲜酒楼的 老板打电话 遇到不爽快的人 还得扯皮谈价 耽误自己吃晚饭的时间 现在的消化速度太快了 没到饭点呢 就饿得肚子 咕咕叫 海滨县城也是沿海而见 而且海景更好 也更安全 比沙浦村周边的 渔村环境好多了 二十分钟后 萧星云到达一品鲜酒楼 老板娘是个爽快人 确定鱼没问题 直接报价 普通野生海鲁三十元一斤 喜欢稀罕的东西 所以给你按五十元一斤收购 一千一百五十元 两条河豚体型不小 一共四斤 按一百二十元的市价收购 四百九十二元 半斤左右的十九宫很少见 连同里面不到半斤的 我混在一起收购 总共十九斤 给你按一百五十元一斤 两千八百五十元 三种鱼 加起来一共是四千四百九十二元 老规矩 给你微信转账 对于老板娘的报价 萧星云没有任何意义 非常公道 甚至超出心理预期 转眼间就收到老板娘 四千五百元的转账 他这种凑整的习惯非常好 萧星云希望 他能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大气 少在我这里平嘴 有好鱼再过来 我先去忙了 说着 他扭动西腰肥臀 开始忙碌酒楼里的事情 老板娘给的价格这么高 会亏本吗 这个念头 只在萧星云心里一闪而过 觉得自己脑子有病 才会这么想 扫一眼酒楼的特色海鲜推荐区 老板娘开始临时增加 菜名和价格 逆制野生河豚1688元 砂锅石翁豆腐汤998元 金的大海炉没有写在这里 但刚放下笔 老板娘就开始打电话 刘总呢 您预定的野生大海炉 今天到货了 足足23斤 非常罕见 我打听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抢到这么一条 好好 我这就给你安排 还是做八号包厢是吗 好家伙 就凭这三个月前的预定时间 和刘总的排面 这条鱼做好之后 不卖大几千 就对不起一品鲜酒楼的档次 萧行云暗暗扎舌 要说赚钱 还是这些海鲜酒楼赚钱啊 自己辛苦一下午 赚了四千五 感觉已经很牛批了 但在人家老板娘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啊 出了一品鲜酒楼的大门 天快黑了 没时间去鱼具店 挑选新钓杆了 萧行云决定先回家吃饭 明天中午和谢雨晴约饭之后 再挑选钓杆也不迟 正准备离开 一辆在路边 等待多时的白色保时捷卡宴 嘎吱一声 停在了摩托三轮旁边 驾驶尾的玻璃降下 一位模样普通 却带着迷之自信的青年 探出脑袋 对萧行云说道 我等你多时了 你就是萧行云吧 是啊 咋了 萧行云盯着这个青年 隐约记得 昨天接谢雨晴离开的时候 见过他 但不知道他的身份 离谢雨晴远一点 明知道他绝对看不上你 但我依然不喜欢别的男人 离他太近 这张银行卡上 有一万块钱 密码是六个六 明天他约你吃饭 你想办法拒绝 这钱就是你的 说完 模样普通的青年男子 像施舌乞丐一样 把手中的银行卡 扔到萧行云脚下 第十四章 你拿钱羞辱我 第十四章 你拿钱羞辱我 萧行云像看脑残一样 盯着模样普通的保时捷青年 你拿钱羞辱我 是又怎么样 你TM的脑子有病吧 既然选择用钱羞辱我 至少也得给个十万八万的吧 拿一万块钱 羞辱你麻痹呢 萧行云骂爽了 这才骑上摩托三轮 嗡的一声 扬长而去 傅不气被骂得狗血淋头 面红耳赤 他觉得一万块钱给的够多了 没想到 这个衣着寒酸 骑着破三轮摩托的青年渔民 竟然看不上这一万块 还反过来嘲讽自己 太气人了 刚才他被骂猛了 忘了回骂 现在越想越气 就想追上去骂萧行云几句 他猛踩油门 保时捷卡燕瞬间冲了出去 刚开始提速 却被他一个急杀 差点飘移甩尾 傅不气尴尬地把车倒回来 停在刚才的地方 仔细寻找刚才扔出去的银行卡 上面有一万块钱呢 扔了太心疼 别看他开着豪车 全身名牌 但每月的零花钱 都是父母给的 是固定金额 花一万少一万 他手里也不宽裕 不然 也不会干出拿一万块钱 羞辱萧行云的事情 等他坑坑痴痴找到银行卡 重新回到车上的时候 却发现萧行云早就不见了踪影 等你落到我手里 看我怎么收拾你 父母气无能狂怒 慢慢咧咧一阵子 这才掉头离开 萧行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个连钱都舍不得砸的杀雕妇二代 不足为虑 对方不让自己接近谢雨晴 老子偏不碎他心意 明天中午的饭局去订了 晚饭后 萧行云给家人涂了爹打药酒 让他们早点休息 身上有伤 又干了一天的活 早就累坏了 如果不是两套房子的贷款压力有点大 萧行云真不想让父母 再这样操劳下去 我今天赚了大几千块 如果每天都能保持这种收入 父母确实可以提前退休了 上午赚了2400元 下午赚了4500元 加起来总共是6900元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一天赚这么多钱 一天6900 一周69000 一个月就是69万 一年岂不是690万 赚这么多钱 还愁什么房贷啊 直接买一套海边别墅 再买一个豪华钓鱼艇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可惜 我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 萧行云在心里思索一阵 昏昏沉沉 便要进入梦乡 正在此时 却传来一阵星际 海蛇分身那边遭遇了危险 被一只七八十公分的狗鲨盯上了 狗鲨这玩一体型瘦长 像一条大号的海扇 只有两公斤左右 但极为凶残 白天躲在珊瑚或者礁石缝隙里 夜晚才出来狩猎 他的食谱很杂 鱼 虾 蟹 蛇都吃 此时发现萧行云的海蛇分身 竟然直接向他扑去 海蛇现在也只有七八十公分 体重比这条狗鲨还轻 正面厮杀 就算能赢 也会受伤 在狗鲨扑来的一瞬间 海蛇分身一个白尾 把水搅浑 趁机钻进旁边更小的石头缝隙中 可是狗鲨的嗅觉很灵 竟然直接追了过去 海蛇能钻进去的缝隙 他也能够钻进去 尖牙密布的大嘴 咬向海蛇的脑袋 如果被他咬中 脑袋肯定和身体分家 海蛇急了 以轻人的反应速度 避开了狗鲨的私咬 从右侧更小的缝隙钻了出去 钻出去 刚好能够看到狗鲨的尾巴 没有任何迟疑 海蛇张口就咬 咬中的一瞬间 毒液就注入了狗鲨的身体 而狗鲨正追着海蛇的尾巴咬 可海蛇的速度太快了 转眼就从石头缝隙里钻了出去 狗鲨也想从这个小缝隙钻出去 可惜脑袋太大了 一下子撞在石头上 那是一种遗传的本能 让他认知到海蛇的危险 被海蛇咬中将失去生命 如果是一般的海蛇 毒性发作很慢 但萧行云这个海蛇分身 明显是变异海蛇 只要被他咬中 剧毒瞬间就会发作 先是机体麻痹 随后便是死亡 狗鲨在石头缝隙中 翻起了肚皮 转眼就死掉了 海蛇分身重新钻进石头缝隙中 从头开始 一点一点 把这条狗鲨吞噬 萧行云都配付这条海蛇分身 明明那么瘦 却能吞噬比他自身粗两三倍的猎物 吞完之后 海蛇分身撑得动弹不了 老老实实缩在石头缝隙里 慢慢消化食物 萧行云暗骂世道艰难 连这条带有剧毒的海蛇 都差点活不下去 这是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外寡 萧行云真怕他被别的海洋生物吃掉 正因如此 才一直躲在沿海区域 没敢进入近海区域 更没敢进入远海区域 老子这个海蛇分身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萧行云带着期盼和幻想 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到天亮 听到父母收拾家务的动静 这才醒来 如果不是全身疼 今天真想出海打鱼 毕竟明天就是休于期了 算了 不去了 就我们一家子的身体情况 遇到鱼群 也没力气下脱网 更没力气收拾鱼祸 父母在院子里小声聊天的声音 萧行云听得很清楚 获得海蛇分身之后 身体的变化越来越大 不知什么时候 听觉也比以前敏锐许多 这种变化 越来越奇怪了 萧行云起床 活动一下身体 顺手打了几十拳法 那种急速的流畅感 让他惊喜万分 如果以前在武馆学拳的时候 我有这种天赋 说不定赵老爷子 会亲自教我拳法 甚至说我当官门弟子 当然 这种事情也只是想想 现在的萧行云 心思已经不在功夫上 一心只想搞钱 二宝 怎么不去钓鱼了 大哥萧行军洗漱完毕 看到萧行云坐在门口发呆 随口问了一句 钓杆断了 还没去买 上午就不出去了 萧行云话是这么说 其实是想抽时间 识对一下自己 里里发 呱呱胡茶 以最好的形象 去见谢雨晴 第十五章 男人不能说不行 第十五章 男人不能说不行 中午十一点二时 萧行云把摩托三轮车 停在浪桃杀酒楼的停车位上 打开微信聊天界面 再次确定包厢号 萧行云才走进去 浪桃杀酒楼的名字 萧行云一直不喜欢 起得像洗浴中心的名字 偏偏是饭店 有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 毕竟以前他常去的一家洗浴中心 就叫浪桃杀 当然 那些细节不重要 重要的是 萧行云以前曾给这个酒楼送过海鲜 老板压价太狠了 比外面的鱼贩子还黑心呢 几次溢价之后 老板干脆不出面了 让一个经理负责此事 那吝啬嘴脸 让萧行云恶行 收购海鲜像 是施舌乞丐一样 这家店的老板娘铁锈 锈倒是很漂亮 可惜他 不管这点破事 他销售渠道 最终和一品仙酒楼达成长期供货协议 当然 这个供货协议只限于口头上的 时隔这么久 再次踏入浪桃杀酒楼 萧行云心里依然不舒服 只不过 今天是谢雨晴请客 他也不好说什么 谢雨晴在告诉萧行云包厢位置的时候 还带着歉意告诉他 请客的事情被那两个朋友知道了 他们非要一起过来 希望萧行云不要介意 萧行云也没想太多 多两个人就多两个呗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来到包厢门口 敲了敲门 是萧先生吗 快请借 包厢内传来谢雨晴的声音 萧行云推开门 看到谢雨晴已经迎了过来 他身后的桌子边 坐着一男一女 屁股没挪地方 男的叫父不气 昨天还想用一万块钱 羞辱萧行云 女的叫张海丽 衣着时尚 化着精致浓妆 颇有几分姿色 只是颧骨高 嘴唇薄 下巴肩 很明显的客服相 这种人的性格 一般都很强势 这一男一女 就是前天开着奔驰 接谢雨晴离开的人 他们的父辈 在一起做生意 他们这一代 常有生意上的来往 自然也成为了朋友 客气了 以后直接喊我名字 或者阿云就行了 萧行云说道 谢雨晴笑道 好啊 那你也可以喊我阿晴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前几天接我的时候 你们曾经见过 这位是张海丽 旁边那位是傅不器 家里都做船舶 制造相关生意的 张海丽撇撇嘴 毫不掩饰 是对萧行云的不喜 小秦啊 你就别介绍我们了 反正我们和他 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 你长得这么漂亮 请陌生男人吃饭 我们怕你会有危险 所以才一起过来陪你 萧行云皱眉 没想到这些富二代 这么直接 一点面子都不留 那自己也不客气了 老子跟你们 又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以后打交道的机会 确实不多 于是瞥了张海丽一眼 说道 阿晴确实比你漂亮 你很有自知之明吗 噗 张海丽感觉胸口中了一箭 嘴里刚喝一口茶水 就喷了出来 这个穷小子 怎么敢直接对自己 他怎么不按套路来 一般的男人 遇到这种情况 不是应该在美女面前 保持风度 就算心里不爽 也得忍下自己的嘲讽吗 富不器偷偷 给张海丽一个眼色 意思是说 看到了吧 我就说 这小子不好惹 谢雨晴觉得 萧行云对得好 张海丽越来越过分了 不分场合就乱说话 影响报恩宴的气氛 这样的朋友 不分轻重 必须警惕 但她作为今天请客的主家 还是打了圆场 好了 你们别刚见面 就剑把弩张的 如果没问题 就让服务员上菜吧 张海丽却不依不饶 小青 你看 这就是你要宴请的人 一点礼貌也没有 这样的人请她干什么呀 就算她救了你 你要报恩 直接给钱不就行了 谢雨晴面色一冷 目光严肃地审视着张海丽 想找出她针对萧行云的原因 阿丽 我做什么 需要你教吗 今天我宴请阿云 是感谢 她对我的救命之恩 是我对恩人的一种态度 不是钱的事情 你能明白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老老实实吃饭 如果不明白 你可以离开了 张海丽傻眼了 没想到一向理性冷静的谢雨晴 竟然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 太奇怪了 这不科学啊 可惜 就算傅不器 昨天送给自己一个香袋包包 自己也不能再乱搞事了 不然真有可能彻底惹怒谢雨晴 谢雨晴摆明了 要袒护萧行云 张海丽和傅不器 再次交换一下眼神 只能选择忍让 哎呀 阿晴 我们只是开个小玩笑 你别搞得这么严肃嘛 菜怎么还没有上来 我再去催一下 张海丽大笑 没有台阶 自己现场铺一个 也要从台阶上下来 主打一个唾面自干 她离开座位的时候 还拍了拍复不器的肩膀 意思是说 你想追求谢雨晴你自己来 老娘开大失败 李子面子都丢光了 张海丽走到门口旁边 按下电子面板上的催菜按钮 复不器则趁机打开了一瓶白酒 和一瓶红酒 男人喝白酒 女人喝红酒 没有问题吧 如某某人不想承认自己的性别 也可以喝红酒 炮灰没有了进攻意志 复不器只能亲自上阵 我骑摩托三轮来的 不能喝酒 萧行云才不受她的激将呢 这种幼稚的小手段 上不了台面 复不器步步紧逼 我开宝石节来的 不也照样喝酒 男人不能说不行 会让女人看不起的 张海丽返回座位 变身为辅助 我开奔驰来的 照样喝酒 大不了叫代驾 萧行云冷笑 感觉这两个人就这么大的出息 于是绕开他们的陷阱 另开一条战线 老子骑个摩托三轮 叫毛线的代驾 代驾有几个有正的 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想灌我酒吗 行 那我就喝点 不过 我只喝啤酒 你喝白酒 我用啤酒和你拼 你喝红酒 我也用啤酒和你拼 我的酒量是不好 但是用啤酒拼你们的 白酒和红酒 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腹部器愣住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嗯 你喝啤酒也行 说完才感觉 哪里有点不对劲 好像自己喝白酒 有点吃亏啊 第十六章 一点小礼物 第十六章 一点小礼物这个包厢 有一张十二人的标准桌 但现在只坐四个人 谢雨晴让萧行云 坐在自己身边 而张海丽和付不器 则凑在一起 喝汤精味分明 虽然没有让萧行云点菜 但是谢雨晴早在电话里 就解释了 说把这家饭店 所有的招牌菜 都点了一遍 菜上齐之后 几乎摆满了整张桌子 萧行云想喝啤酒 谢雨晴就陪着她喝啤酒 不是谢雨晴偏袒萧行云 而是这两个别 有目的朋友 已经触及到谢雨晴的底线 救命之恩 必须涌全相报 今天来的时候 不但把萧行云的衣服 清洗干净 还给她精心准备了 丰厚的谢礼 这两个朋友 已经扰乱了自己的宴请安排 还想以拼酒的方式 让恩人出囚 她绝不允许 所以 当张海丽和付不器 找萧行云拼酒的时候 谢雨晴就端着啤酒陪喝 对他们提出的离谱要求 理都不理 什么付不器喝一杯白酒 要让萧行云喝五杯啤酒 什么张海丽喝一杯红酒 要让萧行云喝三杯啤酒 在谢雨晴这里行不通 你们喝一杯 萧行云也喝一杯 她也赔一杯 喝完两瓶啤酒 萧行云没说什么 谢雨晴就装作头晕 不想再喝了 顺势从后面的桌案上 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 其实付不器一直喝白酒 早就撑不住了 她是最惨的一个 醉的菜都吃不下去了 张海丽也够呛 红酒喝得直打酒隔 舌头都不利索了 这是一块专业的野外运动手表 据说有很多功能 我也不太懂 家里还有很多 你没事的时候 可以研究一下 在海边钓鱼的时候 或许能够用得着 听说你的鱼竿断了 刚好我手里有一套 还没用过的钓具 你拿去研究一下 看看用着可顺手 如果不顺手 我可以再给你调换 嗯 这是那天借你的衣服 已经清洗干净了 谢雨晴介绍着 把东西一个一个的递到萧行云手里 萧行云收下衣服 把其他东西又还回去 衣服我拿着 带你的礼物就算了 今天这顿海鲜大餐 就当是谢礼了 这些东西不值钱的 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如果你不收 我心里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 甚至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有这么严重 还有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知道你的鱼竿断了 嗯 我只在钓鱼群里 发过断竿的事情 难不成你也在那个钓鱼群 恭喜你 才对了 其实我也是个钓鱼爱好者 只是技术不太好 家群很久了 只是很少聊天 这套钓具你收下 每天有空 你带我一起去钓鱼吧 原来你是一个群的钓友啊 那就没事了 以后想要钓鱼 直接给我打电话 别的能力不好展示 但若说钓鱼的能力 我专制不服 那这些小礼物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以后有时间 给我打电话 我可以教你钓鱼 萧行云打的算盘声 几里外都能听到 好啊 那就这样说定了 终于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出去了 谢雨晴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他是不是钓鱼高手 但是钓鱼同样是自己的爱好 确实有和他一起出海钓鱼的想法 嗨嗨 这个 傅不器清了清嗓子 打断了谢雨晴的幻想 萧行云是不是钓鱼高手 傅不器不知道 但是这祸快 把自己心中的女神套路走了 绝不能忍 阿琴啊 你想学钓鱼 跟我学啊 我参加过钓鱼比赛 多次获奖的 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这种在海边长大的渔民 只是凭经验和运气 钓上来几条小鱼 算不得本事 傅不器侃侃而谈 借着酒意 差点把自己吹嘘成世界第一钓鱼高手 张海力收了傅不器的好处 也卖力的吹捧 就是啊 阿琴你想要学钓鱼 可以找阿琴吗 如果想见别谁的钓鱼能耐强 咱们可以约个时间赛一场 毕竟我在阿琴家里 见过钓鱼比赛的奖杯 某人我就不知道了 谢雨晴不想听他们在攻击萧行云 站起来说道 嗯 这是以后再说吧 好了 下午我回公司 还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的 谢谢招待 回见 萧行云已经吃饱喝足 早就想离开了 带着礼物走出浪淘沙酒楼 他们都叫了代价 萧行云这个三轮摩托车 真不知道该找怎样的代价 反正普通代价不一定有证 谢雨晴真有急事 代价来了之后 他和萧行云打声招呼 就坐上马沙拉地走了 而傅不器和张海力醉醺醺的 站在一边 想看萧行云的笑话 他也不走 只想看看萧行云怎么离开 哈哈 哎呀 原来代价真开不了 你的摩托三轮 哎呀 早知道这样 就不让你喝酒了 其实你可以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不会再劝你酒了 这里人多 还有监控 萧行云忍住想要暴打他们一顿的冲动 鼻道 白痴 老子打车走 大不了等酒进散了 再来开摩托三轮 正准备到路边拦出租车 却见邻居王哲 背着一套崭新的吊杆 从斜对面的鱼具垫出来 小鸡鸡 你又买新吊杆 萧行云喊道 咦 巧了不是 你也买了新吊杆 啥牌子的 王哲大惊小怪的说着 走了过来 朋友送的 一个我没听过的牌子 叫什么鼎真 说是整套的鸡吊杆 等我回家再好好研究 卧槽 鼎真 这特么的是钓鱼品牌中的奢侈品啊 一个吊杆至少一两万 啊 这么贵啊 我还以为最多两三千呢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你哪个朋友这么毫无人性 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吧 你长得丑 就别想太美 不扯了 你怎么来的 如果坐车来的 就帮我把摩托三轮开回家 我喝酒了 怕茶酒驾 王哲坐吊友的车过来的 他的吊杆上午爆了 所以才不得不换更新单子 听到萧行云 有一个土豪朋友的事情之后 他的心态差点崩了 当然 如果王哲知道 萧行云的这个朋友 不是土豪 而是富婆 整个人都会极度的扭曲变形 在富不弃和张海丽失望的目光中 萧行云坐上了王哲驾驶的摩托三轮后斗里 离开了浪套沙 萧行云坐在三轮上 用手机查看这套吊杆的资料 忍不住惊呼道 卧槽 竟然是两万多的鸡吊杆 我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就去海边甩几杆子 至于那个专业运动手表 价格就更高了 竟然价值七八万 不愧是富婆 出手就是十万左右的礼物 第十七章 正式认识一下 第十七章 正式认识一下萧行云回到家中 把钓鱼用的装备全部放到三轮车上 又从院子一角的池子里 捞了一些活虾做鱼儿 准备齐拳 邻居王哲带着鱼具 已经在院子外面吆喝几嗓子了 二宝 你好了没有 在耽误时间 天都黑了 王哲催促道 萧行云回道 本来时间就不早 只是到海边试试新钓杆 鱼多鱼少都无所谓 钓鱼老永不空军 既然去了 必须多钓几条 好家伙 这货对钓鱼的痴迷程度 早已超过自己 两个活水箱和两套钓具 已经把三轮摩托车的后头站满 萧行云只能和王哲挤在驾驶位 不过 他们要去的钓点不远 隔壁西港村 有一个废弃的小码头 那里鱼口不错 不管上午还是下午 总有几条迷路的傻鱼 在附近游荡 萧行云和王哲到达之后 带着鱼具 走到废弃码头的战桥上 那里的好位置 早被二十多个钓鱼老占据 怎么样 有口吗 萧行云看到赵老爷子 也在这里钓鱼 便问了一句 赵老爷子气呼呼的说道 今天风浪大 谁也浑 哪里有口 我钓了整个上午 只钓上来三五条小鱼 再不上大鱼 我就回家喝酒去 是不是你技术不行 萧行云打去道 赵老爷子气脑道 去你大爷的 你说 我拳脚功夫不好 我说不定就认了 但说我钓鱼技术不好 那可不行 萧行云打去赵老爷子几句 开始调试新钓杆 原来配套的主线就是三的 副线和千坠兜是绑好的 萧行云只是换了一个常用的千佑四号钩 先试一下鱼口 在萧行云到达废弃码头的时候 他的海蛇分身也同时到达 正在四周帮他寻找鱼群呢 嘿 你小子真舍得下本啊 竟然买这么贵的钓杆 赵老爷子认出萧行云的新钓杆品牌 忍不住赞叹道 萧行云笑道 别人送的 最多只买国产光威几百块的杆子 说笑间 萧行云上好活虾鱼饵 把沟抛到了指定地点 海蛇分身 刚好把几条马面鱼驱赶过来 这几条马面鱼被海蛇吓到了 根本不想开口吃鱼饵 只是沟上的活虾太活泼了 在作死的边缘跳来跳去 竟然一下子撞到其中一条马面鱼的嘴上 送上门的食物 谁能够拒绝啊 马面鱼一张嘴 就把这条活虾吞进了肚子 只是吞下去之后 才发现 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连在虾身上 萧行云正在感叹 两万多的吊杆手感就是好 看到浮飘晃动几下之后 瞬间沉了下去 他轻轻扬杆 杆烧传来剧烈的挣扎之意 但是这根杆子 只是微微弯曲 摇轮收线的时候 非常轻松 甚至有一种错觉 等会不用超望 也能把它飞上来 小萧刚抛杆就种鱼了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是啥鱼啊 看样子似乎不小 原来是马面鱼 不值钱的玩意 这条六七斤的马面鱼 被萧行云溜了几分钟 就轻松拉到岸边 为了稳妥起见 他还是用了抄网子 马面鱼虽然不值钱 但至少保证 今天不空军 萧行云笑嘻嘻地说道 王哲刚才离萧行云十几米远 看到他抛掉就终于 立即挪了过来 嘿嘿 咱们是邻居 钓鱼的时候 也要保持这种关系 他舔着脸 把钩抛到附近 离萧行云的沟 只有几米的距离 萧行云警告道 小鸡鸡 离得太近了 如果缠在一起 损失你赔 那我就再抛远点 王哲自知理亏 很好说话 很快就挪远一点 保持安全距离 马面鱼这玩意 萧行云真不想钓 但附近稍大一点的鱼 只有他们 活虾鱼儿 再次抛在马面鱼面前 他们真的被海蛇 分身吓坏了 东躲西逃 就是不张口 活虾的运气 不可能一直那么好 不可能每次 都撞在马面鱼嘴上 所以这只活虾 蹦打半天 也没人有鱼吃它 萧行云正等得无聊 从旁边的礁石后面 冲出来一条黑鸟 一口把活虾鱼儿吞下去 这条黑鸟两斤多 用这根据说 可以钓几十斤巨物的钓杆 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 大才小用 拉到岸边的时候 直接扬杆 把它飞了上来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这种两万多的钓杆 简直太稳了 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 贵有它贵的道理 萧行云正沉浸在 心吊杆的喜悦里 突听身边传来一道 月耳灵动的女人声音 爷爷 你到底行不行啊 半天没有鱼口了 你看看人家 刚抛肝就上鱼 萧行云顺着声音抬头 看到一个熟悉的漂亮女孩 身穿黑色印花 钓鱼防晒服 头戴防晒帽 并用大号的太阳镜 遮住了半张脸 但她的辨识度很高 皮肤细腻白皙就说了 关键是身材极好 穿着一身黑 都难以束缚她的汹涌澎湃 这个女人萧行云认得 但她不一定认得萧行云 她叫赵音音 是赵长空的孙女 平时在武馆 她很少露面 因为只要她露面 那些练拳的师兄师弟们 心思就不在拳脚功夫上面 全在她身上 所以在武馆里 萧行云混了几年 只见过赵音音几次 却印象极为深刻 毕竟这么漂亮的师姐 经常出现在她的梦里 被孙女鄙视了 赵长空有点尴尬 立即转移话题 什么人家 这是小霄 她在咱们武馆里 学过几年功夫 按照辈分 你应该喊她师弟 啊 是吗 我好像记不太清了 赵音音惊讶 嘴巴微张 有些性感撩人 她摘下太阳镜 露出绝美容颜 转到萧行云身边 盯着她 看了又看 师姐好 还记得我吗 萧行云主动打招呼 赵音音的笑容 灿烂而明艳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可以灼伤异性的眼睛 师弟长得这么帅 按理说 我应该有印象的 可能是我们武馆的 练功夫太丑了 影响到我的记忆 对了 我叫赵音音 咱们今天正式认识一下 说着 她伸出手 主动和萧行云握手 嗯 那就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萧行云 萧行云和她握手 感觉这个师姐的性格很爽了 早知道她这么好说话 几年前就和她偶遇了 如果再大胆一点 说不定 第十八章 男人的三大错觉 第十八章 男人的三大错觉 男人有三大错觉 她喜欢我 我最帅 我能反杀 萧行云在握手的瞬间 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不过赵音音握手之后 就抢了赵老爷子的钓杆 开始认真钓鱼 不再打理她 萧行云挣了几秒 正想找个话题搭讪 却看到自己的浮飘 又沉了下去 在抬杆的瞬间 通过海蛇分身 看到这是一条很大的石斑鱼 石斑鱼在水里的劲很大 钓杆一下子就弯成了弓形 萧行云顶在肚子上 稳住了石斑鱼的第一轮攻击 这一轮攻击最猛 如果撑过第一轮挣扎 下面有了准备 就好办了 哇 你又中鱼了 这条鱼好像很大 让我帮你溜鱼好不好 赵音音美眸放光 跃跃欲试 似乎对溜鱼有独特的爱好 萧行云费劲地回答道 行 等我把第二轮攻击化解掉 再给你溜 对了 你先戴上肚顶啊 不然撑不住的 早就准备好了 你快点给我吗 赵音音摩拳擦掌 拍着小腹说道 趁着水中石斑鱼第二轮挣扎停顿时 萧行云快速把吊杆交给赵音音 赵音音接过吊杆 就像握住长枪一样 人马合一 用力一挑 那条正在歇息停顿状态的石斑鱼 一下子猛了 没反应过来 竟然直接被他拉到了岸边 萧行云目瞪口呆 这妖力 这臂力 比现在的自己还强啊 不愧是从小练功的女人 太强悍了 短暂的震惊之后 萧行云拿起抄网 把那条还没反应过来的石斑鱼 抄进网里 这样的大石斑鱼 至少有十几斤 按照常规溜鱼方案 大约需要二十分钟 才能把它抄上岸 青斑鱼 现在倒好 从羊肝到抄鱼 只用了几分钟 太尼玛 夸张了 哎呀 怎么一下子就把鱼掉上来了 我还没有溜过瘾呢 师弟 我还想要 赵音音失望地叫嚷道 只不过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四周的惊讶声淹没 这次青斑鱼 价格还不错 这一条至少能卖五六百 小肖的运气太好了 我们这边一直没口 他却平凡中鱼 太离谱了 而坐在旁边的王哲 离萧行云最近 看到抄网里的大石斑鱼 复杂的 羡慕极度恨情绪 一下子涌上行头 卧槽 十几斤的大青斑鱼啊 你们怎么钓上来这么快 这不科学啊 难道两万多的钓竿 还有加速上鱼效果 钓个鱼能认识美女就算了 毕竟赵英英是 萧行云以前武馆里的师姐 但你平凡上鱼 就太招人恨了 全是我师姐的功劳 中鱼的时候 我可不敢这么生扯硬传 萧行云把青斑嘴里的鱼钩摘掉 看到鱼钩只连着一点鱼肉 要是这条石斑鱼再挣扎一会 说不定就会脱钩逃掉 只能说运气逆天 赵英英还想体验掉大鱼的感觉 只是水越来越浑 鱼不开口 很多钓鱼老开始撤退 萧行云又钓上来几条石九弓 连海蛇分身也找不到附近的鱼群了 大鱼更是遥遥无期 这时候身边的赵英英 把钓杆还给了爷爷 叹气道 哎算了我不钓了 没鱼吃钩 干坐着没意思 还不如练拳好玩呢 赵老爷子撇嘴道 那你怎么不在武馆里练拳 想钓鱼 下次自己带鱼具 别再抢我的 爷爷是个小气鬼 赵英英对赵长空做个鬼脸 又转过身 对萧行云说道 师弟啊 有空来武馆找我练拳 我会的招式可多了 哪天心情好了 可以传你几招 谢谢师姐 有空我一定过去 萧行云说着 目送赵英英和赵老爷子离开 此时的废弃码头 总共还有五六个钓鱼楼 还在坚守阵地 王哲伸个懒腰 打个喝歉 酸溜溜地抱怨道 真你马晦气 一下我只钓到几条小鱼 再钓半小时 不上大鱼 我就回家 这么久 他只钓到几条十九宫 和一条黄翅鱼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他看到萧行云 火水箱里的大青斑 嘴里就像吃了柠檬 越是着急 越是没鱼 转眼间 半小时过去了 王哲的浮飘就没沉过 鱼不开口 萧行云也没招 最后这半小时 他同样没有钓到一条鱼 算了 收工回家 萧行云收拾鱼具 并清点鱼货 下午钓的鱼真不多 只有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青斑 一条两斤多的黑鸟 一条六七斤重的马面鱼 外加十几条大小不等的十九宫 王哲骂骂咧咧的 跟着收拾鱼具 和萧行云一起回家 如果码头的时候 看到今天格外热闹 因为明天就正式进入休鱼期 很多船都停靠在码头 清点鱼货 今天来收海鲜的鱼贩子 比平时更多 看到萧行云的摩托三轮上 有钓鱼和活水箱 便问他钓到的鱼客准备卖 你出什么价 如果价格给低了 我可不卖 今天的鱼货太少了 萧行云不想再往城里跑 如果能卖掉 倒也省心了 鱼贩子说道 大青斑五十元一斤 黑鸟一百二十元一斤 马面鱼十元一斤 十九宫大小一起称重 五十元一斤 整个码头 我的收购价最高了 如果不是明天就进入了休鱼期 我也不会给你这么高的收购价 萧行云皱眉 这价格也不高嘛 只不过 我不想往城里的饭店送了 不然可以卖更高的价 怎么样 卖了吧 我现在就给你称重 行 称重吧 好脸 青斑十五斤七百九十元 黑鸟两斤二百七十六元 马面鱼七斤七十元 十九宫四斤二百四十元 总共是一千三百七十六元 算好账之后 鱼贩子给萧行云付钱 一分都没有多给 单巴巴的一千三百七十六元 一瞬间 萧行云就想起老板娘的好 要不是怕酒精还没过来 说啥也要给他送过去 今天才赚一千多元 若报了 这么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存够买到豪华钓鱼艇的钱 赚钱不易 萧行云叹气 只赚了两百多块钱的王哲 听到萧行云这话 恨不得当场抽他 你听听 这是人话吗 一下午钓到的鱼 卖了一千多块 他还嫌少 你让那些空军的钓鱼老 怎么想 萧行云刚到家不久 就接到了谢雨晴的电话 说他有一个定制钓鱼艇的大客户 明天想去近海钓鱼 想请一个钓鱼高手全程指导 雇佣费八千起步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第十九章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萧行云接到谢雨晴的邀请电话 稍稍思考之后便答应下来 原因如下 一是雇佣费用八千元 比他平时的钓鱼收入更高 二是萧行云钓上来的鱼货 归他自己所有 三是近海区域 遇到鲨鱼的机会不多 海蛇纷身的危险和海边类似 最重要的是 萧行云好久没出海了 也想到海里钓鱼 哪怕是近海 钓上来大鱼的机会 也比海边高很多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天刚蒙蒙亮 刚满十八岁 没有多少年的萧行云 带上所有钓鱼装备 前往集合地点 在路上抽空吃了个早餐 到达海边码头的时候 谢雨晴带着一名女助理 正和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年夫妻聊天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萧行云到达的时候 离约定时间还差五分钟 但还是说了句客气话 谢雨晴笑道 没有 我们也是刚到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吕先生 这位是方女士 他们想体验一下豪华钓鱼艇的功能 根据体验效果 再考虑定制方案 吕先生 方女士 这位就是我帮你们请的钓鱼高手萧行云 她很厉害的 经常报乡 满载而归 吕先生很客气 主动和萧行云握手 笑道 我们夫妻二人喜欢到河边湖边钓鱼 但在海里钓鱼的体验可不多 这不 我们老两口最近退休了 把公司交给孩子们打理 我们就想到海边定居 买一个豪华钓鱼艇 四处钓鱼散心 方女士也在旁边和善地笑道 萧先生 等会你要教我们在海里怎么钓鱼 如果效果好 我们可不会亏待你的 就当是给你的学习费 萧行云谦逊地说道 两位客气了 喊我小萧就行了 钓鱼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能耐得住寂寞 外加一点运气 很容易上鱼的 再说 你们有河边钓鱼的经验 那就更简单了 一番客套之后 萧行云用眼神询问谢雨晴 意思是说 怎么还不出发 离奇的是 谢雨晴居然瞄懂 解释道 由于我们钓鱼艇使用的碳鱼器 都是由某家公司专供 所以吕先生要求碳鱼器的厂家 也要派一名技术代表过来 方便解说 刚说到这里 就见负不弃 带着一名技术员 背着大包小包的鱼具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哈哈 我来了 让大家久等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负不弃说着不好意思的话 脸上却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表情 同样的话 萧行云说出来 大家觉得这小伙子很有礼貌 但负不弃说出来 却让众人眉头一皱 觉得这小子 不但没有一点时间观念 还特别没礼貌 讨人厌 因为萧行云在提前几分钟的前提下 说的是客气话 但负不弃 现在已经迟到几分钟了 说同样的话 当然惹人不快 谢雨晴也很意外 耐着脾气问道 负不弃 你怎么来了 刚才我几副伯伯打电话的时候 我只让他派一个技术专家过来吧 负不弃洋洋得意地笑道 你要的技术专家我带来了 我作为富士探鱼器公司的继承人和大股东 跟着一起过来 更能表示对客户的尊重 谢雨晴皱眉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洋洋得意 没看到今天的客户 脸都黑了吗 萧行云看到负不弃出现 也挺意外的 不过他可不怕这种富二代 以前不怕 现在有了海蛇分身 就更不怕了 萧行云不搭理负不弃 但负不弃却不想放过萧行云 负不弃地瞥了萧行云一眼 小秦啊 这就是你帮客户请的钓鱼高手 他行不行啊 照我说啊 直接让他回家吧 今天我在客户面前展露一下钓鱼技术 就足够了 谢雨晴俯额 尴尬地恨不得用脚趾头 抠出一个豪华别墅 脑子呢 你上来就拆台 让客户怎么想 你这种顽固的行为 已经让客户厌烦了 没看到人家夫妻二人 已经眉头紧皱了吗 人家本来心情挺好的 体验一下豪华钓鱼艇功能 回到公司就会下单定制 一艘十八米的豪华钓鱼艇 一百多万呢 这个单子是谢雨晴负责的 他可不想客户跑单 煞笔 萧行云对他做了一个无声的口型 他相信父母气的智商 能够看懂这是啥意思 父母气一愣 瞪着萧行云质问道 你说啥 对不起 萧行云觉得自己高估了他的智商 谢雨晴及时补救 好了 既然人员到齐 我们就上船吧 有什么事情 到船上再说 这一艘豪华钓鱼艇长达十八米 由豪华游艇改造而成 动力萧行云不清楚 但是里面的设备 足以让他怦然心动 有卫生间 空调 小型娱乐厅 八个折叠床铺 活水舱 冷冻舱 碳鱼器 等等 别的功能不说 萧行云以前做的那种 六米长的钓鱼艇 连个厕所都没有 在海上钓鱼一天 那滋味甭 体有多酸爽 想要上厕所 跟玩杂技一样 如果同行的船上有女钓鱼 那就更难受了 甚至有人在船上憋了一天 钓鱼艇 这个钓鱼艇的设施 真的很好 全新定制的话 这一艘得多少钱 上船之后 萧行云溜大一圈 找个空隙 向谢雨晴打听价格 谢雨晴回答道 跟这艘一模一样的话 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 设施稍差一些 一百万也能买下来 一百多万 真怪 萧行云暗暗砸舌 觉得自己认真钓鱼一年 才有可能买一艘 这样的钓鱼艇 付不器不知什么时候 就凑了过来 嘲讽道 萧行云 你打听豪华钓鱼艇的 价格干什么 反正你这辈子也买不起 萧行云瞪了他一眼 冷冷说道 你这个人其实挺好的 可惜就是长了一张嘴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如果不是小秦 请你过来指导客户钓鱼 估计你这辈子 都没机会登上 这样的钓鱼艇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萧行云表面上很平静 但已经按下决心 要狠狠地教训付不器 谢雨晴却怒了 付不器 你够了 你再无故挑逝 我现在 就几副伯伯打电话 让他派船把你接回去 能把谢雨晴 这种好脾气的女人 逼得大怒 付不器确实有两下子 付不器表情一致 立即陪笑道 我 这个 别打电话 我不说了 还不吵吗 钓鱼艇此时已经开动 萧行云控制着海蛇分身 紧紧跟在后面 等会钓鱼的时候 付不器今天 若是能钓上来一条活鱼 就算自己输 第二十章 大黄鱼 第二十章 大黄鱼 由于客户方女士 有点运船 只行驶了十几海里 便根据探鱼器的指示 停在一个鱼儿较多的地方 探鱼器的屏幕上 有大大小小的斑点 在屏幕上晃动 那就是从附近经过的鱼 这个探鱼器 只能探测出附近有鱼 但水下面是什么鱼 有多大 那就测不准了 但是萧行云的海蛇分身 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他钓鱼的底气所在 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萧行云已经和吕先生 和方女士 普及一些海钓知识 并帮他们绑好了鱼线 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选择 有些人不喜欢沙残 可以使用活虾 当然 一些小鱼也可以做鱼儿 效果同样不错 萧行云说着 把挂着活虾的鱼钩 抛到海里 这么简单 那我也试试 吕先生同样挂了一个活虾 扔到萧行云鱼钩的附近 那我们也照做了 能不能上鱼 全看你这位钓鱼高手的指点了 方女士和谢雨晴有样学样 说说笑笑 把鱼儿抛到了 靠近萧行云的另外一侧 他们所抛的位置 刚好有一个鱼群 在附近游荡觅食 看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鸣虾出现 立即好奇地围了上去 这是一群黄顾鱼 出于本能的警惕和谨慎 纤维在鱼儿旁边看了一阵子 折返几次 才有一条大胆的黄顾鱼 开始尝试着吃饵 腹部器在旁边听得直撇嘴 笔一道 我说你们上当了 你们还不信 这个萧行云连水深测试都不做 就敢下钩 就算附近有鱼 不确定鱼层 你们也钓不上来半条 刚收到这里 就见萧行云抬杆 鱼线绷直 发出悦耳的 啾啾声 鱼杆在他的操纵下 微微攻起 哇 小小好厉害 这么快就中鱼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鱼 看上去并不太吃力 不过这么快就中鱼 已经很厉害了 快看 露出水面了 好像是黄蛊鱼 看样子也不小嘛 至少有三四斤 要不要我帮你抄鱼 谢雨晴兴奋的说道 好啊 那就麻烦你了 哎哎 快看你的钓杆 好像也中鱼了 哎呀 好像真的中鱼了 那你自己抄鱼吧 谢雨晴把抄网子扔给萧行云 便紧握自己的钓杆 开始溜鱼 当萧行云把这条三四斤的黄蛊鱼 拉上来的时候 吕先生和方女士的勾 同时中鱼 他们兴奋的欢呼一声 开始抬杆收线 时不时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 傅不气感觉脸好疼 刚嘲讽完萧行云 就被打脸了 幸好这些人都在忙着钓鱼 没有人搭理他 这让他暗暗侥幸 肯定是走了狗屎运 也有可能刚好遇到了鱼群 我钓我也能中鱼 傅不气说着 挂了一个活儿 抛在离萧行云稍远的地方 他要向众人证明 自己找的钓位 才是最屌的 海蛇分身 一直在关注着腹部器 在他抛钩的一瞬间 就锁定了位置 海蛇分身就守在腹部器的鱼尔附近 哪一条鱼也不敢靠近 稍有靠近 海蛇就凶残地扑过去 吓退对方 经过这几天的疯狂吞噬 海蛇分身又长大一圈 总体长超过了一米 粗得像成年人胳膊一样 特别是巨大的三角脑袋 比陆地上的毒蛇 还要凶残可步 最让人惊奇的是 它的嘴里长满了细密的牙齿 像怪兽一样 这和任何蛇类都不一样 一般的鱼类 哪见过这样的海蛇 觉得它不好惹 主动退避三射 不敢靠近 萧行云 谢雨晴那边 一条接一条的上鱼 连同两个客户 都兴奋得乐不龙嘴 反观腹部器这边 一条鱼都没有钓上来 甚至都没有鱼碰它的鱼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都测试过水深 还挂了火耳 技术手段比萧行云强多了 它已经连续钓上来几条鱼 我为什么一条鱼都钓不上来 腹部器器坏了 叫来自己带来的技术员 向它询问碳鱼器的显示情况 技术员谨慎地回答道 富少 碳鱼器的屏幕显示 船周围有不少鱼游荡 哪里都是鱼 你再坚持一下 肯定可以钓上来大鱼 腹部器点点头 深以为然 你说的有道理 优势在我 凭我的钓鱼技术 肯定可以钓打萧行云 就在这时 肖行云再次中鱼 这条鱼的挣扎力量很强 把钓竿拉的平平变成弓形 肖行云极为小心地溜鱼 等它挣扎放缓时 才迅速收线 如此反复 足足溜了十几分钟 才把这条鱼拉出水面 一条颜色金黄的鱼 在海面上 溅起一团团浪花 漂亮的鳞片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就像是一条金子铸造的鱼 卧槽 竟然是 肖行云惊呆了 满眼都是金色的小猩猩 这是至今为止 钓到最值钱的一条鱼了 金色传说 名不虚传 小肖 这好像不是黄蛊鱼吧 它看上去好漂亮啊 方女士赞叹道 吕先生见多识广 惊呼道 这是传说中的大黄鱼吧 太罕见了 这一条足足有七八斤的样子 听说很值钱 确实是大黄鱼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也是第一次钓上来这样的鱼 肖行云手忙脚乱地把它抄上来 激动得手 都是颤抖的 在水里估算不出准确重量 一上手 肖行云心里就谱了 发达了 这一条大黄鱼 至少有七八斤重 以现在的市场价 至少能卖几万块 谢雨晴激动地说道 肖行云 你太厉害了 大黄鱼都能钓上来 这种鱼太罕见了 咱们钓鱼群里 大半年没见人钓上来这种鱼了 对了 船上有冷冻舱 也有活水舱 你看放在哪里合适 大黄鱼钓上来之后 很快就会死去 不管怎么养 都养不活的 而且他死后 身上会褪色 从金灿灿的颜色 变成淡黄色 甚至变成白色 想要保持他身上的黄色 最好用黑色塑料布包裹 放进冷冻舱 快速冷冻 我家里的渔船 以前侥幸捕获过几条大黄鱼 我知道处理方法 大黄鱼 肖行云说着 就把它放进自己带来的活水箱 再往里面倒进大量的碎冰 并用黑色塑料袋覆盖 等大黄鱼被冻晕之后 用黑色塑料袋 把它包裹岩石 再放进冷冻舱 这样处置的大黄鱼 身上的鳞片保持完整 而且颜色金黄 和刚钓上来的时候 类似 一直在旁边围观的腹部器 气得有点怀疑人生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离海岸只有十几海里 怎么可能钓上来大黄鱼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只是一条长得像 大黄鱼的黄姑鱼 它这番言语 惹得众人直翻白眼 在大海里 什么奇怪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一些鲸鱼 鲨鱼 都有可能搁浅在沙滩上 大黄鱼本就不是深海鱼 出现在近海区域 不是很正常吗 吕先生为了让父不泣 闭上嘴巴 当场表示 要收购这条大黄鱼 小肖 你这条大黄鱼 准备怎么处理 如果想要对外出售 可以优先考虑我 我按市场价收购 第21章 事实就是事 第21章和 事实就是事 野生大黄鱼 是稀缺型海鲜 在哪里都不愁卖 吕先生想要按市场价收购 萧行云还不想卖呢 如果按照市价销售 卖给一品仙的老板娘 他不香吗 于是 萧行云婉言拒绝 吕先生 大黄鱼的价格可不便宜 而且我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如果遇到好鱼 不卖给固定渠道 被人家知道了 以后钓到的杂鱼 就不好处理了 吕先生刚才只是想买下这条大黄鱼 今晚招待几位贵客 购买意愿也并不是特别强烈 可是遭到萧行云的拒绝之后 他的倔脾气上来了 产生一种非买不可的感觉 什么大黄鱼的价格可不便宜 看不起谁呢 我是差这撒瓜俩早的人吗 出来钓鱼都愿意花费一百多万 定制一艘全新的豪华钓鱼艇 还买不起一条野生大黄鱼 小焦 我一价收购 不管市场价多少 我都高于市场价 把它买下来 这个 萧行云有些迟疑 如果市场价美金五千元 你家一元也是高 加十元也是高 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谢雨晴帮忙劝说 同时也把吕先生高高价起 阿云 你先问问市场价多少 如果吕先生出价合适 你就卖给吕先生吧 吕先生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 实力雄厚 在价格方面 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对对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吕先生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 怕自己不给高价 那好吧 我先问问 说着 萧行云拿出手机 准备给一品仙的老板娘打电话 结果试了几次 拨不出去 仔细一看才发现 不过船上都配备卫星电话 谢雨晴让助理 给萧行云拿来卫星电话 当着众人的面 萧行云拨通了一品 仙老板娘的电话 并开启了免提 您好 这里是一品仙酒楼 您是哪位 电话那边传来 刘继分警惕中 又不失礼貌的声音 老板娘 我是萧行云啊 我在海上钓鱼呢 借别人的卫星电话给你打的 咋地了 这么急 是不是钓到啥稀罕的大鱼了 那啥 不是我钓到的 是我同船的一个朋友钓到的 我朋友让我帮忙打听一下 这条大约七八斤重的野生大黄鱼 你店里可以出到什么价位收购 什么 七八斤重的野生大黄鱼 这可是稀罕玩意啊 价格老贵了 五斤的体型 美金六千元 七斤以上的体型 美金八千元 确定这是最终报价吗 萧行云不放心 又多问了一句 如果你那朋友确定败给我 我可以在市场家的基础上再加一点 具体什么价格 你把鱼带到我店里 我看看橙色再说 如果退了色或者鱼体有损伤 那可能会低于市场价 好的 我会如实转达的 朋友怎么处理 我也不能保证 说完 萧行云挂断了电话 这些对话 周围的人都听着呢 听着不像是事先商量好的 而且 这个价格也符合他们所了解到的市场行情 吕先生有点急了 立即开价 他出八千一斤 我出九千一斤 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毕竟大黄鱼真的不缺买价 没听到 人家老板娘都急得二次加价了吗 这个价格 已经超出萧行云的预期 表面上却仍然有些不舍的说道 嗯 好吧 毕竟你们是小琴的重要客户 这个面子我必须给 吕先生得偿所愿 非常开心 谢谢小萧 等会下船的时候 我们再称重结算 同时给你支付雇佣费 好的 我听吕先生的安排 萧行云这时候 才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谢玉琴也非常满意 觉得萧行云给了自己面子 也给了客户面子 皆大欢喜的局面 反观付不弃 真是咋看咋讨厌 其实认识萧行云之前 也没觉得付不弃有多讨厌 认识萧行云之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咋看他都讨厌 人和人 真是不能比 他偷偷地瞄了萧行云一眼 看到萧行云正在明嘴微笑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子迷人的味道 长得帅 身材好 又有本事 说话还好听 越看越符合自己的审美 萧行云发觉 有一道炙热的目光偷看自己 顺着目光瞅了过去 看到谢雨晴仓皇转头 哼 这女人肯定看到我钓到了大黄鱼眼馋了 自己也想钓 但又不好意思求我 萧行云睿智地想到 刚才虽然没有撑凉 但是她从小在海边长大 不知道给多少海鲜撑过重 一上手就能估算出准确重量 就算不到八斤 倒拆不了多少 可以卖七万元左右呢 一条鱼赚几万 谁不行动啊 嗯 萧行云决定了 如果海底还有大黄鱼的话 可以考虑指导它 也钓上来一条 小的 大的全部留给自己钓 理由也很充分 在场的所有锤钓者都是富豪 就自己一个穷人 多钓几条大黄鱼 合情合理啊 等萧行云忙活完 回到钓鱼位置时 才发现自己的位置 被傅不器占据了 傅不器 你怎么抢我的钓鱼外 回自己的位置去 萧行云冷冷地说道 哪里是你的位置 你喊他一声 他答应吗 傅不器耍起了无赖 上船半天 至今还没有钓上来一条鱼 他早就急了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他根本不需要 他现在急需钓上来一条鱼 别挑事啊 我数三个数 滚回自己刚才的位置 不然我就把你扔到海里 你敢 你扔一个试试 傅不器大怒 硬着脖子吼道 哼 试试就是试 萧行云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像被惹怒的毒蛇一样 充满了危险气息 萧行云的动作极快 别人还没看清他的动作 就见他一手掐住傅不器的脖子 一手托起傅不器的腰 轻轻松松 就把傅不器举了起来 比举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还要轻松 救命啊 杀人了 你们快来制止萧行云啊 他是个疯子 只是吵个嘴 怎么真动手了 傅不器吓坏了 像叫得像杀猪的一样 充满了恐惧 第二十二章 吴胡 起飞 第二十二章吴胡 起飞 钓鱼艇随着海浪 荡来荡去 如果站在船上 有护栏挡着 还是很有安全感的 但是傅不器被萧行云举了起来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钓鱼艇保护 随时都有可能被扔进海里 他扯着嗓子喊救命 不是不相信法治社会 而是不相信萧行云这个疯子 大家吵归吵 骂归骂 谁他妈像你这样 上来就动手的 好吧 就算动手 你打几下不行吗 怎么一言不合 就把自己举起来 还要往海里扔 以后再招惹你 也只会在城市里招惹 绝对不在海上招惹你了 我的钓鱼尾 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萧行云冷冷问道 可以 绝对可以 你先把我放下来 我立即换地方 腹部气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这时候还抢什么钓鱼味 保命要紧啊 哼 希望你能长点记性 不要像鱼一样 只有七秒 萧行云说着 这才把腹部气放下来 腹部气没站稳 一屁股坐在甲板上 狼狈不堪 众人看到他们的矛盾冲突 没来得及劝架就结束了 心里有点遗憾 甚至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觉得腹部气太欠抽了 有人收拾他 内心甭提多爽了 谢雨晴这才慢吞吞的说道 你们不要再打了 各位各位继续钓鱼 腹部气忧愿地看了谢雨晴一眼 我们都打完了 你才说这话 总感觉你是故意的 不过萧行云没给腹部气太多思考的时间 通过海蛇分身的视角 看到这群黄顾鱼当中 还有一条小点的大黄鱼呢 他们都不缺钱 自己缺钱 必须想办法把它钓上来 腹部气带着钓杆换了位置 萧行云归位 继续钓鱼 刚才那条大黄鱼 让众人精神亢奋 不管钓鱼老家底有多丰厚 能够钓上来直前的大鱼 谁不高兴啊 海蛇分身仍然跟随腹部气 守在他的鱼钩旁边 不让任何鱼类靠近 而通过他的视线和感知 萧行云只能 看到大黄鱼的模糊位置 鱼尔抛了过去 偏了 刚想拖动 微调位置 可是鱼尔一动 旁边的一条黄顾鱼 脾气暴躁着呢 一口就把鱼尔吃了 这是萧行云最不想鱼吃钩的一次 但他偏偏吃了 眼看鱼线崩直 鱼竿颤动 不得不扬肝摇轮 把他拉上来 再次抛肝 又偏了 鸡里外的大黄鱼 没来得及吃耳 就被更惊一条黄顾鱼抢走了 于是 萧行云再次钓上来一条黄顾鱼 黄顾鱼 旁边的谢雨晴 方女士 吕先生也愚惑不断 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腹部气面前的钓肝 冷冷清清 什么收获都没有 腹部气 内心都快崩溃了 他甚至怀疑 自己钩上挂的不是耳 而是一团屎 不对 就算是屎 鱼也会吃 但鱼就是不吃自己的耳 难不成自己买的鱼儿有问题 带着这种疑虑 他把自己的钩收上来 看到上面的鱼儿完整无损 鱼确实没有碰它 于是 腹部气舔着脸喊道 小青 你的鱼儿借我一点 我怀疑我买到假鱼儿了 他们根本不吃我的耳 我空有一身锤钓技术 也发挥不出来 想要什么耳 自己拿 我忙着钓鱼呢 谢雨晴头也不回地说道 谢谢小青 我会向你证明 我的钓鱼技术的 腹部气给自己鼓励加油 你不用向我证明什么 老老实实钓鱼吧 腹部气感觉 谢雨晴越来越嫌弃自己 应该是错觉吧 自己这么努力地追求他 总有一天 他会接受自己的 钓鱼的时间 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午饭时间 萧行云 谢雨晴 吕先生夫妇四人 把随身携带的活水箱都装满了 多出来的鱼 放进了船上的活水舱 过瘾 实在是太过瘾了 宇先生大笑道 方女士也道 萧先生真是钓鱼高手 不但会找鱼 还会指导新手海钓 今天除了雇佣费 还必须多给一点辛苦费 谢雨晴也不忘给自己邀功 为了给重要客户最好的体验 我肯定会帮你们邀请 最厉害钓鱼高手 全程陪同指导 客户满意 就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谢谢 大家高兴就好 萧行云类的不想说话 那条体型不大的大黄鱼 最终还是没有钓上来 就随着其他黄骨鱼游走了 有点肉疼 也有些失望 看来拥有海蛇分身 也不是万能的 除非不讲武德 让海蛇分身 直接把他咬死 可那又不敢拿出去卖 更不敢轻易吃 此时 一个被人遗忘的青年 满腹怨气的说道 你们把他夸得太神了吧 为什么我没钓上来一条鱼 啊 你没钓上来一条鱼 众人这才转头 奇奇妄向腹部器 如果他不说话 大家差点忘了他的存在 对 你们都钓到鱼了 就我没钓到 这说明 萧行云也没啥能耐 找鱼是探鱼气的功劳 跟他萧行云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萧行云说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太笨了 又不愿意向我 请教钓鱼的方法 这才没钓到一条鱼 你 腹部气气的想骂人 但是又怕 被萧行云扔海里 最终忍住了 不吃 哈哈 不知是谁先笑的 一看就没经过专业训练 导致整个钓鱼艇的人 都跟着笑起来 钓鱼艇上的服务员 向客户演示了烧饭功能 新鲜的海鲜 随便怎么做 都是极品美味 除了父母切 大家吃得都很开心 饭后 众人休息一会 继续钓鱼 不过 那群黄骨鱼游走了 附近只有零星的一些小鱼路过 而且还不愿意张口 这不 熬到下午三点 吕先生和方女士先撑不住了 要求返回码头 在返程途中 萧行云把那条大黄鱼称重 七斤 按照九千元一斤计算 需要支付七万一千一百元 再加上八千元的雇佣费 外加两千元的小费 萧行云总共收到 吕先生八万一千一百元的转账 吴胡 起飞 萧行云感觉 自从有了海蛇分身 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好了 照这种赚钱速度 离买豪华钓鱼艇的距离不远了 而且 这只是萧行云今天一部分的收入 钓上来那么多黄骨鱼 人家震惊 黄骨鱼是一种很常见的廉价海鱼 虽然价格便宜 但味道不错 码头上的鱼贩子还是愿意收的 平时八元一斤收购 由于到了休鱼期 今天十元一斤收购 这种常见的便宜鱼 海鲜酒楼也不愿意收 萧行云都不用给老板娘打电话 就知道没戏 于是上岸之后 就卖给了鱼贩子 谢雨晴和吕先生夫妇 跟着卖了一部分 留了一部分自己吃 钱多钱少无所谓 但这是他们钓鱼的收入 意义非凡 收到鱼贩子的付款 他们高兴的像个没见过钱的憨辟 萧行云留了几条鲜鱼回家吃 其他鱼货全部称重 总共148斤 总共卖了1480元 离买豪华钓鱼艇又进一步 众人卖完鱼货 萧行云以开玩笑的口吻 对谢雨晴说 在有类似的活 可以联系自己 以自己的技术 绝对可以让客户满意 谢雨晴对萧行云的技术 也是赞不绝口 当场答应下来 今天的钓鱼之行 除了付不弃满腹怒火 其他人都很高兴 简单聊上几句 萧行云告辞离开 刚把东西放到摩托三轮车上 就接到了老板娘刘继芬的电话 小肖 你的电话总算有信号了 怎么样 你朋友那条大黄鱼卖不卖 不好意思 我朋友卖给同传的一个富豪了 人家出价更高 哎呀妈呀 咋就卖给别人了呢 如果他嫌价格低 可以找我再谈价呀 八千元一斤闲手 我可以出九千啊 萧行云沉默了 就知道无坚不伤 老板娘平时收购自己的鱼货 肯定也有一价空间 不过萧行云很知足 只要刘继芬的收购价 比码头上的鱼贩子高一点就行了 做生意嘛 大家都有的赚才行 那是共赢 如果钱都被你一个人赚走了 时间久了 谁还愿意跟你一起做生意 有人可能觉得 大黄鱼的价格贵得离谱 其实超过七斤的大黄鱼 价格本身就离谱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 说某国企的一张吃饭发票 高达几十万 有人疑惑吃了什么东西 价格怎么可能这么高 后来票据明细曝光了 其中一条七斤多的大黄鱼 票面价格十四万多 高达美金两万元 所以遇到这么罕见的大黄鱼 饭店老板娘别说 以八九千元一斤的价格收购 就算以一万元一斤的价格收购 也会大赚 老板娘激动之后 也知道自己的言语不太合适 暴露了一些商业机密 小潇 以后你钓到大黄鱼 一定要卖给我 我给你高价 放心吧 我知道你喜欢大家伙 我给老板娘留着 总感觉你小子说话不对劲 但我没有证据 老板娘 你想多了 呸 刘继芬笑着脆了一口 这才挂断电话 萧行云骑着摩托三轮 到达村口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坐在空地上聊天 这种场面 只有休鱼器的前几天能够看到 随后他们找到临时工作之后 就会继续忙碌 没有几个真正的闲人 二宝钓鱼回来了 今天钓到多少鱼 王哲今天回来的早 坐在人群中问道 哈哈 没钓多少 只够自家吃的 萧行云停在路边 指了指身后的活水箱 王哲不相信 跑过去掀开活水箱盖子 伸着脑袋往里看 就几条黄骨鱼和白骨鱼 还有一条红柳鱼 则这鱼货确实不多 王哲看到萧行云钓的 都是便宜鱼 心里好受多了 毕竟他今天也没钓到几条鱼 大哥萧行军也难得休息一天 跟着走过来查看萧行云的鱼货 好心劝道 二宝 跟我进场打工吧 虽然加班时间有点长 但每月至少有五千左右的收入 现在人多 不方便给大哥说实话 于是说道 加班有点长 不止一点吧 你说的那些厂子 每天至少工作十三个小时 才能拿到这点工资 还不如我钓鱼呢 陪大家说笑几句 萧行云骑着摩托三轮回家 母亲陈秀之正准备做饭 看到萧行云活水箱里的鱼货 倒没有说什么 毕竟钓鱼全看运气 不能要求小儿子 天天收入几千块 那不现实 今晚先杀一条红酉和黄姑 给你们下酒吃 剩下的全冻冰箱里吧 好脸 你看着坐 在船上忙碌大半天 萧行云累坏了 冲了得走 换身衣服 坐在院子里乘凉 大哥和父亲一起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叠招工宣传单 看样子去打听工资待遇了 父亲萧富贵 甩着手里的招工资料 苦口婆心的劝道 二宝 听你大哥说 你今天没钓到几条鱼 听爸一句劝 进场打工去吧 呵呵 再给你们一次重组语言的机会 萧行云说着 又熟练的掏出手机 打开相册 对到他们面前 这话听着很耳熟啊 让我看看 你钓到了什么 妈祖娘娘在上 我这是眼花了吗 居然看到了七八斤重的大黄鱼 你钓的 妈 快出来看金色传说啊 二宝居然钓到了大黄鱼 很大很大的大黄鱼 这是大黄鱼刚出水时 萧行云让谢雨晴帮忙拍的照片 由他托举大黄鱼的身影 足以证明很多东西 母亲陈秀之丢掉菜刀 跑了出来 看到大黄鱼的照片 激动道 这真是你今天钓上来的 卖了多少钱 迄今 美金九千元 同行的一个富豪当场买下来 这条鱼卖了七万多 七万多 妈祖娘娘保佑 这也太多了 比我们全家打鱼一个月 赚的还多啊 这只是运气好 也不是天天都能钓到大黄鱼 除了大黄鱼 今天还钓了一百多斤的黄菇和白菇 只卖了一千四百多块 什么 还钓了这么多的骨子鱼 有这样的收入 还进什么场子打工啊 脑壳坏掉了才进场 大军 你跟你弟学钓鱼吧 别进场了 看到萧行云的鱼货收入 父母同时转变观念 不但不再要求萧行云进场打工 反而要求萧行军跟着他学钓鱼 啊 可是 我钓鱼水平很辣 以前休息的时候也钓过鱼 一天才钓上来几条小鱼 都不够我自己吃的 大军犹豫道 他现在很为难 又羡慕兄弟的收入 又怕自己不是这块料 萧行云安慰道 放心吧 跟着我钓鱼 就算收入没有我高 至少也比你打工强一点 这 大军仍在犹豫 这可把父亲急坏了 恨铁不成钢的喊道 二宝都这么说了 你还有一个锤子 你亲兄弟 还能坑你吗 我和你妈若 不是还要羞鱼网 给渔船做保养 也跟着你们一起钓鱼了 那好吧 那我明天跟二宝一起去钓鱼 我先去看看 我那套便宜的鱼具 不知道还能用不 下定决心之后 大军心急火燎的去杂物间 寻找自己的那套便宜鱼具 那套国产鱼具 和萧行云在同一家鱼具店购买的 连品牌和型号都一模一样 萧行云想劝大哥 换一套好点的钓杆 不过想到大哥的节俭性格 肯定不会同意的 只能等他钓到鱼 赚到钱 才有可能换一套新钓杆 当然 如果钓到大鱼爆肝 他也不得不换 第24章 珍珠斑 第24章珍珠斑 今天萧行云起得很早 因为昨夜睡得很好 海蛇分身又吞噬了一些小鱼小虾 体型 嗖嗖地往上涨 现在的近海水域 除了狗沙 暂时没有威胁到他生命的存在 当然 在天空飞来飞去的海鹰 也是能够把海蛇当辣条啃的可怕存在 所以 海蛇分身 除了偶尔换气的时候 在水面录一下脑袋 其他时候 都老老实实地在海底狗着 吃过早饭 萧行云和大哥 共骑一辆摩托三轮 他们坐在前面 两个大号活水箱 就把后斗沾满了 萧行云寻思着 如果大哥愿意跟自己一起钓鱼 到时候 可以先考虑买一样皮卡 不但装的东西多 遇到下雨天 也不至于凌晨落汤鸡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计划 自己所有的存款加起来 只有十万左右 想买一个好点的皮卡 都不够用 出村子的时候 看到王老虎三兄弟 蹲在路边树下抽烟 虽然各个鼻青脸肿的 其中一个鼻子上 仍贴着纱布 但因侧侧的目光 却一直盯着萧行云和萧行军 这三兄弟 真是个祸害 如果我们不在家 他们欺负我们父母怎么办 大军皱眉 担忧地说道 萧行云说道 今天回来 就去城里买几个监控 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们也好及时知晓 话虽这么说 但萧行云 还是希望王老虎三兄弟 别再起什么歪心思 不然 他真控制不住杀星 自己的本体 肯定不会杀人 但是海蛇分身 可不管这么多 只要他们敢再欺负父母 海蛇分身逮着机会 就会把他们往死里咬 天气有些阴沉 海风很大 根据海蛇分身 传回来的消息 萧行云决定带着哥哥 去西港村的废弃码头钓鱼 在战桥周边 聚集一些零零散散的鱼 虽然不成群 但是种类繁多 还有一些价值可观的大鱼 萧行云本以为 自己来的够早了 到地方一看 已经有三五个钓鱼篓 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王哲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个资深的钓鱼篓 昨天没钓到几条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钓鱼了 萧行云看到他 走过去问道 小鸡鸡来得真早 有口吗 有口啊 刚到地方就钓上来两条十九公两 王哲有了鱼货 心情不错 货 那运气不错啊 萧行云和他聊着天 手里也没闲着 已经把钓鱼的工具 全都摆了出来 王哲又问 大军不是不喜欢钓鱼吗 今天怎么也跟着一起来了 萧行云肯定不说 看自家兄弟钓到了金色传说 才心动的 只是憨厚地笑道 没找到适合的临时工 就跟二宝出来钓鱼 看看手气怎么样 王哲以资深前辈的姿态 说道 能不能钓到鱼 要看命的 我在钓鱼群认识几个钓友 运气真备 不但自己钓不到鱼 只要跟他们一起钓鱼 也会受到影响 就算不是空军 也只能钓到三五条小鱼 大军笑了笑 没有回答 跟着萧行云调整浮飘的深度 挂上活虾鱼耳 抛到相近的地方 那里有几条体型不小的鱼 正在水底闲逛 海蛇分身 像一只幽灵似的 躲在附近的礁石缝隙中 感知四周的细微变化 嘿 中了 萧行云的浮飘 最先消失不见 青苔鱼竿 摇轮收线 巨大的拉扯力 让萧行云顶在小腹上 才能抵消 哎 看我这里 好像也终于了 大军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声 下意识地抬杆 感觉到手中的拉扯感 这才兴奋地跟着收线 我往左边溜鱼 你往右边溜 注意别缠在一起 萧行云提醒着 已经开始这么做 他手中两万多的顶针巨物机吊杆 确实不简单 这么大的挣扎力量 只是干烧部分弯曲 以萧行云的力量 撑过第一轮的挣扎 下面就简单了 反观大军那边 却慌得手忙脚乱的 几百块钱的钓杆 整个都弯成了弓形 谢立伦 姿姿想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鱼杆快要坚持不住时 才会发出的声音呢 这是啥鱼啊 怎么这么大的劲 大军兴奋的声音 都是颤抖的 在船上用拖网捕鱼 经常一网拉上来几百斤鱼货 也没有兴奋成这样 不拉出水面 谁能猜出是什么鱼啊 萧行云早就通过海蛇分身 看到了二人所钓到的鱼 但他不能说 经过一番极限拉扯 萧行云那条鱼先露出水面 刚才在水里挣扎的有多凶 被拉出水面之后 就有哆嗦 一条全身乌黑 夹杂着白色斑点的大鱼 被萧行云用抄网抄了上来 至少有八九斤的重量 珍珠龙胆石斑鱼 王哲在旁边 极度的眼珠子都红了 卧槽 竟然是珍珠龙胆石斑 你小子的运气咋这么好 我咋钓不到这样的大鱼 珍珠龙胆石斑鱼 又叫龙虎斑或珍珠斑 是一种通过人工育种 产生的杂交新种石斑鱼 它基本上都是人工养殖出来的 具有肉质细嫩 外表美观 成长快速 抗病力强等特点 在海里发现的珍珠斑 基本上都是从养殖箱里逃出来的 或者是善男性女放生的 如果在海里生活的够久 肉质有所提升 鱼贩子也默认它是野生的 收购价格会略高于养殖珍珠斑 养殖的珍珠斑 每斤大约三四十元 而野生的珍珠斑 价格在五六十元左右 萧行云没有搭理眼红的王哲 拿着抄网子 帮大哥指点钓鱼的技巧 不管这些钓鱼技巧有没有用 大军听到之后 至少不慌了 经过一番努力 累出一身汗 才把水里的大鱼扯出水面 一条红色的身影 在水面溅起一团团浪花 像观赏鱼一样漂亮 王哲极度的声音 及时传出 红有鱼是一条大红有 你们兄弟二人太遭人恨了 这鱼的价格也不便宜 他这声音像大喇叭一样 把附近钓鱼老的目光 都吸引过来了 不过此时鱼口正好 没人跑过来围观 都紧握自己的钓杆 也想钓上来几条大鱼 萧行云拿着抄网 银头上 把这条红有鱼抄了上来 随手扔进大哥的活水箱 运气不错 也有八九斤的重量 价格和珍珠斑类似 这一条能卖四五百块 萧行云说道 哈 太刺激了 这就钓上来四五百块 爽 大军的笑容逐渐狂野 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25章 赵师姐也来钓鱼了 第25章 赵师姐也来钓鱼了 今天是个钓鱼的黄道吉日 气温舒适 一开口 中鱼 连杆 打窝 钞鱼 忌荡尔 丢鱼 切线 换位 萧行云把大哥带入正途之后 才开始专心钓鱼 根本不用换地方 一直连口 几条金鱼像傻子一样 见到鱼耳就吃 丝毫没有怀疑 这是不是陷阱 哪怕同伴从身边瞬间消失 也不耽误其他金鱼吃耳 上鱼的速度很快 萧行云都麻木了 偶尔也能钓上来一条银鱼 才能让它精神一阵 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无它 因为二者看着相似 价格却差距极大 网乡养殖的金鱼鱼价格便宜 每斤二十元左右 野生的冰鲜金鱼鱼价格三十元左右 如果在休余期 价格会稍涨一些 金鱼鱼 它的净轻银鱼价格却贵得多 平时七十八元一斤 甚至一百多元一斤 某一年春节 银鱼价格竟然炒到一千元一斤 你敢相信 一句话 海鲜的价格看季节 同时也要看市场上的稀缺程度 萧行云一直忙碌到中午 胳膊都酸了 上鱼的速度才渐渐慢下来 火水箱里的鱼快满了 除了那条珍珠斑 鱼下的几乎都是金鱼鱼和银鱼鱼 偶尔也有几条红鱼和鱼鱼 萧师弟 有口吗 一道悦耳的声音 突然在身边响起 萧行云默然抬头 看到两团沉甸甸甸的山峰 哦不 看到赵师姐微微弯身 站在自己身侧 可以口 萧行云的思绪 被两座大山压制的一团迷糊 说出来的话 根本没经过脑子 赵阴阴狠狠瞪了他一眼 哈哈 你只能回答 有口或者没口 可以是什么意思 萧行云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 连忙转移话题 师姐 不要在意这点细节 你看我的火水箱 都爆了 赵阴阴看到满满一箱子鱼 果然不再纠结刚才的问题 惊讶到 萧师弟 你好厉害 我和我爷爷在礁石探钓了一上午 只钓到几条石九弓 简直弱爆了 你教我怎么钓鱼 我教你功夫 被一个仰慕已久的美女夸 好厉害 是个男人都会飘 萧行云当场表示 好啊 我教你钓鱼 你教我功夫 我现在就确实占经验了 有时间咱们一起交流学习 嗯嗯 现在就开始吧 说着 赵阴阴也不见外 打开钓锯 一番折腾之后 就把钩抛到了萧行云指定的位置 其实现在的鱼口 已经不太好了 但是萧行云让他下钩的地方 就在几条鱼中间 那条活虾 在几条大鱼中间反复横跳 就算不想开口的大鱼 也忍受不了这种挑衅 你特娘的 想死了是吧 那老子就成全你 一条大青斑 愤怒的张嘴 一口就把赵阴阴的鱼耳吞下了 赵阴阴还在向萧行云 数落爷爷的 愚蠢 说他就是不换地方 一直守在礁石滩 自己实在忍受不住 这才换地方 那绝美的模样 哪怕在抱怨 都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旁边的王哲 大军 以及更远处的贺强 都在偷偷打量赵阴阴 哪怕他穿着全套的钓鱼防晒服 那因为练功而过于火爆的身材 也难以遮掩 萧行云也暗暗敌过 你说你一个功夫少女 身材这么火爆干啥 有就行了 为什么长成了 打斗厮杀的时候 不嫌碍事吗 正在这时 赵阴阴终于感觉到 鱼竿末梢传来的拉扯感 下意识的抬杆 剧烈的挣扎感 让他欢呼起来 终于了 我终于种鱼了 我敢肯定 是一条大鱼 赵阴阴大呼小叫 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双手持肝 用力收线 这条大青斑 至少六七斤 大军钓这么重的红有鱼 都累得步伐紊乱 但赵阴阴的双脚 却稳如泰山 好似在战装 八级拳少女 威猛如斯 可不 外表那么娇媚可人 真用起功夫来 那叫一个霸气啊 真奇怪啊 今天的鱼口虽然不错 但谁也没有萧行云钓得多 哪怕坐在他身边的人 都比别人钓得多 这个美女刚坐到肖兴云身边 就种了一条大鱼 看钓竿的弯曲程度 肯定是一条大鱼 太离谱了 小肖最近的运气 有点逆天啊 下次钓鱼 我也要坐他身边 鱼口见少的钓鱼老 趁此机会 纷纷跑到赵阴阴和肖兴云附近为官 也可能醉翁之一不再酒 只是想看他钓的机会 趁机偷看他的火爆身材 肖兴云非常鄙夷这些人 简直太不要脸了 乃像自己 坐在旁边 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赵阴阴经过一番拉扯 终于把这条大青斑 溜上了水面 露出水面的青斑 乖巧的一批 萧行云这时候 才慢吞吞的拿起抄网 帮他把这条大青斑抄上岸 哇 这是我钓过的最大一条石斑鱼 师弟你要帮我拍照 我要发朋友圈 钓鱼老友的特点 赵阴阴一样不缺 拍照装逼的事情 他做的贼溜 萧行云接过他递来的手机 从各种角落 给他拍了几张美颜照 随便拍都拍不丑 再加上美颜 萧行云认识的女人当中 也只有谢雨晴 可以和他一决高下 拍完照片之后 赵阴阴把这条大青斑 扔进自己空德 只有几条小石酒工的箱子里 他兴高采烈的发完朋友圈 真诚的赞美道 师弟 你真棒 这次把勾抛在哪里 我还想要 如此虎狼之词 竟然当众说出来 萧行云刚好又拉上来 一条三四斤的红有鱼 说道 你把勾抛到我的位置吧 我的活水箱满了 得去把鱼卖掉了 嗯 好啊 赵阴阴根本不知道 客气是什么东西 萧行云指哪塌下 抛肝技术贼溜 萧行云收了钓肝 询问大军 哥 你的钓箱满了吗 一起去城里卖鱼吧 啊 还要往县城跑吗 到码头卖给那些鱼贩子 不行吗 大军钓鱼已经上瘾 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码头的鱼贩子出价太低 咱们这一箱子鱼一百多斤 卖给他们亏的太多 你等一下 我先给一瓶鲜的老板娘打个电话 问问这么多金昌鱼 他能不能全收下 萧行云说着 拨通了老板娘的电话 第26章 大客户的待遇 第26章 大客户的待遇 电话接通 萧行云客气地问道 老板娘 我们刚钓上来的金昌鱼 和银昌鱼 总共有两三百斤 你那里要吗 要 我要啊 多少都要 刘继分听到 有野生海鲜 非常激动 因为给他送货的鱼贩子 几乎消失了 价格呢 萧行云谨慎地问了一句 金昌鱼三十元 银昌鱼一百元 只要新鲜 价格我 从来不会亏待你 还有一条八九斤的珍珠斑 几条红有鱼 以及其他小点的杂鱼 野生珍珠 斑给你按美金六十元 红有五十元 其他鱼现场报价 好嘞 我现在 就给你送过去 以萧行云了解到的市场价来说 刘继分的报价不低 非常公道 不枉自己一直给他送货 了解完价格 萧行云决定 现在就给他送去 大军仍想继续钓鱼 就让他贷卖 自家兄弟 没有啥不放心的 萧行云没二话 把两箱子鱼搬到摩托三轮之后 鱼端都没带 直接开往一品仙酒楼 时间还早 卖完之后 下午可以继续掉 萧行云到达一品仙酒楼 刚把摩托三轮车停好 就见刘继分带着锦灵员工 迎了过来 小萧啊 咱们先进那些会 吹吹空调 我让员工帮你搬鱼 老板娘还知道心疼我了 萧行云颇为震惊 因为这种待遇前所未有 如果不是老板娘看上自己了 那就是 他店里太缺野生海鲜了 老板娘风情万种地白他一眼 晃动葫芦般的郊区 呸 别乱说 我哪有心疼你 有也是心疼海鲜 哎呀呀 不得了了 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待遇 还开始对自己发达 以前这种待遇 老板娘只对酒楼的重要客户 已经没人能够约束风骚的老板娘了 萧行云和老板娘聊骚几句 几名员工也把两箱子鱼搬了进来 打开之后 看到这么新鲜的鲍鱼 老板娘非常惊讶 这么多鲍鱼啊 都是你一上午钓的 咋可能 就算我有三头六臂 也钓不了这么多 几个人一起钓的 让我带过来卖掉 这还差不多 如果你一个人能钓这么多 我还开什么酒楼 跟着你学钓鱼算了 别开玩笑了 你这酒店 每天一个包厢的利润 都比我钓鱼赚得多 对了 一个箱子算一次钱 别搞混了 放心吧 我是专业的 怎么搞也搞不混 说笑之间 已经分减称重 第一个箱子 金昌鱼133斤 单价30 金额是3990元 银昌鱼25斤 单价100 金额是2500元 珍珠斑酒精 单价60 金额552元 其他一些杂鱼的金额是705元 共计7747元 第一个箱子是萧行云的 鱼货比较多 大哥的箱子还没有分减 第二个箱子 共计5361元 一番统计之后 老板娘把这个箱子的鱼货 也计算出来 萧行云要求老板娘分别转账 按照惯例 每一笔转账都给凑整 萧行云打开微信 收下7800元和5400元的转账 今天的收入 虽然没法和昨天相比 但是萧行云很知足了 不但过足了钓鱼的营 还有大几千的收入 还有啥不满意的 收完钱 萧行云才问道 收这么多金昌鱼 店里好消化吗 提到这事 老板娘就一阵困惑 哥在以前 我肯定不收这么多的金昌鱼 但你不知道啊 最近几天不知道咋回事 那些鱼贩子 都不往我店里送鱼了 啊 怎么回事 那你店里每天需要的海鲜食材 你怎么解决 我也不知道啊 打听人家也不说 我只能让员工去海鲜市场 以零售价收购野生海鲜 但留到市场上的海鲜 那是什么质量 你也知道的 一言难尽啊 萧行云想起后 厨于池里的海蛇 以及店老板出车祸 还有海鲜断供的事情 基本可以确定 有人在暗中对付这家店 这家店的老板娘真有意思 都被人针对的这么明显了 她居然还没往这方面想 老板娘还不知道 事情有多严重 仍在拉拢萧行云 幸好 还要你给我送货 让我店里 不至于啥野生海鲜都断货 老板娘 咱们也打交道这么久了 再提醒你一次 你们饭店真没得罪什么人吗 没有吧 以前店里大小事物 都是我老公在处理 我只是打打杂 收收送上门的海鲜 接待一下上门的顾客 其他啥都不知道 那好吧 严禁于此 萧行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萧行云说完 告辞离开 大家各有各的恩怨 萧行云才不想多管闲事 以他和老板娘的交情 还没达到为他两肋插刀的程度 就算他想插 老板娘也不一定让他插 所以 点到为止 他若是聪明一点 会打听出 在背后下黑手的仇家是谁的 若是打听不出来 这个饭店他也不用开了 转行做其他生意吧 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自己 转头查看时 又没看到什么 老子 只是给他送点鱼 不至于盯上我吧 这一点鱼都不让送 那也太霸道了吧 除非你们出同样的价 除非出的价比老板娘更高 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但别耽误老子赚钱 谁耽误我赚钱 我搞谁 思索之间 萧行云找到一家 卖监控的电子器材店 找老板买了几个监控摄像头 要求对方上门安装 现在的监控器很便宜 六个监控器 包括上门安装费 只花了一千多块钱 如果开通网络存储功能 那要另外收费 以萧行云现在的收入 这点钱根本不值一提 为了家人的安全 这笔钱必须花 店老板现在没啥生意 因为大多人都在网上买监控 自己回家就能安装 店里好不容易来一个客户 哪敢拖延时间啊 喊上一个工人 就跟萧行云一起回家安装了 母亲陈秀之在家里忙碌着呢 见儿子花钱在院子里装监控 还怪他乱花钱 不过想想 自家招惹上了王老虎几兄弟 觉得装上监控也好 省得以后再被他们欺负 而没有证据 萧行云随便吃了几口饭 填饱肚子 让母亲看着工人 安装调试监控摄像头 自己又去了西港村的废弃码头 钓鱼赚钱的事情 他一刻也不想耽误 到了废弃码头的战桥 本以为大家都在专心钓鱼 谁知道却乱吵吵 有人正在打架 贺强正骂骂咧咧的指着 赵音音和萧行军 谁来了也没用 赶紧滚开 不然我把你们都扔进海底喂鱼 这货觉得萧行云不在这里 自己又行了 想要霸占那个鱼口极好的位置 第27章 钓鱼真的没饮 第27章 钓鱼真的没饮贺强 忍了萧行云一上午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兄弟二人频繁上鱼 而自己所在的位置 只能偶尔钓上来几条小鱼 他一直觉得 上次和萧行云打架 是自己轻敌了 被他打倒 并不是自己实力不行 只是大意了 没有闪开 只要再打一场 自己肯定能赢 毕竟自己的体重 已经高达100公斤 而萧行云只有80公斤左右 优势在我 一定可以打倒他 他以前练拳击和散打的时候 教练就是这么教他的 重量就是优势 所以 给自己找足理由的贺强 终于开始了行动 趁萧行云离开之际 抢占赵音音和大军的位置 贺强本以为 凭自己的体型和凶残模样 威胁赵音音 这样的漂亮女人 简直不要太简单 谁知道 人家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理都不理的 倒是大军有些胆小怕事 想要收拾余具离开 反而被赵音音劝住了 赵音音就一句话 这是萧师弟给我们占的位置 我们就在这里掉 谁也抢不走 别理疯狂 叫得虽欢 但他也只能呲哑 真敢下嘴 我抽不死他 这么一个漂亮软妹子 用奶胸奶胸的语气 说出这样的狠话 没有多少威慑力 所以 贺强非常恼火 觉得自己必须再凶狠一点 才能把他吓退 这不 骂得正凶呢 萧行云就回来了 贺强 你再说一遍 这个位置是谁的 萧行云翘无声息 从后面掐住了他的脖子 等贺强惊悚地转过头时 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啪啪两个耳光 就狠狠抽在他的脸上 贺强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么多人 萧行云怎么就能翘无声息地 站到了自己身后搞偷袭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醒自己 为什么啊 萧 萧行云 你怎么回来了 贺强运闷坏了 本以为萧行云带着那么多鱼去城里卖 半晚上才能回来 谁知道他回来这么快 太特么吓人了 刚才给自己鼓足的勇气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萧行云的一瞬间 全都不见了 把鱼卖完了 自然就回来了 但这不是重点 就算我不回来 你特么奶奶的胆子 抢我哥和师姐的位置 我 我只是开个玩笑 并不是真想抢他们的位置 我这就离开 好不好 说完这话 贺强都被自己的懦弱吓到了 自己怎么可能这么惧怕萧行云 萧行云呲牙 挑三条最大的 赔给老子 我就饶你这次 不然 我就把你扔海里喂鱼 贺强沉默了 没想到 自己也有被人这么威胁的一天 太羞耻了 太郁闷了 但是又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不就是三条鱼吗 给他就是了 总比被他扔到海里喂鱼墙骂 贺强颜欢笑 内心愤怒又憋屈 不就是要鱼骂 咱们兄弟 何必动手呢 哈哈 看中哪些 随便你挑 他打开了放鱼的箱子 里面只有十来条大小不等的鱼 萧行云才不惯他这毛病 冷冷说道 少他妈加戏 自己动手 给老子挑出来 三条最大的 贺强委屈死了 你他妈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但他不敢说话了 生怕再挨打 老老实实挑出来三条最大的鱼 放到了萧行云指定的水箱里 滚吧 离我们远点 萧行云摆摆手 像贤气垃圾一样 让贺强滚远点 贺强暗暗铁嘴 不敢吱声 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 灰溜溜的离开了 等他离开之后 大军才凑到萧行云身边 小声抱怨道 二宝 刚才那是贺强啊 西港村的村霸 你怎么敢招惹他 我连咱们村的村霸都打了 又怎么在乎西港村的村霸 只要敢招惹我 一起打 心里更畅快 啊 这个 这个 打人总归是不好的 大军有些懦弱的说道 此时 却见赵茵茵在萧行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子 赞叹道 好你个萧师弟 真行啊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萧行云大笑道 哈哈 师姐喜欢就好 我若不是及时返回 师姐出手 贺强恐怕更惨 没有了 人家是女生 才没有那么暴力呢 赵茵茵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闪过一丝得意 萧师弟果然很懂自己 围观的人 看到萧行云这么强势 竟然轻松打负了贺强 暗暗惊奇 对他的风水宝地 再也没有不该有的想法 什么风水宝地 只不过是海蛇分身驱赶过来的小鱼群而已 上午的鱼口过去之后 现在已经不开口了 哪怕萧行云知道鱼在哪里 把鱼耳抛到他们面前 让活虾辗转跳跃 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好吧 再强的鱼也有疲惫的时候 不管怎么换耳 都失去了效果 一直等到傍晚 也没钓上来几条鱼 萧行云终于失去了耐心 今天不钓了 收工回家 萧行云站起来 开始收拾东西 我也要走了 今天很开心 明天有空 我再来找你钓鱼 赵茵茵说着 也随之收拾鱼具 准备离开 好啊 那就加个微信好友 方便联络 萧行云趁机说道 咦 我们还没有加微信好友吗 那就加一个 赵茵茵主动掏出手机 添加萧行云 萧行云差点泪奔 以前都没有和赵茵茵 打招呼的机会 现在倒好 在一起钓了两次鱼 他居然主动 加自己为好友 妈 我有出息了 赵茵茵离开之后 萧行云和大哥搬着鱼具 放到摩托三轮车上 下午这点鱼货 根本没必要送到县城 到了码头 卖给了其中一个 给家还算合理的鱼贩子 萧行云因为抢了 因为贺强送他三条大鱼 再加上钓到的一些鱼 卖掉了一千多块 而大军只卖了六百多 但这点收入 依然让他很满意 这比他打工的收入高太多了 上午卖鱼的钱 萧行云已经转给大军了 加起来 一天总共赚了几千块 比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呢 二宝 要是钓鱼一直都这么赚钱 脑壳坏掉了 才进场打工吗 哈哈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运气不好 空军都有可能 其实钱不钱都无所谓 我们追求的是 钓鱼的那种爽快感觉 明天咱们去哪钓 我要早点起床 把早饭给你准备好 才钓一天就上瘾了 钓鱼哪有瘾啊 我只是喜欢这种感觉 是的 隔壁阿公钓了一辈子鱼 也说钓鱼没饮 第28章 赶海挖到佛守罗 第28章 赶海挖到佛守罗 两兄弟回到家 把今天的收获告诉了父母 可把二老乐坏了 如果不是 还要做渔船保养 也想跟着萧行云去钓鱼了 天气越来越阴沉 等萧行云检查完 刚安装的监控设备 暴雨就落了下来 大军一阵哀嚎 刚看了天气预报 明天还有暴雨 我们没法去钓鱼了 有雨那就休息一天 萧行云看得很开 反正有海蛇分身 只要有钓鱼的机会 自己永远不缺于货 他用手机设置好 网络存储功能 也在大哥的手机上 倒腾一番 两人都可以随时 查看家里的监控 父母就算了 手把手地教他们 也教不会 夜里电闪雷鸣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萧行云躺在床上 玩了一会手机 同时控制着海蛇分身 在海底饱餐一顿之后 钻进海底礁石洞穴里休息 他对海蛇分身的要求很简单 白天帮自己盯着鱼群 夜里吃饱之后 就睡 努力发育 能长多大就长多大 先定一个小目标 以后长到一百米 不算太过分吧 天刚蒙蒙亮 萧行云就被海蛇分身恶行了 虽然早就习惯了这种饥饿 但他却睡不着了 外面依然在下雨 不过雨点不大 算是小雨 偶尔还有雷声阵阵 这种天气不太适合钓鱼 鱼口不太好 还容易遭雷劈 毕竟钓鱼老都喜欢装逼 这时候最好缩在家里避雷 哎 鱼怎么还不停啊 客厅里 传来大哥哀声叹气的声音 萧行云笑了 号称钓鱼不上瘾的大哥 估计这一夜都没睡好 他洗漱之后 对大哥说道 真闲不住 咱们去海边看看 这天气不适合钓鱼 但可以捡点海货 大军猛拍大腿 对啊 我怎么把这是忘了 算算时间 今天这点刚退潮 正好去赶海 说着 两人匆匆吃了几口早饭 便穿上雨衣 踢着水桶往外走 水桶里面装有常用的赶海工具 比如耙子 夹子 人家兄弟去的最早 到海边一看 那里已经有几十道身影 在沙滩上忙碌着 赶海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 一般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看到他 第二步捡起他 第三步放进桶里 这步 萧行云刚到海边 就看几个花锣 捡起来放到桶里 一只半斤左右的钦蟹 少了一根大爪子 正往水里逃命 萧行云一把扣住他的壳 轻松拿捏 把它扔进水桶 可惜 少了一条大腿 卖不上价钱了 而大军已经挥动耙子 寻找藏在泥沙下面的东西 他这种方法 比萧行云更狠 看不到海货 挖也要挖出来 他这一番蛮力操作 还挺有成效的 不多时 就传来欢呼声 我挖出来两个大铛子 还有一只皮皮下 你这种赶海方式 会累死的 找到铛子藏身的洞穴 在周边撒点食盐 他自己就出来了 浪费盐 我这么挖 还能挖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你看 我又挖到几只花隔 行吧 各有各的赶海方法 萧行云不抢球 他在泥沙上 看到撑子的洞穴 就撒一点食盐 没过一会 撑子就自己爬出来 被他轻松拿捏 扔进水桶里 偶尔看到花隔和牡蜜 顺手就扔进桶 皮皮虾藏得太深 萧行云抓到的不多 赶海的人越来越多 这片泥滩上 已经没有空地方 人比海鲜多 想要再找什么东西 太过困难 萧行云不想和这些人挤成一团 直接下水 在石头缝隙里翻轴 再无其他收获 赶海的时候 海蛇分身帮不上忙 萧行云就是一个普通人 能找到这些东西 已经不错了 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萧行云看到海边礁石上 长着一簇簇奇怪的东西 像佛手一样 萧行云眼睛一亮 这可是好东西啊 看着像植物 其实却是动物 当地人喊他佛手罗 他还有一个正经的响亮学名 叫鹅井藤湖 价格很贵 小的百元一斤 大的高达千元 趁没人注意到这里 萧行云掏出工具 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们撬了下来 顺着乱石堆 往前搜索 每隔一段距离 就能找到一两簇 直到海水进到胸口 萧行云才惊醒过来 佛手罗 不能再往里面搜索了 在往里面 也看不到礁石了 都被海水覆盖了 往水桶里看 里面除了少量的鱼虾蟹 全是佛手罗 而且这一批佛手罗 可能离海边较远 又是乱石堆砌的地方 很少有人过来 他们长得很大 哈哈 今天虽然不能钓鱼 但挖到一桶大号的佛手罗 也不少赚钱 萧行云高兴坏了 萧行返回岸边 提着水桶就走 来的时候 就给大哥讲清楚了 如果走散了 各自回家就行了 过来港海的人 除了附近渔村的人 还有一些游客混迹其中 他们看到萧行云水桶里的奇怪东西 并不认识 所以也没有引起过度关注 走进沙浦村的时候 才有人认出 萧行云水桶里的东西 二宝 你在哪里挖到佛手罗 咋这么大 最近你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 在海边长大的渔民 不认识佛手罗的人不多 就在海边挖的 其实也没有多少 下面全是花隔 银子 螃蟹之类的东西 在海边挖的 那人撇嘴 这特么的不是废话吗 这玩意不长在海边 还能长在树上 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回到家里 萧行云把水桶一放 便开始拍照 发给一品仙酒楼的老板娘 刚才去港海 挖到一些佛手罗 你可有兴趣收购 发完消息 手机扔到桌子上 萧行云就去卫生间 冲澡换衣服了 刚才为了挖这些东西 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 还没忙活完 他的手机铃声 就疯狂的响起 母亲听到声音 从里屋出来查看情况 还没看清手机在哪 就被客厅水桶里的 大号佛手罗金呆了 妈祖娘娘在上 二宝 你从哪挖到 这么大的佛手罗 现在这玩意很贵的 妈 我知道价格 先别聊这个 你帮我接个电话 看看是谁打来的 我看看 来电显示的名字 叫大葫芦 这是谁啊 这是网名 一个海鲜店的老板 萧行云心虚的解释一句 这是一品仙酒楼老板娘 在自己手机通讯录上的名字 那女人身材火爆的 像葫芦一样 第一次交换号码时 就顺手给她 备注了这么一个名字 自己接打电话无所谓 让别人看到就尴尬了 第二十九章 我感谢你八倍祖宗 第二十九章 我感谢你八倍祖宗萧行云 怕母亲说漏嘴 头都来不及擦 就穿着裤衩子冲了出来 接听电话 小肖啊 你那桶全是佛手罗吗 你撒上碎冰 以最快的速度拿过来 价钱好说 不说一桶 但至少有大半桶 还是先说价格吧 下这么大的雨 如果价格不合适 我就自己吃了 不想淋雨往城里跑 吃什么吃 你家里有矿啊 这么贵的东西 我都舍不得吃 你那东西大吗 大的话 九百八十元一斤 小的话 一百元到三百元不等 以致论价 这是规矩 大呀 肯定大 总感觉你说话不正经 赶紧给我送过来 我急着用 肖星云被他喷得莫名其妙 大家正在谈价 哪里不正经了 算了 卖海鲜要紧 不和他斗嘴了 于是他把钓鱼用的活水箱搬过来 从冰箱里取出一些碎冰 先在箱底铺设一层 把佛手罗摆放一层 又撒一层冰 如此反复 直到水桶里的佛手罗 全部装完 至于水桶下面的一些花格 螃蟹 橙子 因为数量太少 肖星云都懒得拿去卖钱 妈 同里剩的一点 海货你处理一下 咱们中午吃 好 你赶紧去送货吧 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了 肖星云披上雨衣 骑上摩托三轮 以安全的速度往县城里赶 这一会 雨又吓大了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暖暖的眼泪 跟寒雨混成一块 肖星云哼着经典歌曲 在雨里骑摩托三轮的滋味 真的不好受 这时候 他买皮卡车的念头更强烈了 一首冰雨唱完 又哼了一首 谢谢你的爱 不知道重复了几遍 等唱到 保留几分的时候 刚好到达一品仙酒楼 老板娘刘继分站在门口 挺着葫芦般的身材 正瞧手一盼 他这几天的生意 越来越难做 没有人给他供货 如果储存的海鲜用完 他只能购买低端的养殖海鲜 烂鱼充树 到了那一步 一品仙酒楼的高端口碑 就会彻底崩盘 他也不想这样 但是就是没人送货 连以前海鲜贩子的电话 都打不通了 这时候 就算是傻子 也知道出问题了 但他真的不知道 该找谁打听 他老公虽然出了 但是仍在昏迷 跟植物人差不多 公公婆婆从老家赶过来 说是来照顾昏迷的儿子 却时不时到店里 跟他闹一场 逼他把钱交出来 内忧外患 生活一片混乱 压得他喘不过气 小孝 快进来 老板娘站在门口 大声招呼道 我也想快点进去啊 但我还得搬箱子 萧行云在大雨里回应一声 搬着箱子 冲进了酒楼大厅 重倒是不重 只是这一会雨太大 拎得他睁不开眼睛 穿着的雨衣 都没有多大效果 没有过多的客套 老板娘打开箱子 查看佛手罗的品质 旁边的胖厨师和服务员 也凑过来看热闹 这一批佛手罗 刚刚从石头上撬掉 不但新鲜 而且个头极大 小孝 最近你的运气真好 每天都赚大钱啊 这批佛手罗 算是顶尖档次了 我挑不出毛病 按目前市场上的最高价 980元一斤 你没意见吧 萧行云点点头 表示同意 没问题 称重吧 逃除碎兵 捡出来放在一起称重 总共13斤 金额是13524元 老板娘的优点 一直很突出 仍然凑整 给萧行云赚了13600元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大气 萧行云说着常说的客套话 平时说完这句话 就可以抱着箱子离开了 今天外面的雨 下得正大 她想走也走不了 老板娘说道 小萧 今天就在店里避雨吧 别急着回去 如果中午仍不停雨 午饭我请你吃海鲜 请我吃鲍鱼吗 想得美 给你做一份花甲粉 你就偷着乐吧 老板娘白了萧行云一眼 就扭着肥臀 指挥员工把这一批佛手罗 放置在专门的冷鲜冰柜存放 店里的顶级客户 基本上都在晚上宴请客人 所以 她有时间把这一批顶尖的佛手罗 推销出去 胖厨师这一会没事 教我怎么钓鱼吧 萧行云眼睛一瞪 严肃道 小萧是你叫的吗 喊我一声萧哥 我可以考虑教你钓鱼 胖厨师撇嘴 你可拉倒吧 我比你大 不喊你小萧喊你什么 萧行云嚣张且笃定的说道 我比你大 想跟我学钓鱼 喊歌都晚了 以后要喊师父 你还没玩了是吧 那天是我把你从老板娘身上拉起来的 你还没感谢我呢 让你叫我钓鱼 你还埋怠我 你把我拉起来 我要感谢你 我感谢你八倍祖宗 胖厨师愣住了 仔细想想 这确实不是恩情 这尼玛是仇恨啊 怪不得这小子来卖海鲜的时候 从来没搭理过自己 扑吃 哈哈 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酒楼前台小姑娘 差点笑抽 这时候 一对老年夫妇冒雨冲进酒楼大厅 扯着嗓子叫骂 刘继芬 你给我滚出来 我儿子被你害的 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你却不管不问 把持着家里的所有钱 不给他治疗 你把家里的银行卡交给我们 我们带儿子去帝都治病 我儿子还没死呢 你就这么狠心 真不是个东西啊 好家伙 这嗓子真大 整个酒楼的员工都跑出来了 前台小姑娘吓了一跳 立即跑进去汇报 老板娘 不好了 那老两口又来闹事了 咱们报警吧 老板娘没露面 直接报警了 等警察到场的时候 他才出现 一阵掰扯 他们冤枉我 现在我老公就在 沙士最好的医院住着呢 医院的专家说 现在刚脱离危险 仍在深度昏迷中 还不能乱动 就算想转院 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我这公公婆婆上来就骂我 还想把家里的所有钱抢走 怎么可能 这些钱 是我们辛苦开酒楼赚来的 是我们的私人财产 怎么可能给他们 好家伙 这一阵掰扯 让肖星云大开眼界 不过警察已经到场 根本打不起来 肖星云不想在这里看热闹 被他们的叫骂声 吵得耳朵疼 刚好外面的雨小了一些 准备到县城里的 肇事八级武馆 找师姐联络一下感情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打来的 肖星云走到酒楼外面的屋檐下 接听电话 你叫肖星云是吧 以后别再给一瓶仙酒楼 送任何海鲜 你记住了吗 你谁啊 凭什么管我 你特么的少废话 老子不让你送 你乖乖听话就行了 你敢再送一次 我让人打断你的腿 第三十章 赵师姐好厉害 第三十章 赵师姐好厉害讲真 如果是几年前 国家还会打黑除恶的时候 肖星云说不定就怂了 现在有个陌生人 打电话威胁几句 就让他害怕 这几年 在社会上埋混啊 真正的狠角色大佬 早就洗白上岸了 留下的几乎都是不入流的混混 曾经的肖星云 也是其中之一 嗯 不入流的小混混之一 但在县城里 也算小有名气 不过他早已改邪归正 发誓做一个勤劳致富 尊老爱幼的五好青年 有人打电话辱骂挑衅 他能怎么办 往死里对就行了 四连末 老子就站在一品仙酒楼门口 等着你来打断我的腿 不来的是孙子 好 很好 肖星云 你等着 老子今天不打断你两条腿 就跟你姓 说完 对方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肖星云看了一下时间 决定等对方十分钟 如果对方能在十分钟之内到达 自己不但可以摸清对方的身份 还能借助酒楼里面的警方力量 送他们进去喝茶 如果十分钟之内没来 那就算了 以后再慢慢切磋交流 横叔自己不吃亏 这一局优势在我 很快十分钟过去了 雨都快停了 也没见什么人过来 一群无能之辈 十分钟都赶不过来 基本上没啥大出息 说完 肖星云把箱子搬到摩托三轮上面 骑着离开 走的时候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刚才在电话里骂得太凶了 似乎忘了约定等待时间 肖星云到达赵氏八级武馆 给赵茵茵打了电话 这才被人带到后院的练功房 前院练功房是普通学员 交费就能学习的 后院练功房 听说都是通过考核的弟子 在八级拳方面 有一定天赋的人 才有资格在这里练功 赵茵茵正在演练八级拳的实战套路 一身黑色的练功服 腿长 腰细 胸骨 把优点全部展现 十几名入门弟子 有男有女 目不转睛地盯着赵茵茵 不愿错过任何动作细节 八级拳动作简洁 尽力刚猛 小架有十几个招式 大架有四十多个招式 赵茵茵最后一个动作 演练顶心肘 动作如猛虎下山 砰的一肘 把练功假人顶 飞似五迷远 啪啪啪 赵师姐好厉害 众人激动的鼓掌 看到赵茵茵这个千娇百妹的女孩子 都能这么厉害 自己若是练成了 岂不是更厉害 其实她的动作 在萧行云眼里 总感觉太慢了 海蛇分身的反应能力 和视觉动态捕捉能力 对她的本体 有一定的影响和增强 赵茵茵微喘 山巒起伏 晃晃悠悠 走到萧行云面前 萧师弟 我的功夫怎么样 以后有人欺负你 报我的名字 赵师姐牛批 你这条大腿 我报定了 萧行云的眼珠子 跟着她晃悠 这大腿 谁不想报啊 哈哈 你知道就好 以后你教我钓鱼 我教你练功 好 萧行云刚说到这里 手机响了 还是刚才那个陌生号 告罪一声 萧行云接通了电话 萧行云 你特么的跑哪去了 你不是让我过去吗 我到地方了 怎么没看到你 你这么慢 谁知道你来不来啊 现在 我在赵师八级武馆 可以等你一个小时 你借赵师八级武馆吓唬我 哼 武馆算个屁 老子带人过去废了你 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到 和武馆无关 我一个人应战 呃 这么快就挂了 几个毛线 交不起花费了吗 萧行云挂断电话 看赵英英正盯着自己 似乎想听解释 给一品仙酒楼送货的时候 被人莫名威胁了 电话里吵了几句 对方就要在线下教训我 放心吧 我一个人能搞定 绝不连累武馆 既然你喊我一声尸解 我就不能让你受欺负 以后我罩你 可不是随便说说 赵英英豪气甘云的 拍了拍萧行云的肩膀 带领众人 走到前院的练功房 在那里等待对方上门 前院的普通学员 听到情况 极为兴奋 都想看一看八级拳的实战 不多时 七八个纹身男子 冲进了武馆 冲在最前面那个光头青年 一脸凶相 大声叫两道 哪个是萧行云 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什么狗屁武馆 敢拦老子 老子就踢了你的武馆 萧行云一看 这个光头有些面熟 以前打过交道 正准备过去 以德夫人 却见赵英英 直接冲了过去 二话不说 正面迎击 一个顶心肘 撞在光头男子的胸膛上 光头男子 熬得一声惨叫 被他撞飞四五米远 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 不停地翻滚 半天没有喘过来气 赵英英一脸傲娇 转身对所有学员说道 这就是顶心肘 在实战中的应用 大家看清楚了吗 我再给大家 重复一遍这招的要点 顶肘时 顶肘 拉臂 尘气 领头 要一气呵成 形成十字整进 是不是很简单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赵英英的声音 清脆娇柔 却又让人觉得 铿锵有力 霸气绝伦 萧行云目瞪口呆 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师姐下手比自己狠辣 自己最擅长使用铁扇铐 最多把人摔晕 一般都不致死 顶心肘 却会要人命的 师姐 这一招太猛了 会不会把他打死了 萧行云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会 我只用了五成的力 而且没用报警 用的是拖劲 赵英英笃定地回答道 光头男子带来的那群小弟 顿时慌了 纷纷跑过去 查看他的伤势 尼猛哥 你没事吧 嗨嗨 别咬 本来没事 快被你们咬死了 光头男子痛苦地哼哼几声 总算能够喘气了 敢打尼猛哥 这是没完 大家一起上 给尼猛哥报仇 几名小弟叫嚣着 就要围攻赵英英 此时 萧行云走了出来 严肃地说道 尼猛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 和我师姐无关 你要踢管 他打你活该 你不让我卖鱼 我打你也是活该 所以 咱们用实力讲道理 这群小弟 扯着嗓子骂道 你他们什么身份 敢用这种语气 跟我们尼猛哥说话 闭嘴 你们这群煞笔 没认出来 他是大萧啊 啊 卧槽 他是学府路的大萧哥 哼 这不是废话吗 你们几个少在这里丢人现眼 光头尼猛骂骂咧咧 从地上爬了起来 通过呵斥小弟 挽回自己的颜面 在外面混的人 基本上都有外号 很少记得彼此的真名 大萧 如果老子知道 你萧行云就是大萧 今天就不给你打那个电话了 今天这事是我不对 哪天有空了 我请你喝酒 喝酒就算了 你告诉我 一品仙酒楼那是 是谁在后面闹腾呢 那是我真不能说 但我可以提醒你一句 那是我们惹不起的人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说完 光头尼猛捂着胸口 骂骂咧咧的带人离开 第31章 臭小子 你放开我孙女 第31章臭小子 你放开我孙女 哈 当老子是下大的呀 我就送个鱼 还能死罪啊 什么是我惹不起的存在 我知道谁惹谁了 以前我 确实混过几天社会 现在我从凉了 不对 那叫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了 在武馆旁边饭店的小包厢里 萧行云宴请赵英英 感谢他仗义出手 替自己出头 虽然自己不用他出手 就能解决这些小问题 但他真的是个实在人 说赵自己 就赵自己 看到危险 言出必行 二话不说 立马出手 这种人能处啊 他这条大腿 萧行云抱定了 萧行云本没打算喝酒 但是赵英英 从家里带了一瓶恒水老白肝 说是爷爷珍藏了好酒 赵英英担心爷爷的身体 不想让他喝太多酒 所以一有机会 就会替他解决一瓶 这不 他给萧行云倒酒 一口一个失地的叫着 萧行云能好意思不喝吗 才喝三四两白酒 就开始迷惑了 把以前的破事 顺口抖落出来 幸好萧行云谨守底线 没有说出海蛇分身的秘密 当然 这次说出去 也没人相信 只当是醉话 赵英英喝了六七两 只是有点微醺 拍着萧行云的肩膀说道 失地可以啊 以前上学的时候 竟然就开始在外面胡混 那个光头喊你大萧 是你的外号 这个号是什么意思 大萧还能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比较大的意思 哦 也对哦 你比他们大 所以才喊你大萧 他们还在混 你怎么不混了 我要赚钱 当然不能再混了 像他们这种混子 是没有未来的 我修与他们为伍 嗯 我也要赚钱 无管是爷爷开的 钱都被爷爷赚走了 我每月只能领一份教练工资 太少了 都不够我买酒喝的 不对 不够我买化妆品 这个简单 以后跟我去钓鱼 我们一起赚钱 一起发财 好 为了一起发财 干杯 两人把杯子里 剩的最后一点酒 一饮而尽 萧行云截了账 和赵音音勾肩搭背 返回武馆 其实两人的关系 也没有进展这么快 只是萧行云喝了这么多白酒 都走不好路了 歪歪牛牛只会走 路 像一条蛇似的 赵音音没有办法 才让她的一只胳膊 搭在自己肩膀上 搀扶着 萧行云回武馆休息 赵老爷子听说了上午的事情 本来正在老朋友家做客 现在却赶了回来 看到自家宝贝孙女 和萧行云喝得醉醺醺的 还勾肩搭背的 一起返回武馆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臭小子 你放开我孙女 哦 是赵老爷子 我 我怎么放开啊 萧行云迷迷糊糊的问道 赵音音挺身而出 爷爷 你别乱说话 是我主动的 不对 是我主动搀扶的萧行云 让他在武馆休息一会 行行酒 再找人送他回家 赵老爷仔气的吹胡子瞪眼 你们 你们 喝了多少酒 他醉成这样 就醉成这样 这小子也太没用了吧 你也有我年轻的时候 喝三斤白酒 都面不改色 小宵这么差的酒量 都没资格进 我们赵家的门 别吹牛 我听奶奶说过 你最多 只能喝两斤 不对 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进赵家的门 别在意那点细节 把这臭小子交给我 你回房间休息去吧 以后不允许在武馆和外人 好勇斗狠 你爸怎么进去的 你还记得吧 哼 那时又不怪我爸 算了 现在我不想谈这事 赵英英并没有把肖星云交给爷爷 而是亲手把他扶到 一边的练功软地板上休息 赵老爷子撇嘴 感觉自家养了二十多年的嫩白菜 好像长腿了 自己要往猪圈里钻 揪心啊 他抽了抽鼻子 嗅到赵英英身上熟悉的酒味 就更揪心了 我珍藏十五年的绝版老白杆啊 又被你偷喝一瓶 酒不就是用来喝的吗 还只用用酒理材啊 总感觉孙女在内涵茅台 但又没有证据 赵老爷子感觉管不住孙女了 不再拿酒的事情说事 只好再次警告他 不要在武馆里和普通人打架 他们太脆弱 很容易出事 赵英英应了一声 不置可否 低头摆弄手机 由于昨天钓到了一条大清班 发了朋友圈 又在某个钓鱼群炫耀一圈 今天约他钓鱼的人很多 其中一条钓鱼群的消息 吸引到他的注意 今夜没雨 我们准备组队出海钓鱼 订了一艘豪华钓鱼艇 八人位 现在空于两个位置 价格优惠 有兴趣的私聊 赵英英以前嫁过这个人 直接私聊 多远的航程 价格多少 那人回答道 近海 一个小时左右的航程 可换三个以上的钓鱼点 船长经验丰富 保证有鱼 每人一千元 免费提供一次宵夜 船上有卫生间 有床位 天亮返回码头 赵英英趁着酒意 有点心动 推了萧幸云一下子 问道 夜里出海钓鱼 你想去吗 咱们一起吧 我一个人不太想去 好 好啊 舍命赔君子 说带你钓鱼发财 就带你发财 萧幸云迷迷糊糊的说道 我是女人 不是君子 每人一千块钱的传钓费 你能接受吧 没问题啊 一千不贵 以前我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 现在就更没问题了 海里鱼多 出去一次 稳赚不赔的 提到钓鱼 萧幸云清醒一点了 那点酒精 好像散了不少 赵英英听到萧幸云答应 这才踏实 给钓鱼群的朋友回消息 定下了最后两个钓位 县城附近 有几个小码头呢 不过这个钓鱼艇 刚好停在沙普码头 倒省了萧幸云不少工夫 约定好时间和地方 赵英英让武馆的一个 会开摩托三轮的学员 送萧幸云回家 让他提前准备钓具和鱼儿 赵英英准备好所有钓具之后 开着爷爷的奥迪 前往约定地点 和众人会合 自从昨天钓到大鱼之后 他信心倍增 决定一雪前耻 大钓四方 嗯 至少要把船票钱钓回来 第32章 狂风暴雨后的鱼群 第32章 狂风暴雨后的鱼群 萧幸云回到家 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以最快的速度 把钓具和鱼儿准备好 院子角落有一个小池子 养有名虾 主要用来做鱼儿 隔开一个区域 还能暂时存放一些 来不及销售的活鱼 所以 萧黄云钓鱼的时候 从来不缺鱼儿 至于沙残 买一次可以存放7至10天 偶尔搭配活虾使用 消耗量并不大 二宝 你又准备出去钓鱼 外面的雨缸停 过两个小时天就黑了 能有鱼口吗 大军一天没钓鱼 早晨赶海的 鱼货又不多 早就急坏了 看到萧行云准备钓鱼 心中疑惑 却也跃跃欲试 萧行云解释道 朋友 约我做船业钓 明天一早回来 船上没位置了 如果有位置 我就带你一起去了 啊 坐船去钓鱼呀 我听说船票很贵 我可舍不得去 明天一早 我还是到废弃码头钓鱼吧 嗯 你先练技术 等到合适机会 我再带你去船钓 萧行云说完 骑着摩托三轮 小心翼翼地赶往沙谱码头 雨过天晴 避空如洗 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 刚找地方停好三轮车 就接到了赵英英的电话 让萧行云过去集合 除了赵英英 萧行云谁都不认识 也省得客套寒暄 打声招呼就行了 他们乘坐的钓鱼艇 只有12米长 3米宽 比谢雨清给客户展示的 那艘18米的钓鱼艇 看上去寒酸很多 不过里面的设施 一点也不含糊 该有的功能一个不缺 甚至品质更奢华 上下四张床位 可以积极睡下八个人 驾驶位后面的沙发上 也可以睡两个人 除了他们八个付费上船的人 船老板还带了一个朋友 总共十个人 上船之后 萧行云主动扫码 支付船费 也就在码头有信号 离开码头几公里 就没有信号了 别说扫码付款 连接打电话的二功能都没了 大家好 我叫罗大海 有狠心钓友 第一次坐我的船 可能对我不熟 不过不要紧 一次生二次熟 要是觉得我的服务好 找鱼的本事强 以后可以继续坐我的船 你们先叫我为好友 昵称上面有我的电话 以后需要坐船出来钓鱼 提前一天预约 价格绝对便宜 这个船老板长得很和善 三十来岁 胖乎乎的 皮肤晒得黑乎乎的 一说话就笑 非常喜庆 看上去就让人放心 钓鱼艇开动 萧行云命令海蛇 分身跟在后面 谨慎观测水域周边的情况 防止有天敌出现 出于习惯 萧行云先在船上溜大一圈 摸清楚卫生间和床铺的位置 以及活水舱和冷冻舱的容积大小 做完以上事情 萧行云才凑到驾驶位 大声问道 罗老板 你这艘钓鱼艇多少钱买的 一百多万 用的是沃尔沃的发动机 动力特别爽 很多设备都是进口的 特别是这个碳鱼器 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珍贵 罗老板真舍得投资 你这种运营方式 多久能够回本啊 主要是兴趣爱好 回不回本无所谓 玩得高兴就行 我带钓友出海钓鱼 我自己也跟着钓 当初我就是因为方便自己钓鱼 才买的这艘钓鱼艇 牛批 萧行云暗暗扎舌 又是一个不缺钱的土豪 真想问问他 你平时都是怎么赚钱的 为什么这么有钱啊 不过他有一个疑惑 谢雨晴家里制作的 18米豪华钓鱼艇 设备也很齐全 空间又大 为什么价格和这座 12米的钓鱼艇类似 都是一百多万 让萧行云自己选 肯定选18米的钓鱼艇 没别的原因 同样的价位 肯定选大的 把这个问题 抛出来之后 罗大海告诉萧行云 他这个钓鱼艇的 所有核心配件 都是进口的 贵一点很正常 好吧 一向喜欢国货的萧行云 不太理解 罗大海的消费理念 等自己购买钓鱼艇时 肯定会找谢雨晴 定制以国产为主的设备 不多时 罗大海通过探鱼器 找到一处有鱼群的地方 减速之后 缓缓靠近 最终停在鱼群上方 通过探鱼器屏幕 萧行云可以看到 密密麻麻的斑点 一个斑点就代表一个鱼 有大有小 甚至可以看到 斑点游动的轨迹 探鱼器屏幕 探鱼器看不到 海里游动的是什么鱼 而且有角度和距离限制 但萧行云的海蛇分身 却没有这些限制 这个鱼群 质量不低啊 还有老板娘 心心念念想要的海扇 随便钓上来几条 船票钱就能赚回来 狂风暴雨之后 果然有鱼群在进海游荡啊 大伙超家伙 准备钓鱼了 钓鱼艇还没停稳 罗大海就开始兴奋的大喊大叫 提醒大家准备钓鱼 萧行云回来到甲板左侧 赵英英已经帮他占据一个钓位 你去干嘛了 进去之后 怎么半天没动静 赵英英一边摆弄钓具 一边问道 和船老板聊天去了 想不通这么大的钓鱼艇 居然也要一百多万 贵得离谱 萧行云回答道 怎么着 听你这意思 也想买钓鱼艇 人吗 总要有点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以前我刚学会钓鱼时 也有类似的梦想 不过看看每月的工资余额 我就清醒了 你家里不是挺有钱的吗 那么大的武馆 还有一辆奥迪 买一艘钓鱼艇 应该不难吧 那都是我爷爷的钱 他不给我 我不答应抢的吧 再说 我也打不过他 哈哈 那倒也是 不过买不起贵的 咱们可以买便宜的 我听说最简陋的五米钓鱼艇 只要几万块钱 得了吧 那种钓鱼艇 连个卫生间都没有 我才不买呢 萧行云倒是想先买一个便宜的钓鱼艇 方便自己去进海钓鱼 他现在的存款有十一万左右了 买一艘简陋的五米钓鱼艇用不完 但是岸边的鱼货 他暂时还算满意 买便宜钓鱼艇的意愿并不是太强烈 倒是想在雷雨频繁的季节到来之前 买一辆皮卡车 钓鱼艇停下了 萧行云上了一个海峡鱼饵 抛向鱼群最密集的地方 不管是啥鱼 先保证不空军再说 鱼耳刚入水 就感觉钓竿一沉 一股猛烈的拉扯感传来 干烧的铃铛 发出清脆鱼耳的响声 这就中鱼了 萧师弟 你好快哦 赵英英惊讶的交呼道 第33章 传钓红斑鱼 第33章传钓红斑鱼 萧行云没计较快不快的问题 反正以后他就知道了 很多事情 慢一点才更快乐 海里的大鱼 经过一番挣扎 终于被他拉出水面 一条红富黑背 全身布满灵星赤色斑点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约有五六斤 赵英英早就准备好抄网 帮萧行云把这条红斑鱼抄上来 扔进旁边的吊箱里 竟然是红斑鱼 小阿店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赵英英旁边的一名男子 发出酸溜溜的赞叹声 红斑鱼又名赤点石斑鱼 价格很贵 现在的市场价格 一斤八百元左右 这一条大约五六斤重 价值几千块 确实让人眼红 红斑鱼 萧行云笑道 你也说了 是我运气好 妈祖娘娘赏饭吃 我也没办法呀 这男子暗暗撇嘴 手上却不停 转眼就把鱼儿 抛到萧行云刚才扔在的地方 他所在的位置 隔着赵英英 如果抛向最边缘 萧行云的下沟位置 就把赵英英前面的水位占据 这样很容易 把鱼线缠在一起 赵英英的脾气多直啊 一点也不惯着对方 喂 你这样钓鱼 我这个钓位就没法用了 嘿嘿 我已经抛下去过了 说不定鱼儿快咬勾了 要不咱们换换位置吧 那男子舔着脸笑道 不换 请你立即让开 赵英英瞪着那人 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谈不拢就打 不然学功夫干什么 那人迟疑一下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脾气这么暴啊 这时候 萧行云也道 哥们 下面鱼群多着呢 船还没停稳 别耽误彼此钓鱼 我们一起来的 早就占据了这个钓位 你看到我上鱼 就想抢位置 别赵不自在啊 切 看你们小气的样 我就随便抛一杆 你们居然急了 行行行 我就让你们一回吧 那人絮絮叨叨 还反过来怪萧行云 和赵英英是多 他在拖动鱼钩挪位置的时候 竟然中鱼了 不过鱼不大 一条带鱼 很快被他抄上来 新鲜带鱼的价格也不便宜 有了这条鱼 让他忘了都农 倒也逃过一劫 因为赵英英 已经气得紧握双拳 想要捶他 师姐 咱们换换位置 你站边缘 我站中间 省得再有煞笔挑事 打人简单 但耽误我们钓鱼赚钱啊 说的有道理 暂时饶他一会 赵英英这才气顺 和萧行云换了位置 鱼群是游动的 特别是钓鱼艇 刚才还没停稳的时候 同样的位置 下面的鱼藻就换了呀 赵英英刚把鱼钩 抛到萧行云指定的区域 就感觉终于了 由于大家钓杆上的铃铛 同时响起 他也听不清是谁的 羊杆收线 水里传来剧烈的挣扎 不过在他面前 这种挣扎 简直不值一提 两三分钟 就见一条细细长长的东西 被他拉出水面 哎呀 师弟快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钓到海蛇了 赵英英吓得差点 把钓杆扔掉 跳起来 只往萧行云怀里钻 带球撞人就不说了 还想用两座大山 把萧行云镇压 别怕 那不是海蛇 是海蜡 价格贵着呢 两三百元一斤 萧行云一手握住自己的钓杆 另一只抓住他的钓杆 大声安慰道 啊 是海蜡呀 我还以为是海蛇呢 不过 他们长得好像啊 好恐怖 赵英英最怕蛇了 现在就算知道是海蜡 也不敢动他 萧行云钓杆固定在炮台上 帮他把这条海蜡抄上来 并扔进钓箱里 这条海蜡不小 已经出头 以现在的市场价 这种大小的海扇 已经三百元左右 刚处理完赵英英的海扇 萧行云的钓杆也传来异动 他慌忙回到位置 开始和水里的鱼急线拉扯 钓鱼艇上的其他人 同样忙个不停 不停的中鱼 甚至有人发出畅快的欢呼声 船长牛批 这个钓鱼点找得太好了 照着种上鱼速度 我们要发财了 罗大海谦虚的嘚瑟道 哈哈 还行吧 以前我找到过更牛批的钓鱼点 一晚上 大家都钓到几条大黄鱼 转疯了 萧行云没功夫 听船老板吹牛批 第二条鱼被他拉了上来 是一条海扇 一惊出头 和赵英英钓到的那条类似 海蛇分身躲在海底的石头缝隙中 努力赶至周边的鱼群位置 不过这些鱼群游得很快 就算他能清晰地赶至一切 等萧行云下钩的时候 水里的鱼群 可能就游到别的地方了 但好在这时候鱼太多了 随便抛到哪里 都有中鱼的可能 众人一直忙到天黑 鱼口才渐渐减缓 哈哈 过瘾 从停船到现在 几乎没停过 一直上鱼 爽是爽了 不过我钓到的 几乎全是带鱼 几十块钱一斤 也卖不了几个钱 哪有几十块钱一斤 码头鱼贩子收购价 给我三十块钱一斤就不错了 那些鱼贩子太黑了 你可以卖给海鲜店的老板啊 不过我钓的带鱼 也占三分之二 光占地方 看着发愁 突然阴阳怪气的说道 那是你们运气不好 我旁边这个小阿弟运气爆棚 刚才钓上来几条大红斑 还有十几条海扇 随便一条红斑鱼 都比你们一箱子鱼货贵 卧槽 真的假的 让我看看 那几个人 固定好自己的钓杆之后 跑到萧行云旁边 打开钓箱一看 瞬间震惊了 这是什么见鬼的运气 几条大红斑 有的四五斤 甚至有一条将近六斤的 人活力十足 和旁边十几条凶狠的 海扇抢地盘 中间是几条带鱼 钓上来就半死不活的 被他们欺负得快断气了 萧行云瞪了 那个多嘴的男人一眼 真的快控制不住脾气 想要揍他一顿 这时候 船老板罗大海跑了过来 先是看了萧行云 箱子里的鱼货 一番赞叹之后 才拍了拍他的肩膀 萧老弟好样的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嘛 等明天一早 你把鱼货拍照发到群里 羡慕死那些红眼病的家伙 这样 我的生意也会更好 这一句玩笑话 有指桑骂怀的意思 但同时也是 对挑逝男子的一种警告 连船老板都觉得 你不是个东西 以后想再来租船钓鱼 都不接待你 那男子脸色一变 当场就想对船老板 却被身边的同伴拉住了 同时附在他耳边 小声警告道 赫涛 你差不多就行了 你招惹的那个小阿弟 前天把你们村的鹤枪 打得跟孙子一样 第34章 笔馆由于 前天把自己村里的村爸贺强 打得像孙子一样 极为震惊 只是内心仍有些怀疑 因为贺强那个人太能打了 性格又强势 在西港村 谁都不敢惹 如果贺强吃了亏 能不报仇吗 毕竟贺强在周边几个渔村 混得不错 狐朋狗有一堆 连沙浦村的王老虎三兄弟 都经常请他喝酒 就他 没亲目秀的小白脸 能打得过贺强吗 贺涛撇嘴 小声回应同伴 表示不相信 呵呵 严禁于此 爱信不信 那人怪笑一声 不再劝说 萧行云那古铜色的皮肤 强壮高大的身体 硬是被他说成小白脸 既然眼下又嘴硬 那挨打也是活该 贺涛有些尴尬 想找的台阶下都找不到 既然找不到 那就不下了 贺涛一声不吭 老老实实钓鱼 就像刚才的挑衅 从来都没发生过 这时候 萧行云通过海蛇 分身查看钓鱼艇周围的情况 几乎没有什么鱼群了 只有三三两两的小鱼 在海底游荡 有位名人说的好 群鱼离开的时候 就像时代抛弃你 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没鱼了 萧行云趁机歇息一会 拿出杯子 喝了点水 钓鱼其实是一件 很消耗体力的事情 不但口渴 而且鸡肠碌碌 船上总共十个人 除了赵莺莺 还有另外两个女人 都不提煮饭的事情 船老板罗大海鲜撑不住 被众人喊道 现在没啥鱼 大家趁机吃点东西吧 船上有个小厨房 大家可以自己煮点海鲜粥 或者煮海鲜面 如果嫌费事 我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 桶装泡面 我吃泡面吧 泡面省事 吃的时候 也不耽误钓鱼 俺也一样 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吃泡面 不是了 就是不想离开自己的钓位 哪怕没有鱼 也想盯着肝子 我讨厌吃泡面 但我又不会做饭 赵莺莺眼巴巴的望着萧行云 看我干什么 我也不会做饭 泡面那玩意 萧行云也吃腻歪了 但在饥饿的时候 还是能吃一些冲鸡的 赵莺莺继续眼巴巴的 盯着萧行云 萧行云也一脸无辜的瞪着她 自己只说 带你钓鱼赚钱 没说包吃包住啊 钓鱼挺上的灯光 早已打开 倒是陆陆续续吸引过来一些小鱿鱼 在灯光下成群结队的晃悠 萧行云灵机一动 问道 你喜欢吃鱿鱼吗 喜欢啊 怎么了 只要是肉 我都喜欢吃 赵莺莺回答道 萧行云指着灯光下的海面 说道 我给你钓一些鱿鱼吃吧 这种笔馆鱿鱼 处理起来很方便 用开水抄一遍就能吃 其实蘸上生抽和清洁末酱 生吃也很爽 好耶 不过你怎么知道下面有鱿鱼 猜的 你猜我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萧师弟 你说话好得哦 明天上岸之后 到无管理 咱们单恋 这女人一点也不矜持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动脚的 彼此刚熟悉没几天 就不能像君子一样 动口不动手 循序渐进 从嘴上功夫 开始深入交流 萧行云在心里抱怨着 手上却不停 已经换上了夜光鱿鱼钩 这种鱿鱼钩 是几个鱼钩绑成一圈 并用一个夜光的物体固定 不用鱼儿 鱿鱼钩 把钩子扔进水里之后 抖动鱼杆 让鱿鱼钩颤动起来 利用鱿鱼的趋光性 他们会主动抱住钩子 就像拥抱梦中女神 不过等钓鱼老提杆收线 他们发现不对劲时 想逃跑却再也逃不掉 身上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钩子 固定在上面 如果嫌一个鱿鱼钩掉的太慢 可以绑成串钩 三五个鱿鱼钩一起掉 就像萧行云现在这样 为了早点喂饱赵莺莺 直接绑上五个鱿鱼钩 借助海蛇分身的感知能力 萧行云把鱿鱼钩扔到 水里两米左右的位置 轻轻抖动钓杆 只过了十几秒 就有一只小鱿鱼主动冲了过来 选择一个最漂亮的钩子 自挂东南枝 另外一只小鱿鱼 随之而来 选择另外一个钩子 把自己挂在那里 萧行云在抖动钓杆的时候 钩子刺伤了一只鱿鱼 他惊恐地挣扎 喷出黑色的液体 像墨汁一样 萧行云也不贪心 怕他逃脱 直接把钩提了上来 快出水面的时候 又一只小鱿鱼 冲过来 抱住了另外一个 发光的鱿鱼钩 一箭三雕 绝杀 哇 师弟你好厉害 居然一下子钓上来 三条鱿鱼 赵莺莺只是一个锤钓新人 还没见过别人钓鱿鱿鱼 所以 不管萧行云怎么操作 在他眼里 就是最厉害的 哈哈 厉害吧 我厉害的时候 在后头呢 萧行云说着 把三个小鱿鱼 从钩上取下来 放在一个专门的小容器中 因为受到惊吓的鱿鱼 会一直喷没 放到哪里 就会把哪里搞脏 如果放到足鞋 他就是背锅匣 海参背不动的锅 他可以硬扛下来 脏吗 他最擅长了 萧行云像开了挂似的 在其他人的泡面 还没泡开的时候 一口气 钓上来四十多条小鱿鱼 把绑成一串的鱿鱼 勾往海水里一扔 十几秒就能勾上来 三四条小鱿鱼 赵茵茵在旁边兴奋的欢呼 像第一次参加传钓的小菜鸟 够了 这么多咱们两个都吃不完 太厉害了 你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钓鱼高手 赵茵茵向的小迷妹 盯着萧行云钓鱼的身影 眼睛开始放光 贺涛抱着泡面 不屑的嘀咕一句 切 不过是极小鱿鱼 又不值钱 厉害的屁 瞎费力气 等老子吃饱了 要钓大红斑 要勾大黄鱼 没人搭理他 也没人接话 和他一起来的钓鱼伙伴 赶紧起来换个地方 决定离他远一点 生怕被他连累 萧行云的听力 也越来越强 离这么远 依然能够听到贺涛的嘀咕声 他瞪了贺涛一眼 在心里默默积累怒气质 等怒气质积累满的时候 再教对方做人 罗老板 我借你船上的厨房用一下 把这些小鱿鱼做出来 你随便用 用完把厨具清洗干净就行了 橱柜里有很多调味器 需要什么拿什么 做好的鱿鱼 分我一点尝尝就行了 哈哈 好说 十多斤呢 够我们吃的 小的笔馆 鱿鱼一条 只有一百多克 大的有三四百克 萧行云掉了四十多条 处理干净之后 也有十斤出头的样子 勾上来的鲜活鱿鱼 很干净 处理起来超级简单 等那些钓鱼牢 把泡面吃完 萧行云 也已经把这些鱿鱼过水煮熟 留一小分布 剁碎煮成海鲜粥 可以当宵夜 鱼下的绝大部分 端到小桌子上 喊赵英英和罗大海吃饭 配上刺身专用的生抽 和清剑末酱 轻轻一战 放到嘴里咀嚼 肉质细嫩 鲜美绝伦 高端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超蛋 比我在餐厅里吃到的更鲜美 赵英英像小鼹鼠一样 吃个不停 那当然 毕竟这是刚从海里掉上来的鱿鱼 没有比这更新鲜了 除非吃鱿鱼刺身 萧行云也觉得挺满意的 自己好像又解锁了一种了不得的技能 鱿鱼刺身啊 总感觉怪怪的 我吃过三文鱼刺身 金枪鱼刺身 北极田虾刺身 呃 似乎吃过的刺身不少呢 也不是不能尝试一下鱿鱼刺身 赵英英眼睛放光 跃跃欲视 萧行云笑道 等夜里吃宵夜时 我给你做鱿鱼刺身 罗大海坐在他们旁边 埋头大吃 咱们换个地方钓吧 这里除了小鱿鱼 根本没有其他鱼口 第35章 欺软怕硬 第35章 欺软怕硬 其实笔管鱿鱼的价格并不便宜 网络的笔管鱿鱼在码头 一斤能卖30元左右 钓上来的鲜活笔管鱿鱿 在码头一斤能卖50元左右 如果像萧行云这种人 在海鲜饭店有销售渠道 价格还能卖得再高一些 这些人刚才钓带鱼的时候 镜头十足 一点也不嫌弃带鱼的价格低 鱿鱼的价格比带鱼还高一点 他们却嫌弃了 只是因为被萧行云 钓上来的红斑鱼和海扇刺激到了 他们也想钓这种昂贵的海鲜 如果能钓上来一斤几百块的海货 谁愿意钓这种 一斤几十块钱的玩意 更重要的是 有些人压根没带鱿鱿鱼钩 让他们用普通的鱿钩钓鱿鱿鱼 太困难了 正因如此 罗大海还没吃完东西 就被他们催促着换地方 钓鱿鱼 催个毛线啊 等我吃完饭再说 说不定等会又有鱼群从这里路过呢 罗大海说这话的时候 有头看了一眼探鱼器屏幕 上面除了一些靠近海水表面的小鱼 中水层和深水层确实没有鱼 很快 三人把面前的鱿鱼全部消灭掉 三人相视一笑 感觉很过瘾 同时还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 自己过的生活 比那些在甲板上吃泡面的人强多了 罗大海像做贼一样 从旁边的冰箱里拿出三根黄瓜 小声说道 吃点黄瓜解解面 就剩三根了 咱们吃完再上去 省得他们看到 说咱们吃毒食 如果这不是吃毒食 那什么叫吃毒食 三人贼兮兮的啃着黄瓜 明明只是偷吃黄瓜 竟然比偷什么禽还刺激 吃干抹净 三个人打着宝格 上去查看情况 餐具暂时没洗 等会寻找新掉点的时候 萧行云在抽空清洗餐具 怪不得这些人叫嚷着要换地方 这段时间 除了有人钓上来几条小鱿鱼 什么收获都没有 罗大海调整碳鱼器的角度 探索一圈 周边确实没有大鱼 这才不得不告诉众人 准备换地方 趁着这回功夫 萧行云又钓上来十几条鱿鱼 这些都是钱啊 就算卖给码头的鱼贩子 至少也能卖五十元一斤 这些人居然看不上 真是离谱 钓鱼艇重新开动 萧行云控制着海蛇分身 在海水里穿梭 追赶的同时 还要提防海中的危险 海蛇分身的速度极快 这艘钓鱼艇的速度 达到了18节 它依然能够轻松地跟在后面 18节的航速 换算一下 和每小时33公里 这还不是海蛇分身的极限 它的最高速度 到底是多少 萧行云在厨房清洗餐具的时候 在心里暗暗盘算着 海蛇分身的实力 越想越震惊 这些数据 早已超过普通海蛇的极限范畴 在航行途中 也曾遇到两个鱼群 可是等钓鱼艇 海蛇分身倒是看清了鱼群离开的方向 但是他没法说 也不想说 卧槽 今天不对劲啊 跑了这么远 怎么就看不到一个规模大点的鱼群呢 船老板罗大海急了 每开一段距离 就消耗很多油 这都是钱啊 不能再乱跑了 不然这一趟 我就赔本了 还倒贴有钱 罗大海看了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 根据卫星导航的标记 他开往一个长区的钓鱼点 那里鱼多 但是钓鱼船也多 那个位置 已经有十几艘钓鱼船 由于船上亮着灯光 离很远就能看到 罗大海通过探鱼器 看到前面有灵星的小鱼群游荡 开始减速 萧行云站在探鱼器旁边 指了一个方向 提醒道 往左前方行驶 咱们离那些船远一点 人多船多 反而会把鱼下跑 说的有道理啊 咦 左前方刚好有一个鱼群 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说着 罗大海把已经减速的钓鱼艇下毛 探鱼器上猩猩点点的影子 但密度比天黑前的那一会 没法比 萧行云抛了几肝 但是鱼口不好 把活虾放到鱼嘴边 他们都懒得开口 今天的情况不妙啊 天黑前的那一会 差点把老子累死 觉得今天肯定爆香 但一路走走停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鱼的钓鱼点 却不开口 这搞毛线 萧行云愁 其他人更愁 萧行云借助海蛇分身的视角 把活虾鱼儿 送到大鱼的嘴边 都不咬沟 那些普通的钓鱼老 鱼儿离附近的鱼群更远 鱼都看不到 更不可能咬沟 船老大 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个地方选的不行啊 一点鱼口都没有 你让我们怎么钓 鹤涛急了 脾气暴躁地抱怨着 还时不时地骂骂咧咧几句 罗大海今天开了这么远的地方 耗费了这么多游 心里也烦着呢 你过来看看探鱼器 附近有很多鱼 鱼口不好 能怪我吗 一路上 就你TM的是多 下次钓鱼 你别坐我的船了 老子不伺候你了 你 你 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咋还急了呢 赫涛面色胀红 看到船老大怒了 善善地嘟弄一声 却不敢再多说什么 在当地的渔村观念中 船老大就是船长 在船上的时候 这个名头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哪怕只是一艘十几米的钓鱼艇 赵英英看到这一幕 附到萧星云耳边 小声说道 师爹 你看看那个男人 典型的欺软怕硬 他一路上叽叽歪歪好凡人啊 早知道如此 我上船先把他打一顿 他就老实了 以后再收拾他 在船上打他 耽误咱们钓鱼 萧星云专门逗弄一条 窝在海底礁石缝隙中的石斑鱼 赵英英在自己耳边说话的时候 吹得耳朵痒痒的 一转头 脸就贴在他的嘴唇上 然后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愣在那里有三秒 赵英英踩 嗖的一声 往后跳开 你 你这人 转头的时候 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赵英英恶人先告状 萧行云委屈道 师姐 你也是欺软趴硬之徒啊 我都没动 是你蹭过来的好吧 第36章 老鼠斑 第36章 老鼠斑赵英英 虽然性格大大咧咧的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是让他心生波澜 不过萧行云的吊杆 突然传来清脆的铃铛声 萧行云杨杆 咻的一声 鱼线瞬间崩直 萧行云和赵英英 发生亲密接触的时候 躲在礁石缝隙中 那条大鱼没有咬钩 反而从旁边 窜出来一条体型 稍小的石斑鱼 一口把钩吞下 这条鱼的力气 同样不小 不过在萧行云的 巨物吊杆之下 简直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只用了两三分钟 就把它拉出了水面 一条白底黑斑的石斑鱼 模样非常漂亮 好像观赏鱼 大约三四斤的样子 呀 这是什么鱼 好漂亮啊 赵英英看到萧行云上鱼了 瞬间把刚才吃亏的事情 扔到脑后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应该是老鼠斑 萧行云肯定不会认错 不过这种石斑鱼 非常稀少 很多在海边生活的人 都不一定见过野生的 说话之间 萧行云已经把它抄上来 老鼠斑 你的钓鱼艇 就这么大的地方 它中鱼的时候 其他钓鱼老就发现了 不过不知道 它钓的是什么鱼 并没有太在意 等看到萧行云 把一条白底黑点的老鼠 斑钓上来之后 顿时不淡定了 卧槽 萧行云的运气真好 居然钓上来一条老鼠斑 又是红斑鱼 又是老鼠斑 你这运气 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我们这边压根没鱼口 就算来一条不值钱的海狼 让我们过过瘾也好 萧行云没工夫搭理他们 冲罗大海喊道 这条老鼠 搬先放船上的活水舱 我的钓箱太拥挤了 别把它捣破了下 罗大海笑道 你随便放 这条船上 就你有机会爆箱 没人和你抢活水舱 那几条红斑鱼价格更贵 也可以一起放进去吗 万一死掉一条 那就亏大了 好脸 谢谢船老大 萧行云从善如流 连海善也一起放进去了 至于带鱼和鱿鱼 死活影响都不大 放在原钓箱就行了 这时候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除了萧行云 钓上来一条老鼠斑 其他人仍没有鱼口 哼 赵音音无聊的打个喝歉 郁闷的说道 今夜没鱼口 我都困了 再钓十分钟 如果没鱼 我就睡觉了 他的压力不大 天飞前钓上来的那些海扇和带鱼 就直回船票钱了 我也一样 再陪你钓十分钟 萧行云也很无奈 就算把海底的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鱼不吃钩 又有什么办法 不能让海蛇分身把鱼咬死 再挂在萧行云的鱼钩上 最好再挂个正口 保准把一船人 吓得连夜返回码头 转眼十分钟过去了 仍然没鱼口 萧行云和赵音音果断收干 准备睡觉 简单洗漱之后 两人来到休息区 这里的床铺 像火车 软卧车厢一样 左边一个上下铺 右边一个上下铺 一个床铺睡两个人 总共可以睡八个人 他们以为自己睡得够早 谁知道在他们洗漱的时候 已经有四个人 抢先占据了两个底铺 有一对钓鱼情侣 睡在左边底层床铺上 带了一张宝毯子 右边的底层床铺 睡着两个男人 挤成一团 有点辣眼睛 没办法 钓鱼艇上的床铺有点窄 虽说可以睡两个人 但肯定要挤在一起 身体上的接触 是无法避免的 这该怎么睡 萧行云有些迟疑 把问题抛给了赵音音 赵音音故作大方地说道 咱们睡一张床铺 几时几点 但都穿着衣服 没什么的 和你挤在一起 总比和那些陌生人 挤在一起强吧 说着 他选择左边的位置 爬上了上层床铺 主动侧身躺在最里面 萧行云觉得有道理 两人共用一个毯子 背靠背 贴在一起 平时看赵音音练拳时 威猛霸气 贴在一起 却觉得 他身上软软的 非常舒服 萧行云没有多想 再加上钓鱼很累 迷迷糊糊 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可是赵音音却小心翼翼的 生怕萧行云 借机占自己的便宜 到时候是打他一顿呢 还是打他两顿呢 好纠结啊 听到萧行云均匀的呼吸时 才打断赵音音的胡思乱想 这就睡着了 赵音音很惊讶 自己所想的事情 一个也没有发生 不知道该庆幸 还是该郁闷 算了 看你还算老实的份上 今天就不打你了 赵音音又打了一个 长长的喝歉 终于放心的睡着了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萧行云被底层床铺的 那对情侣的起床动静 吵醒了 萧行云看了看天色 觉得可以起床钓鱼了 他今天有点过界了 可不敢把赵音音吵醒 时间奶凶奶凶的 如果知道吃了亏 一个顶心肘 就有可能 把他撞到床底下 在此过程中 还算顺利 赵音音一直没有醒 萧行云下床之后 离开休息室 去卫生间简单洗漱 准备吃点东西 就去钓鱼 离返航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再多钓一些 不然总感觉 亏了几个亿 在萧行云刚 离开休息室的时候 赵音音就睁开了眼睛 粉拳紧握 鼻子皱成一团 他暗暗咬牙 在心里骂道 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睡着了还不老实 如果不是怕耽误钓鱼 刚才一肘 就把你撞飞 赵音音在心里抱怨着 整理一下衣服 才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 去卫生间洗漱 萧行云正在吃海鲜粥 昨天晚上熬的 一直处在保温状态 味道还不错 就是放的时间有点久 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听到赵音音的洗漱动静 萧行云喊道 师姐 锅里有海鲜粥 你随便吃点 我先去钓鱼了 好的 赵音音像平时一样 没有露出异样情绪 萧行云松了一口气 觉得师姐肯定没有发现 睡觉时的情况 于是 他才心情愉快地走到甲板上 看到罗大海和另外两个人 仍在钓鱼 罗老板 你们一夜没睡吗 有口吗 萧行云问道 罗大海鱼闷道 别提这个 提起这个 老子就生气 熬了一夜 就钓上来几条带鱼和鱿鱼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不挪地方了 世上没有后悔啊 再说 天快亮了 应该有鱼口了 我看碳鱼器上的鱼 比昨天夜里刚来是更多了 希望吧 罗大海沮丧地回了一声 便没兴趣说话了 萧行云借用海蛇分身的视角 看到昨天夜里 那条不吃鱼耳的大鱼 还在礁石缝隙里藏着 他很快就把鱼耳抛了过去 在心里骂道 你嘛 你要是再不吃钩 我就让海蛇分身把你咬死 挂到我的钩上 也要把你挂上来 第37章 报箱 满载而归 第37章报箱 满载而归 躲在礁石缝隙里的大鱼 嗖的一声 冲了出去 一口把活虾吞了进去 在他想要返回礁石洞穴之时 萧行云已经提甘拉线 把他拽了上去 一番挣扎之后 萧行云花了四五分钟 就把这条大石斑鱼拉出水面 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青斑 虽然价格不高 但是看着样子喜人 旁边熬了一夜 都没钓上来一条大鱼的几个钓鱼篓 毫不掩饰自己极度的目光 凭啥呀 凭什么你一来 鱼就开口了 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青斑 我们熬了一夜 算什么 小肖 你和龙王爷是亲戚不成 你到底有什么秘诀 可以让鱼开口啊 眼看大家的眼神不对劲 萧行云只好安慰到 天快亮了 鱼口肯定会变好 你们别接 马上就该你们了 刚说到这里 就见罗大海的钓杆 突然响起了铃铛声 唉 来鱼了 罗大海兴奋的抬杆 鱼线发出悦耳的 羞羞声 只是没高兴三秒 就感觉手中一清 脱钩了 刚想大骂几句 却见旁边的人 同样中鱼了 正兴奋的羊肝摇轮 大呼小叫 煎熬了一整夜 总算可以爆发了 赵音音吃饱了 听到动静 以最快的速度跑过来 问道 师弟 现在鱼口变好了吗 好像是的 沉寂了一夜 现在开始上鱼了 萧行云回答着 又把胡尔抛到鱼群密集的地方 赵音音精神亢奋 在萧行云指定的区域 抛了一杆 很快 赵音音就种鱼了 拉了七八分钟 才拉上来一条大海炉 扒酒精的模样 萧行云也没闲着 借助海蛇分身的视角 把胡尔抛到鱼的嘴边 只要鱼张口吃饿 几乎连杆 很少有跑鱼的情况发生 船老板罗大海 原计划早晨七点左右返航 但是现在鱼口太好了 一口气掉到八点 都没有停歇 众人正沉浸在疯狂上鱼的喜悦之中 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声愤怒的质问声 这么好的鱼口 你们怎么没人 喊我起来钓鱼 大家一起来钓鱼 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 还有你这个船老板 你怎么做事的 你这样的服务态度 怎么有脸受我船票钱的 鹤涛头发乱糟糟的 眼睛通红 昨夜夜里 他熬到四点 才去驾驶卫后面的沙发上躺一会 他当时只是想睡半小时左右 按照他的经验 天亮前肯定会有鱼口 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才刚躺下 就被外面兴奋的叫喊声吵醒 一睁眼 发现天色早已大亮 阳光透过玻璃窗 把整个钓鱼艇的船舱 照得雪亮 他按叫一声不好 冲到甲板上一看 除了自己 所有人都在那里钓鱼 而且大家的鱼货非常好 有人已经爆香 根本合不上盖子 越想越嫉妒 越想越气 罗大海愣了一下子 刚开始还有些内疚 不过转念一想 却狠狠反击 你TM的有病吧 你睡觉之前 有让我们喊你起来钓鱼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没让我们喊你钓鱼就算了 自己不会定时吗 在这里 手机只是没信号 又不是失去定时功能了 沙别 以后别来我的船上钓鱼了 看到你这种又菜又爱好的蠢货就烦 老子也不差 你这点钱 罗大海发了怒 火力全开 一瞬间就把贺涛喷了 贺涛这人 典型的脾气差 却又欺软怕硬 只要你比他更强 比他更狠 他立马变得像孙子一样怂 你 你怎么能骂人呢 我花了钱 买过船票的 挨了骂 贺涛才想起来讲道理 罗大海愤怒起来 也是有脾气的 我就骂了 你能怎么着骂 别避避 既然醒了 就过来钓鱼 再钓一个小时左右 直到没鱼口 我们再返回码头 哼 贺涛不服气的冷哼一声 却不敢再多说什么 连跟他一起来的钓友 都不想搭理他 更何况别人呢 没人帮他说话 他想硬也硬不起来 老老实实认怂就对了 不然 在这条船上 想打他的人 可不止一个 这就是萧行云 不想搭理贺涛的原因 这种货色 不值得他动手 如果动手 肯定影响钓鱼 在附近有鱼群 有鱼口的情况下 就算是个海钓新手 也能不停地上鱼 只不过在萧行云的指点下 赵茵茵的上鱼速度 以及上鱼质量 远远高于同船的其他人 这也是萧行云 为什么想带大哥萧行军 一起钓鱼的原因之一 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 遇到合适的鱼群 傻子都能钓上来很多鱼 与其便宜别人 还不如便宜自家大哥 萧行云只有两条胳膊 钓得再快 也只能操作一个钓竿 如果有可能 他甚至想带着全家 一起出海钓鱼 在修鱼期 不能使用鱼网 一人一根钓竿 鱼正传来了 也没啥意见 到了九点左右 鱼口逐渐减少 萧行云使用海蛇分身 仔细一看 原来钓鱼艇周围的鱼群 已经离开 把井上的一些小鱼群 也吓得四处逃散 不钓了 困得撑不住了 现在回码头 大家没意见吧 罗大海扯着嗓子问道 没意见 附近没鱼了 肯定得返航了 众人已经看过探鱼器了 再加上体力 也确实撑不住了 好 那就返航 回沙普码头 罗大海收拾钓具 准备返航 萧行云问道 大家的鱼货 可有销售渠道 如果没有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 海鲜饭店的老板 他的收购价格非常公道 比码头的鱼贩子高很多 重重纷纷回应 这个可以有 如果价格比鱼贩子出的高 傻子才不卖给他呢 好 那我借传老板的卫星电话 先给他说一声 尽量让他派人到码头 称重结算 萧行云说着 借了罗大海的卫星电话 给一品仙的老板娘 留几分打电话 接通之后 老板娘听到是萧行云的声音 顿时兴奋的声音都颤抖了 小萧 从昨天夜里 就给你发信息打电话 一直联系不上你 你去哪了 快急死我了 我和朋友出海钓鱼去了 手机没信号 肯定联系不上啊 不过 你有什么事 这么急着找我 我们店里的野生海鲜 彻底断货了 到海鲜市场 只能收到几个歪瓜裂藻的野生海鲜 你再不送货 我们真得使用养殖海鲜 糊弄客户了 巧了不是 我们今天的鱼货非常不错 船上还有七八个朋友 各个报厢 你派个水产车 到码头现场收获吧 第38章 老板娘到码头收获 第38章 老板娘到码头收获 老板娘刘继芬 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 小萧珍是自己的大救星 自己缺什么 她就给什么 简直不要太爽 自己的海鲜酒楼 肯定被别人针对了 只是最近一直忙着处理家务事 焦头烂额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酒楼储存的野生海鲜 几乎全部耗尽 只能联系目前 唯一给自己稳定供货的萧行云 自己需要她的货 越多越好 听到他们同船的钓友 今天报乡 刘继芬没有丝毫犹豫 喊上那名负责采购的员工 开着水产运输车 匆匆赶往沙普码头 以前的一品鲜酒楼 根本不缺名贵野生海鲜 鱼贩子过来送货时 他还要挑三拣四 现在形势完全反转 为了能够获得优质海鲜 他必须要亲自带人到码头收获 海鲜码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乱糟糟地不说 地上还遍布新臭的污水 鱼港码头现在是休鱼期 情况好一些 地面没有那么脏 但是海鲜极少 并且有几个鱼贩子 长期在码头溜达 看到钓鱼回来的人 就会立即上前搭讪 抢在别人前面收购海鲜 有的钓鱼老收获不多 懒得计较太多 随手就卖给了鱼贩子 而有的钓鱼老 有自己的稳定销售渠道 根本不搭理鱼贩子 自己把今天的鱼货 送到城里的某家饭店 卖更高的价格 像刘继芬这种 穿得花枝招展 前途后翘的时尚女人 亲自到码头收鱼的情况 还是非常罕见的 刘继芬被周围的人 看得全身不自在 刚才来得太急 没考虑太多 这深路沟的衣服 在酒楼里穿穿无所谓 在这种地方 就成了闲眼包 在萧星云还没回来的时候 有别的钓鱼艇 先停靠在码头 刘继芬想 先去收购一些海鲜 结果他根本没挤进去 就被别的鱼贩子 抢购一空 如果再开海期 在码头收购海鲜很简单 但在休鱼期 真的太难了 刘继芬连续试了几次 都无功而返 就在沮丧失望之时 萧星云乘坐的钓鱼艇 终于停靠在码头 小萧 我在这里 刘继芬挥手大喊 生怕萧星云看不到 还跳了几下 好家伙 车灯差点晃瞎萧星云的眼睛 视力太强 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 全传的男人都瞪大眼睛 只有赵茵茵贴了萧星云一眼 在心里暗暗比较 哼 我的也不小嘛 下次 我也穿这样的衣服 馋死你 众人抱着自己的钓箱 下了钓鱼艇 别的鱼贩子冲过来 想要收购他们的鱼货 却被拒绝 有人生怕萧星云火 同饭店老板娘坑自己 为了集中海鲜的价格 听到报价 顿时没有了兴致 我们钓的鲜活待鱼 才出价三十元一斤 笔馆鱼三十五元 你咋不去抢啊 不卖 海卢二十元 黄翅三十元 滚滚滚 老子就算拿回家 送给亲戚朋友 也不卖给你们 冲出鱼贩子的包围 终于来到刘继芬面前 萧星云说道 老板娘 这是我们今天的鱼货 不对 我还有一箱子集品好货 忘在船上的活水舱了 不过不急 你先给大伙报价 安稳军心 刘继芬看到萧星云 满满一箱子的鱼货 眼睛放光 听说他 还有一箱子集品海鲜 忘在了船上的活水舱 他的笑容就更妩媚了 小萧辛苦了 既然是你介绍来的朋友 我肯定不会亏待大家 来来来 排好队 我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的时候 萧星云本来排在第一位 现在他还有鱼货没有拿完 所以让排 在第二的赵音音先卖 刘继芬带来的员工 摆好电子秤 开始把鱼分类 新鲜待于四十元一斤 海扇一斤以上的体型 三百元一斤 一斤以下的体型 二百二十元一斤 或 美女你的运气真好 居然还钓到了两条红斑鱼 给你目前市场最高价 八百元一斤 八九斤的海鲁三十元一斤 这条青斑七十元一斤 其他杂鱼有点小 不好分类 放在一起称重吧 给你按四十元一斤计算 听到这些报价 这些钓鱼老的眼睛都直了 高 实在是高 这个老板娘不但性感漂亮 而且有良心 这收购价格 等最终价格算出来 很多钓鱼老 真想摸着老板娘的良心说 以后的货 全都给你了 给你凑个整 总共是两万三千八百元 没问题吧 刘继分说道 没问题 你这个人还怪好脸 赵音音没想到 这次钓鱼的收货 居然可以卖这么多钱 跟着消失地 果然可以发财 罗大海在天亮前的那三四个小时 也钓了很多鱼 他刚好排在第三位 喊道 老板娘 该我了 快帮我算一下鱼货 好好 大家不要急 一个一个来 今天看在小肖的面子上 大家所有的鱼货我都要 连一条小杂鱼都不放过 刘继分给肖行云撞面子 趁机抬他一手 哈哈 谢谢老板娘 罗大海对老板娘弯腰看鱼的动作 并没有太大兴趣 他主要是想把钓到的鱼卖掉 获得钓鱼老的双重快乐感觉 你这个箱子的最终价格是 一万六千二百元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是我今年钓到最多的一次鱼货了 爽 其他人陆续把箱子里的鱼卖了 几乎没有低于一万的 除了贺涛 因为他只在天黑前 钓了一些带鱼和钓鱼 总共卖了六百多块钱 和同船的其他人一比 他极度的五官都变形了 可恶 就怪这些人没有把我含醒 如果把我含醒 凭我的钓鱼技术 至少也能赚一万多块 正在这时 萧行云借用船上的另外一个空箱子 把养在活水舱里的红斑鱼 海扇 老鼠斑斑了过来 刘继分本就对今天的收到的海鲜极为满意 这一下子 足够自己饭店坚持三五天的 等他看到萧行云抱来的第二个箱子 眼睛都直了 幸福来得及突然了 竟然有这么多珍贵的红斑鱼 还有十几条鲜活的海扇 老鼠斑虽然漂亮 虽然价格也不低 但远远无法和红斑鱼相比 哎呦妈呀 小萧你这运气简直无敌了 最近几天看到你的鱼货 我都想跟你学钓鱼了 刘继分一激动 把老家方言都标出来了 甚至忘了自己穿的什么衣服 直接蹲在水箱前面 检查红斑鱼和海扇的活跃程度 哈哈 老板娘别开玩笑了 以你酒楼的规模 怎会看上我这点小打小闹的声音 咱别耽误时间了 称重报价吧 萧行云被他晃得眼花 不能再看了 再看自己就变形了 而且师姐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复杂眼神 有点危险 好 那我就先从红斑鱼开始称重吧 称完之后 就先把他们养在水产运输车里 死一条 我都会心疼半天的 众人凭住呼吸 盯着老板娘算账 大家都想知道 萧行云今天的鱼货 到底能卖多少钱 第39章 卖鱼的收入太惊人了 第39章 卖鱼的收入太惊人了 红斑鱼共31斤 一斤800元 这就是24800元 就这一句话 瞬间引爆了整个码头 站在这里的 不仅仅是同船钓鱼的那些人 连一些鱼贩子 和其他船下来的钓鱼篓 都在围观 听到萧行云仅一种红斑鱼 就卖了两万多元 顿时浮现羡慕 极度恨的表情 卧槽 这也太多了吧 这才称第一称啊 众人惊呼 该死 是他们没把我喊醒 不然我也能赚这么多 不 比这更多 某个柠檬金 愤恨的说道 全部称完 这得赚多少钱啊 在什么地方钓的呀 我也想去 甚至有钓鱼老 当场就添加罗大海为好友 预定今天夜里的船票 让他带自己去钓红斑鱼 罗大海表面上答应的很爽快 心里却在 老板娘刘继分的声音 仍在继续传出 十几条海扇 全部按一斤以上的体型计算 总共17斤 一斤300元 这就是5370元 老鼠斑三斤 一斤450元 这是1530元 下面是红油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给你凑整 总共是46300元 这个价格没问题吧 没问题 嘿嘿 萧行云心里美滋滋 收到这笔转账 自己的存款 就购买一辆皮卡了 以后钓鱼 送鱼 再也不怕在路上淋雨了 先把皮卡车买了 钓鱼艇并不急 毕竟可以先坐别人的船去钓鱼 如果坐别人的船 钓鱼不方便 自己就先买一条四五米的小钓鱼艇 几万块钱就能搞定 就在海边几公里的范围内逛荡 毕竟萧行云真正的梦想 是购买那种 价值一两百万的豪华钓鱼艇 到大海深处钓金枪鱼 那才是钓鱼佬的极致追求 至于周边围观人群的惊呼声 从开始就没断过 萧行云直接无视了 结完账 老板娘又加了几个钓鱼佬的微信号 只要他们愿意供货 那就是雪中送炭 收购价格绝对不含糊 又和萧行云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这才带着员工 坐上水产运输车 匆匆赶回酒楼 处理这些野生海鲜 萧行云和赵英英带着自己的鱼具 往停车的地方走 今天困坏了 又赚了这么多钱 我要去做美容 我要去逛街 我要去吃大餐 在路上 赵英英向萧行云透露 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安排 萧行云说道 真羡慕你这种家大业大的富婆生活 我就不行了 今天睡醒 还会去海边钓鱼 毕竟这是我的职业 赵英英瞪她一眼 不想再提这个话题 羡慕什么啊 要不是赚了这笔钱 我快穷死了 对了 你不是想去买辆皮卡吗 明天我可以抽空 陪你一起看车 明天看车 好啊 不过我早晨钓鱼 估计到中午没鱼口的时候 才有时间去看车 也行 你来之前给我打电话 两人说到这里 已经到了停车场 萧行云的摩托三轮 也停在边缘的位置 分开的时候 赵英英突然转身 问道 你喜欢酒楼老板娘 那种类型的女人吗 啊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个问题 太直白了 直接把萧行云整当机了 哼 其实我也不想哦 以后请喊我大师姐 说完 赵英英也不看萧行云的反应 就逃一般的冲向自己的奥迪 萧行云愣在那里 直勾勾的盯着赵英英逃跑的背影 只不过他一直穿宽松的黑色衣服 给人的感觉 身材并不算太夸张 如果他穿时尚一点的紧身衣 肯定类似于酒楼老板娘那种 前凸后翘的 其实昨天挤在一起时 迷糊之中 也有一些切身体验 同样的床铺宽度 别人能轻松睡下两个 自己却几次差点被他挤到床底下 被他挤烦了 这才转身 把他抱住 不让他再打扰自己睡觉 人家是河豚 他至少是海豚 想要降服海豚 没有真本事可不行 没想明白赵英说这些话的意思 这是炫耀吗 他放着好鱼具 骑上三轮 往沙浦村的方向走 到村口的时候 看到一些闲聊的阿公阿婆 对着自己指指点点的 萧行云有些纳闷 自己在码头 卖了几万块钱的事情 这么快就传到村里了 二宝 你回来了 快回家看看吧 王老虎三兄弟出院了 又到你家里闹事了 什么 他们还敢闹事 萧行云大怒 心中那骨子想杀人的恶念 再次涌现 他以最快的速度骑到家门口 看到大门上 喷了很多歪歪扭扭的红漆大字 沙沙沙 死死死 不过大门紧闭 院子里并没有打闹声 爸妈 你们在家吗 萧行云拍了几下大门 是二宝回来了 我们在家呢 父亲萧富贵的声音 从院子里传来 以及母亲父和的声音 也随之传来 听到父母没事 萧行云松了一口气 只要亲人没事 其他事情都好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老虎他们又来闹事了 萧行云看到父母身上没伤 这才指着大门和院墙上的红字问道 是啊 当时王老虎来闹事的时候 我们不在家 在码头给船做保养吗 村里人给我打电话 这才赶回来查看情况 那时候却没看到人影 没事 我调一下监控 萧行云先把摩托三轮停在院子里 打开手机 查找监控视频 由于他的手机在海上接不到信号 回到码头时 又忙着卖鱼 并没有及时查看监控警示消息 上午九点的时候 父母刚从家里离开不久 王老虎三兄弟就鬼鬼祟祟的 出现在大门口的监控范围内 他们手里拿着喷漆罐子 在大门上和院墙上 喷了一些威胁人的话 骂骂咧咧的走了 村里人路过 看到这种情况 却没敢多说什么 只能给萧行云的父母打电话 王老虎三兄弟欺人太甚 真想把他们送进牢里去 萧行云咬牙 有了这些监控视频 他真想去报警 让对方把这里复原 父亲劝道 算了 只是大门花了 找人重新喷漆就行了 报警也判不了 再说 村里的规矩太重 没法报警 上次 他们挨得那么惨 也没报警 嗯 等会我找他们兄弟三个聊聊 希望他们也遵守村里的规矩 萧行云已经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父母劝道 你别乱来啊 听村里人说 上次你只是突然偷袭 才把他们兄弟三人打倒 如果他们有了防备 硬碰硬的 你恐怕不是他们三人的对手 相信我 我只是找他们聊聊 才不会随便动手呢 你们知道的 我又不是随便动手的人 嗯 对对对 二宝其实挺稳重的 真想打架 得先把你哥喊回来 他虽然憨厚老实 但也能帮你拦住一个 哈哈 好的 这是以后再说 我先去冲的走 一身油汗 太难受了 萧行云安抚完父母 去卫生间冲了的走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便走出自家院子 王老虎 老子本想把第一次矛盾冲突 让大家忘掉之后 再到海里弄死你们 现在你们逼着 让我提前动手啊 哎 我还想做个好人呢 你们不给我机会啊 那就先收一点利息吧 定律萧行云双手插兜 穿过村子 前往王老虎家里 村里人听说了这事 都跟在后面看热闹 最近这些年 只有王老虎三兄弟 到别人家里闹事 还是第一次 敢有人到王老虎家里闹事呢 王老虎的父母也是渔民 生养了这几个 嚣张跋扈的儿子 在村里腰杆子更直了 平时也喜欢欺负别人 占人家的小便宜 所以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家盖了三层楼房 圈了一个大院子 院子大门盖的极为气派 砰砰砰 萧行云用力拍门 谁啊 用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 拍坏了 你赔啊 院子里传来王老虎 不耐烦的质问 伴随着哗啦啦 打麻将洗牌的声音 萧行云最近脾气 越来越暴躁 一点也不惯着对方 你腾摸的大门是纸糊的 一拍就坏 要他干什么 赶紧给老子开门 卧槽 是萧家老二找来了 慌什么啊 咱们四个人呢 怕他的毛线 等会一起动手 废了他 里面传来几道惊呼声 随之脚步声传出 打开了大门 王老虎三兄弟和贺强 从院子里面走出来 一字排开 挡在萧行云面前 围观的人 离得远远的 惊讶地看着萧行云的暴躁行为 居然敢和王老虎三兄弟 正面硬刚 了不得呀 而且 今天王老虎三兄弟 还请了隔壁西港村的贺强 也是村里一霸 听说打人凶着呢 二宝 你脑壳有毛病吧 赶到我家里找事 王老虎一脸凶狠地瞪着萧行云 我家大门口的油漆 是你们喷的吧 别抵赖 老子装了监控 拍到你们了 我现在过来 就是告诉你们一声 赶紧给老子清理干净 卧槽 你居然装监控了 行 老子也不抵赖 拍到又怎样 是我们干的又怎样 我们就不清理 你咬我了 萧行云突然抬腿 一脚踹在王老虎的肚子 把他踹出四五迷远 重重撞在墙角 王老虎捂着肚子 疼得满地打滚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熟悉的动作 熟悉的疼痛 简直是几天前的翻版 王老虎发誓 今天自己全身戒备 居然还是躲不开 萧家老二的速度太快了 快地超出他的预期 上一次打输了 还能骂萧行云偷袭 不算真男人 今天再挨打 真找不出理由了 面子都丢光了 一起废掉他 王老二怒吼一声 一拳砸向萧行云的脸 但萧行云现在的反应速度 快得跟海蛇分身一样 这一拳在别人看来 快如闪电 但在萧行云眼里 跟电影慢动作一样 微微一偏头就闪了过去 同时出脚 踢在王老二的裤裆里 啊 一声惨叫 王老二觉得 自己好像废了 疼得捂着小老二 缩成虾米一样 倒在当场 碰 王老三早就蓄力 终于在这时候 一脚踹在萧行云肚子上 但是萧行云竟然退后半步 神奇泄力 这一脚看似踹在他的肚子 其实只是碰到了衣服 萧行云双手抓住他的腿 一拉一半 扑通一声 王老三重重摔在地上 还没喘口气 就被萧行云一脚踢在软肋上 疼得差点差气 贺强举起拳头 刚想攻击萧行云 却被萧行云眼睛一瞪 吓得连退几步 额头不满冷汗 我只是来打麻将的 你们的恩怨 和我无关 对了 我还要钓鱼 你们继续 我先走一步了 贺强说完 转身就跑 生怕跑慢一步 就被萧行云按在地上打 太强了 实在太强了 四个人也打不过他 贺强感觉萧行云的速度 和以前见过的 专业黑拳的高手一样 在这样的高手面前 他连有出拳的勇气都没有 萧行云并没有追赶贺强 这会以后再收拾他 有他受罪的时候 萧行云冷冷问道 王老虎 你们兄弟三个想清楚了吗 怎么处理我家的大门和墙面 萧老二 你特么的算个毛线 老子不服你 你们家的大门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老子要是帮你清理一心半点 就特么跟你性 啪啪 回应王老虎的是两个大耳八字 再给你一次重组语言的机会 老子就不清理 就算一头撞死 从后山跳下去 也不帮你清理大门 啪啪 老子就不 啪啪 我 啪啪 我 啪啪 转眼间 王老虎就被萧行云抽成了猪头 脸肿的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缝 嘴角顺着鼻子和嘴角涌现 萧行云面色冰冷 是一条没有感情的毒蛇 只要王老虎开口就左右开弓抽他两个耳光 王老虎差点气哭 自己都想认输了 想开口服软 给他清理大门和墙面 但萧行云根本不给自己开口的机会 太特么的欺负人了 眼看萧行云又抬起手 想要抽自己大嘴巴子 他终于扶灵心智 学聪明了 双手抱头 趴在地上 大声喊道 别打了 我同意了 我愿意帮你清理大门和墙面 刚刚爬起来的王老二和王老三 正准备从后面偷袭萧行云 没想到自家老大先扛不住了 居然认怂投降了 这下子 他们三兄弟的名气 在村里肯定一落千丈 啪啪 萧行云又是两巴掌 抽在王老虎脸上 我都答应清理了人 你怎么还打我 王老虎委屈坏了 一直都是自己欺负别人 今天终于轮到自己被别人欺负了 这滋味太难受了 不好意思 打习惯了 一时没收住手 萧行云是个好青年 做错了事 立即就到歉 王老虎沉默了 被人欺负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的 既然同意清理 那就快点 找专业的喷漆师傅 如果与我家的大门底色不一样 大门给我换新的 今天天黑之前完不成 我还过来抽你 好 天黑之前 保证完成 王老虎用肿成猪头的脸 挤出一丝笑容 敢怒不敢言的滋味 太憋屈了 萧行云点点头 又用眼神威胁他们一遍 这才大摇大摆的离开 自己和王老虎三兄弟的恩怨 一时半会淡化不下去了 估计等到休余期结束 才能找到对他们下死守的机会 自己的主场在海里 而不在村里 围观的人群 主动给萧行云 让出一条道路 等他走远了 才敢窃窃私语 萧家老二真出息了呀 居然敢一条三 暴打王老虎兄弟 上次打过一次了 当时都说萧老二偷袭 才侥幸打败了王老虎三兄弟 没想到正面打 萧老二同样厉害 这下子 王老虎三兄弟 不敢欺负村里萧行人家了 人家凭真本事 把他们三个打倒的 王老虎三兄弟 听到村里人的议论声 感觉脸都丢光了 互相搀扶着 逃回自家小院 不对劲啊 我们三个人一起动手 为什么就打过萧老二呢 他的动作太快了 像会魔法一样 我们一个动作没完成 他已经把我们三个人打倒了 好像我们三兄弟 真打不过他 就这么认怂了 帮他家清理大门和墙面 王老虎面子上过不去 狠狠说道 这事没完 我在外面混的时候 认识一个打黑拳的兄弟 他欠我一个人情 请他出手 肯定可以废掉萧老二 好 还是大哥厉害 既然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不帮萧老二 清理大门了 你傻呀 现在高手没请来呢 肯定要帮他清理啊 不然他又打到咱家里 该怎么办